灵气复苏,诡异降临 地心之上更是出现了无数秘境 人族转眼之间便岌岌可危 好在这时,有大气运者发掘出人体奥秘 开创了五道意图 从此人人都能通过觉醒异能拥有强大的力量 穿越而来的夜云却只觉醒了最差的F激活属性异能 好在这时系统成功出现,加点就能变强 它开启了一条无限进化之路 F激活焰异能,清联地心火,古灵冷火 直到某一天,他成为了万火之主 世人皆称炎帝 白衣剑仙,和他同处一个时代,是我的悲哀 某封号五帝 你们就别拿我开玩笑了,炎帝在,我敢称帝 某女帝,如果有可能,我愿时光倒流不再遇见她 第一章,开局威胁班主任 这是哪儿 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夜云一脸的猛逼 刚刚他明明在厕所里蹲坑的,怎么一眨眼就来到了这里 这要是没穿裤子,多尴尬呀 下一刻,如潮水一般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中 片刻后,消化完这股记忆的夜云露出了恍然之色 喃喃道,原来我穿越了 这个世界和他原本所在的地心十分相似 就连历史发展轨迹都差不多 但却在数百年前发生了灵气复苏 自从灵气复苏以后,地心的面积不但扩大了百倍 而且还出现了无数的秘境 这些秘境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凶兽 他们经常离开秘境发动兽巢 对人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后来有大气运者开创了五道意图 从此人人都能觉醒异能开始修炼 而这具身体觉醒的则是F级的火属性异能 异能才F级,夜云嘴角扯了扯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异能共分为九个等级 这九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 SSS,SS,S,A,B,C,D,E,F 而他觉醒的F级异能属于异能等级中最低等的存在 将来能够突破到大武士境界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一能拉机就算了 我堂堂一个穿越者,就没个系统啥的 夜云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他话音刚刚落下 脑海中便是有冰冷的机械声响起 丁,系统加载成功 是否立刻进行绑定 网络小说成不起我 穿越开局死父母 必有系统来相助 听到系统的声音 夜云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么多年的网络小说真是没白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啊 不过这一世貌似并没有父母双亡 而是双亲都在 管他呢 先绑定了再说 夜云摇了摇头 然后选择和系统进行绑定 定 小辅助系统绑定成功 主人可通过加点不断变强 加点 夜云文言皱起了眉头 千道之类的他倒是听说过 但加点是什么鬼玩意 老班来了 这时候坐在门口的侦察兵发出了示警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夜云无奈只得收回思绪坐直了身子 班主任赵明一脸严肃地走进了教室 他看着台下的学生们眼中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明天就是高考了 高考的重要程度相信你们也知道 我最后提醒你们一次 明天参加文科高考的准备好文具 参加武科高考的准备好武器和食物 弄不好是要死人的 赵明随即沉生道 文言众人都是忍不住心情沉重了起来 为明天即将到来的高考而担忧 卧槽 这具身体的前主人好像志愿报的是文科高考 这怎么行 夜云忽然反应了过来 文科和武科那可完全不一样 只有报考武科才能进入武道学院 要知道 现如今这个世界 可是执行着一套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 就拿功法战绩来说吧 只有下国官方和各个武道学院 才拥有地阶和地阶以上的功法战绩 就连修炼用的各种资源 都只有官方认证的商会 才能贩卖经营 因此 对于所有人来说 只有进入武道学院才是最好的选择 嗨嗨 夜云当即便是咳嗽两声站了起来 道 赵老师 我想修改志愿 我要参加武科高考 什么 夜云这小子是疯了吧 他的异能不是只有F级吗 报哪门子武科高考啊 唉 他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那也得尊重客观事实啊 众人文言议论道 赵明则是皱起了眉头道 夜云 你开什么玩笑 你自己什么等级的异能 你自己不清楚吗 武科高考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我知道 夜云坚持道 我就是为武科高考而生的 赵明 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不着调了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赵明拒绝道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参加文科高考吧 我不同意 你修改志愿 夜云 好家伙 老班 你这么无情是吧 看来 我不得不放大招了 嗨嗨 夜云清了清嗓子道 赵老师 这件事 恐怕你不同意 也得同意 卧槽 夜云好勇啊 他怎么敢的呀 这么跟赵老师说话 嘿嘿 这小子不知道赵老师是大武士境界的舞者吗 你们猜 夜云等一下会不会直接被赵老师扔出去 有可能 夜云的话立刻便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在被拒绝的情况下 直接出言威胁班主任赵明 莫不是受刺激 脑子短路了 赵明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已经很久没遇见过感 这么跟他说话的学生了 他双手抱胸 饶有兴趣地看着夜云道 我倒想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不同意 也得同意的 根据下国官方下发的高考通知 每个学生都有自由参加高考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设置障碍 以异能等级等要求阻碍学生填报高考志愿 赵老师 你要是不让我修改高考志愿 那我只好举报你了 夜云笑呵呵地说道 嗯 有这条规定吗 你等等啊 我找找看 卧槽 还真有这条规定 赵老师要是被举报的话 没准老师都会做不成 毕竟高考可是现如今的人 足无者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夜云这小子真狠啊 人家这叫有脑子 大伙看向夜云的目光都变了 充满了崇拜 难怪他有底气应对赵明 原来是在这等着呢 不过 正常人 谁会仔细地去看那些又臭又长的通知啊 赵明文言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不见 他还真没想到 夜云的底气 竟然来自于下国官方下发的通知 他沉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同意了 你明天可以参加五课高考 只是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对自己负责 说完 赵明便是转身离开了 离开教室以后 他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道 难得有人敢挑战权威 只是可惜 这小子的异能等级实在是太低了 PS1 小白文 介意者渗入 PS2 本文承诺 不后宫 不种马 不搞暧昧 专心搞事业 第二章 异能净化 清廉地心火 好不容易等到放学 叶云一溜烟地跑回了家中 他刚刚回家便闻到了极为浓烈的饭菜香味 他向着餐桌上看去 上面已经摆满了满满一大桌饭菜 叶云来到厨房门口 笑道 老叶 今天你怎么下班这么早 而且还亲自下厨 还不是因为你明天就要高考了 我想着 今天好好犒劳一下你 叶鹏天端着一盘青椒肉丝走了出来 小云 洗洗手吃饭了 叶母白素 一脸慈爱地道 嗯嗯 叶云点点头 然后洗手吃饭 老叶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叶云加了一筷子红烧肉 由衷地赞叹道 那可不 当年我就是凭借着一手好厨艺 才在众多追求者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成功把你老妈娶回家 叶鹏天得意地道 白素闻眼脸上浮现出一丝红韵 有着称怪地瞪了叶鹏天一眼 叶鹏天看了一眼白素 笑呵呵地道 儿子 明天高考别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我已经给你找好关系了 到时候你毕业以后 就来镇灵局上班 老叶 忘了给你说了 我决定明天参加五课高考了 叶云道 什么 文言叶鹏天直接站了起来 一脸的错愕 道 你开什么玩笑 你自己什么异能等级 自己不清楚 五课高考可是会死人的 我知道啊 叶云点了点头 道 老叶 你们放心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昨日的我了 这次高考轻轻松松 拿个第一进四大学院应该没问题 老婆 我们走 叶鹏天文言一脸气愤的道 白素有些错愕的看着他 去哪啊 叶鹏天美好气的道 回房间 趁我们还能生 再生一个孩子 白素 白素文言狠狠瞪了叶鹏天一眼 看向叶云轻声道 小云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考虑清楚了 叶云肯定的道 好 老妈同意 你参加五课高考 白素柔声道 老婆 你就惯着他吧 叶鹏天文言瞪大了眼睛 我吃饱了 先回房间了 叶云往嘴里刨了满满一大口饭 然后便是上了二楼 叶鹏天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下 道 老婆 五课高考有多危险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能同意这臭小子呢 白素瞥了他一眼道 你护得了他一时 护得了他一世吗 护不了 叶鹏天挠了挠头 白素道 让他去体验体验五课高考的残酷性也好 这样以后 他就能安安心心听从我们的安排了 唉 叶鹏天叹了口气 道 好吧 叮 检测到主人 还有一个新手大礼包没有领取 请问是否立即领取 叶云刚回到自己房间 脑海中便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领取 叶云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下 点了点头 叮 恭喜主人获得特殊天赋全知之眼 异能点一千 以及异能免费加点一次 异能免费加点一次 叶云眼睛一亮 当即便是召唤出了系统界面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图第二重 加 异能 火属性 F级 加 体魄 120气血 加 精神 100赫 加 战技 火焰刀 未入门家 异能点 一千点 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 叶云当即便是明白了系统的功能和用法 毕竟这么多年的游戏不是白玩的 系统 加点 叶云目光看向异能一览 沉声道 叮 异能免费加点成功 F级火属异能 已进化到B级异能清联地心火 解释一下 之所以清联地心火才B级 是为了给后面的异火留下升级空间 上来就 SSS级后面就没法写了 伴随着系统的声音 叶云体内猛然响起一声轰鸣 紧接着无数的青色火焰 从他身体中窜出 释放着可怕的温度 在这种温度下 叶云的房间里燃起了熊熊大火 冒出滚滚黑烟 卧槽 哪来的这么多黑烟 正在一楼吃饭的叶鹏天忽然面色一变 不好 是小云的房间 白素反应最快 然后向着二楼冲去 叶鹏天紧跟其后 夫妻二人来到叶云的房间以后 当即便是看到了浑身喷火的叶云 小云的异能 貌似惊化了 白素目光凝重地道 这怎么可能 叶鹏天一脸的惊讶之色 虽说随着实力的提升 异能确实有着多次进化的机会 但这种情况 一般不会发生在一个 只觉醒F 即异能刚刚踏入五道的 矛头小子身上 白素目光灼灼地道 老叶 或许我们都低估了小云 他其实是个天才 我也这么觉得 叶鹏天点了点头 道 先把房间里的火给灭了吧 再这样烧下去 我们房子都要没了 嗯 白素点点头 他手中出现了一根白色的权杖 权杖轻轻一挥 顿时空气中有着无数的水汽凝聚 然后叶云的房间中 便是下起了小雨 咦 夫妻二人面色一变 因为这雨竟然没用 这臭小子的异能 有些不一般啊 叶鹏天沉声道 应该等级不跌 白素点了点头 手中权杖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有着一股惊人的寒气开始弥漫 在这股寒气下 房间里的大火 很快便是熄灭 呼 好冷啊 无数的青色火苗 窜进了叶云的身体里 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白素见状收起了权杖 来到了叶云的身前 一脸期盼地道 小云 你的异能净化到什么等级了 叶云眨了眨眼睛 道 必急吧 卧槽 一下子提升了四个等级 叶鹏天忍不住惊呼道 随即 他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真不愧是我的种 白素 叶云 老店 你要不要这么浮夸 叶云压抑一下激动的心情 轻声道 老叶 你们先出去吧 我要熟悉熟悉异能 好嘞 白素点点头 扯着叶鹏天的耳朵 向外走去 嗯 但这时候 叶云的眼前 却是浮现了两行陌生的信息 叶 叶鹏天 武王第七重 海城镇灵局副局长 A级异能天行剑 叶 白素 武王进第五重 A级异能兵之权杖 境界 武徒 武师 大武师 武灵 武王 武皇 武尊 武圣 武帝 每一个大境界又分为一到九重 第三章 实力大境 斩破刀 这不是老爸老妈的信息吗 莫非这就是全知之眼 叶云露出了恍然之色 那所谓的全知之眼 原来是这种用法 剑叶鹏天他们俩已经走了 叶云再度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徒第二重 加 异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120气血 加 精神 100赫 加 战技 火焰刀 未入门家 异能点 1000点 这次异能后面并未出现加号 应该是异能点不足的原因 叶云自语道 随即他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掌 异能的问题搞定 接下来就该解决解决实力的问题了 系统 加点 叶云话音落下以后 他的气息便是迎来了暴涨 转眼之间便来到了武徒第三重 再来 叶云接着道 轰 轰 轰 一声声轰鸣不断在他体内响起 叶云的实力转眼之间便是提升到了武徒第七重 这个时候 叶云果断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异能点只剩下了最后四百点 剩下的用来提升其他方面吧 得均衡发展才行 叶云自语一声 随即便是再度选择了加点 对于成熟的武者来说 异能并不是全部 体魄和精神战技同样十分重要 体魄决定着武者的身体强度 精神决定着武者对自身异能的掌控力 战技则是发挥出异能威力的手段 将所有异能点用完以后 叶云重新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徒第七重 异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180气血 精神 150赫 战技 火焰刀 精通 异能点 零点 看着空空如也的异能点 叶云皱眉道 系统 这异能点怎么才能增加 叮 猎杀凶兽即可 原来如此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 只见掌心有着一簇青色的火焰浮现 明天的武科高考我来了 叶云笑了笑 起身来到了床架子面前 将底下的一把大刀给拿了出来 他心念一动 顿时整把大刀上都缭绕着一层清廉地心火 如同附魔一般 他握着大刀 在房间中猛然劈下 顿时房间里响起了破空声 空气中有着一道漆黑的痕迹出现 不错不错 用系统将火焰刀提升到精通以后 原本没有掌握的战绩 此时完全是信手拈来 战绩的修炼 共分为四个层次 分别是 入门 精通 大成 圆满 叶云笑着再度把玩了一会儿火焰刀 然后便是将其给收了起来 他笑呵呵地来到了楼下 白素 正在沙发上追剧 见叶云下来 他一脸错愕地道 儿子 你实力提升到武徒第七重了 嗯 叶云点了点头 刚刚你不还是武徒第二重吗 白素皱眉道 老妈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有些事情 我不能告诉你 叶云轻声道 好吧 白素耸了耸肩膀 他也不是那种刨根问底的人 只要自己孩子好就行了 叶云四周看了看 道 老叶去哪里了 他去给你弄兵器了 白素笑呵呵地道 你明天不是就要参加武课高考了吗 没把衬手的兵器怎么行 哦 叶云点了点头 有些尴尬的道 老妈 我房间 没事 今晚你就在一楼的客房对付一晚吧 明天我找人重新装修一下 白素笑道 嗯嗯 叶云点了点头 有这样的一对父母 貌似也不错 臭小子快过来看看怎么样 这时候 叶鹏天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回来了 他对着叶云招了招手 叶云赶紧跑了过去 随即叶鹏天从空间球里取出了一把大刀 笑道 这把刀是三阶的 你看看怎么样 三阶 叶云文言一愣 这种有品阶的兵器 已经不能算是普通兵器了 而是法宝 老叶 这把刀得不少钱吧 叶云轻声道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给我玩杂花点钱怎么了 叶鹏天摆了摆手催促道 你赶紧看看这把刀怎么样吧 嗯 叶云点点头 将大刀拿起 仔细看了起来 只见刀身古朴 寒光内敛 一气呵成 刀柄上还铭刻着斩破二字 是吧 不错的好刀 叶云赞叹道 有了这把斩破刀 他明日的武科高考更有信心了 在大厦的武科高考中 是允许学生使用自带装备的 虽然有些学生用的是有品级的法宝 有些用的是普通兵器 但舞者的世界本就是残酷的 面对敌人和凶兽时 你总不能要求对方 使用和你一样的装备吧 物尽天责 这是所有舞者都必须明白的一点 你喜欢就好 叶鹏天文言笑了起来 随即他掏出了一枚新的空间球 递给了叶云 道 这枚空间球也是给你的 空间球 叶云文言眼前一亮 这玩意是用六阶凶兽空间兽的骨骼打造 其内自成空间 用来存放物品极为的方便 好好考试 叶鹏天笑道 老爸老妈全力支持你 嗯嗯 叶云点了点头 结果空间球 轻声道 老叶 那我就先回房间了 说完 叶云拿着斩破刀 便是向着旁边的客房走去 看着叶云离去的背影 叶鹏天看向一旁的白素道 老婆 你觉不觉得这臭小子的境界提升得有点快 咱们去灭火的时候 他还是舞图第二重呢 管那么多干啥 孩子好就行了 白素白了他一眼道 这倒也是 叶鹏天点了点头 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掌 道 老婆 我们开个会吧 白素瞪了他一眼道 滚 老娘今天没心情 好嘞 叶鹏天点点头 然后转身走进了浴室中 白素 叶云回到房间以后 爱不释手地把玩着斩破刀 他忽然想起了 今天白天上课时的情景 所有人都觉得他修改志愿 参加舞课高考 是疯了 嘿嘿 明天肯定亮下众人的双眼 第四章 高考开始 琉璃山脉 一日清晨 叶云早早地起床 这时候 白素已经替他准备好了早餐 吃饱喝足以后 叶云便是开始了洗漱 然后来到了学校 此时学校的操场上 早已是人声鼎沸 参加舞课高考的近千名学生 都是在此等候 因为 舞课高考的地点 并不在学校里 而是城外的琉璃山脉 那里 被军方圈禁多年 饲养着多种凶兽 是历年五科高考的考场 像这样的地方 几乎每座城池都有 没过多久 学校里的领导 和各班班主任到了 校长进行了简短的发言 然后他们 便是坐上了大巴车 向着城外的琉璃山脉而去 叶云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拿出耳朵戴在头上 然后开始假眉了起来 大概两个小时后 他们总算是到达了 琉璃山脉的入口 此时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着另外两所高中的考生 加起来一共三千人 清点完人数以后 各班班主任开始分发考试用品 一块智能手表 以及一把信号枪 智能手表会自动记录成绩 并且传回营地中 信号枪则是遇到生命危险时使用 当然 到时候 别人未必来得及救你 发放完考试用品以后 各个班级开始分批进入琉璃山脉 这场高考 最终会持续整整十个小时 在这期间 考生每杀死一头凶兽 都会获得相应的积分 然后按照积分排名 叶云深吸一口气 大步迈进了琉璃山脉中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清新了起来 充斥着泥土的方向 叶云便别了一下方向之后 向着琉璃山脉深处走去 那里的凶兽最多 是刷分的好地方 大约半个小时后 叶云停了下来 因为在他的前方 出现了一头一接凶兽黑狼 嘿嘿 叶云咧嘴一笑 手中出现了一团青莲地心火 然后对着黑狼快速扔去 青莲地心火准确地命中了黑狼 顿时汹涌的火焰当即便是爆开 将黑狼全身覆盖 几个呼吸间黑狼便成为了一具胶尸 异能进化到B级以后果然不凡 对付这样的一接凶兽就跟玩一样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向着手上的智能手表看去 只见上面显示的积分已经从0变成了2 一头一接凶兽才2分吗 叶云略微有些失望 但这时候系统提示音响起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一接凶兽 异能点加5点 文言叶云眼前一亮 异能点可是好东西啊 体验过系统的能力以后 他已经对系统是欲罢不能了 一边考试一边好异能点 一举二得 叶云笑了笑 随即他便是决定加快进度 他将体内灵力灌注到双腿之中 使得自身的移动速度瞬间提升了一大截 两个小时后 叶云看着眼前的一地尸体 嘴角流露出一抹微笑 这次他运气不错 遇到了凶兽群 一下子就杀了差不多20头一接凶兽 获益匪浅 他低头看了一眼智能手表的分数 再度向着琉璃山脉深处冲去 好 大约半个小时后 一旁的树丛中忽然响起一声 嘹亮的凶兽吼叫声 紧接着一道黑影对着叶云扑了上去 叶云反应极快 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他这才看清 偷袭他的是一头二接凶兽铁甲犀牛 这种凶兽天生防御力惊人 身上自带一层厚厚的铠甲 极其难以对付 铁甲犀牛头上的犀牛脚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然后他对着叶云冲撞而去 这要是被顶上 就是不死 也得脱层皮 叶云一个闪烁 跳到了一旁的大树上 然后他摊开了双掌 掌心有着浓郁的青莲地心火浮现 走你 叶云看准了机会 将手上的青莲地心火扔了过去 砰 青莲地心火砸在铁甲犀牛身上 当即便是爆裂开来 化作无数的火焰将铁甲犀牛包裹 铁甲犀牛当即便是发出痛苦的哀嚎 发了风一般 不断地冲撞着叶云所在的大树 眼看着这棵大树 马上就要被撞断 叶云手中出现了斩破刀 刀身上有着一层浓郁的青莲地心火涌现 然后他爆喝一声 从大树跳下 对着铁甲犀牛一刀狠狠砍下 噗哧 铁甲犀牛的脑袋跟身子直接分家 温热的血液建设的到处都是 弄了叶云一身 叶云有些嫌弃地皱起了眉头 然后将斩破刀给收好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二阶凶兽 亦能点加十点 还是二阶凶兽划算啊 叶云感慨道 随即他向着手腕上的智能手表看去 此时他的总积分是87 也不知道87能排进多少名 感觉有点少啊 叶云自语一声 随即便是加快速度 继续往琉璃山脉深处冲去 越是靠近山脉深处 遇到二阶凶兽的概率越大 积分也要多些 琉璃山脉外的营地中 各个学校的校长班主任 齐聚于此 在他们的面前 是一块块巨大的光幕 光幕上 此时正在轮流播放各个考生的画面 不应该啊 赵明眼睛死死地盯着其中一块光幕 这块光幕上 显示着考生的实时排名和积分 他的目光定格在了叶云的名字上面 只见此时叶云的名字排名第二 只比第一名少了三分 这个排名和分数意味着 叶云至少已经击杀了50头凶兽 这小子的异能不是菜F级吗 怎么可能排名这么高 赵明的心中满是疑问 咦 这个叫叶云的是哪所学校的 这时候 海城的教育处处长徐山 也注意到了叶云 每所学校的尖子 他那里都有资料和记录 但这个叶云 明显不在他手里的名单中 是个异类 叶云 不是我们学校的 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成绩竟然压过了许多尖子声 快看 他超过第一名了 卧槽 他的积分怎么上升得这么快 一两分钟的功夫 就上升了差不多50份 在场的诸位老师和校长们 此时都是议论了起来 徐山皱着眉头道 你们三个校长怎么回事 这种优秀考生 也不早点报上来 做个备案 第五章 斩杀双头魔暴 这 三位校长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突然冒出来的 这位叫叶云的考生 确实不在他们关注的名单中 嗨嗨 这时候 赵明站了出来 他弱弱地道 叶云是我班上的学生 是我们学校的 义中校长李军文言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他拍了拍赵明的肩膀道 老赵啊 你藏得够深的 是不是想要在高考的时候 给我个惊喜啊 赵明有些尴尬地道 这个叶云的异能只有F级 而且他原先志愿报的是文科高考 昨天才修改了志愿参加五科高考的 这怎么可能 李军文言一脸的惊讶 徐山淡淡地道 将这个叶云的监控画面 调出来看看 不就知道了 是 技术员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操纵了起来 很快 叶云的画面便是被调了出来 此时画面中的叶云 正手持斩破刀 跟一群凶兽战斗 表现那叫一个猛啊 嗯 这就是你说的F级异能 这绝对不可能 就是 你看刀身上的那层火焰 异能等级 绝对至少是C级 不对 我觉得是B级火焰 这小子的体魄和精神力 也十分惊人 不然不可能这么猛 这是真正的人才啊 诸位老师议论了起来 李军皱眉看向赵明道 老赵 你确定叶云的异能等级 只有F级 确定 赵明点了点头 道 之前他的异能测试 还是我亲自做的 李军摇了摇头 道 那这就奇怪了 不奇怪 徐山笑了笑 道 你们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异能进化 文言众人都沉默了下来 这确实是最好的解释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叶云绝对是个难得的天才 在武途境便能够使异能进化 并且一次跨越了四五个异能等级 这意味着 叶云将来还有很大的概率 会迎来多次进化 这尼玛不是天才 什么才是天才 众人看向李军的眼神都变了 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怎么就落在了异中的手中呢 看来异中下学期的教育经费 不用愁了 呼 将这群凶兽给弄死以后 叶云喘着粗气 幸好他用系统 将体魄和精神力提高了一截 不然这么高强度的战斗 他绝对支撑不住 所幸结果是好的 他才是笑到最后那个 缓过来以后 叶云从空间球里取出了能量棒矿泉水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现在高考的时间已经过半 接下来得抓紧些才行 好难吃 叶云皱着眉头 能量棒虽然能快速补充体力 但味道吗 真的是一言难尽 咦 叶云忽然看向旁边的凶兽尸体 这不是有现成的食物吗 他笑了笑 来到了一头尸体 还算完整的凶兽面前 将其开膛破肚 然后用清廉的新火烤了起来 大约十来分钟后 便有香喷喷的烤肉香气弥漫 叶云咽了咽口水 用刀割下一大块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几口烤肉下肚 他的疲惫便是一扫而空 甚至于有种精力用不完的感觉 难怪那些餐馆里 一盘普通的辣椒炒凶兽肉 能卖到一千多一盘 叶云露出了恍然之色 看来以后得多多食用凶兽肉才行 对了 下次在空间球里放点调味料 吃饱喝足以后 叶云再度开始寻找起了凶兽的身影 这小子倒是挺会享受的 用凶兽肉来补充体力 确实比能量棒好多了 他的火属性异能 在这种环境下 确实有一定优势 其他考生恐怕就是想到了 用凶兽肉补充体力 也没带营火工具 营地中的诸位通过监视器看着这一幕 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又过去了三个小时 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中 叶云又猎杀了不少的凶兽 获得了大量的积分 这也直接导致他的积分 大幅度领先第二名 但此时的他却是有些倒霉 因为他遇到了一头三阶凶兽 这头三阶凶兽名为双头魔暴 天生便极为擅长速度 十分难以对付 叶云紧紧握着手中的斩破刀 斩破刀上清廉地心火不断摇曳着 有一种十分另类的美感 双头魔暴轻轻踏步 目光看向斩破刀上火焰 隐隐有着忌惮之色 凶兽到了三阶这个层次 早已有了一丝灵智 并不完全依靠本能 而凶兽天生就对火焰 雷霆之类的自然力量感到畏惧 叶云显然也是发现了这一点 他手掌在斩破刀刀身之上抹过 顿时上面的清廉地心火 越发主撞了起来 好 对峙了一会之后 战胜了他那一点为数不多的灵智 对着叶云扑了上去 叶云握着手中斩破刀 同样是向着双头魔暴冲了过去 双头魔暴张嘴一吐 顿时两颗幽黑的光球 闪电般地向着叶云飞去 哼 叶云冷哼一声 一刀便将这两颗光球 给劈成了两半 但这时候 双头魔暴的身影也到了 他锋利的爪子 对着叶云的胸口抓去 叶云抽刀回身 显之又显地避开 然后一刀劈在了对方的爪子上面 当 顿时火花四剑 发出一声类似于金属碰撞的声音 好硬啊 叶云见状 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 道 看来不开大事不行了 随即他体内 灵力尽数倾巢而出 注入了手中的斩破刀 斩破刀立刻散发出耀眼的寒光 下一刻 叶云对着双头魔暴狠狠劈下 顿时一道一米多长的火焰刀光 宣泄而出 刀光锁过之处 地面化作了一片漆黑之色 好 双头魔暴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发出阵阵嘀吼 他嘴中有着浓郁的幽光凝聚 随即 两道幽光轰然射出 向着叶云而去 砰 两者在半空中轰然相撞 将地面炸出了一个深坑 然后那两道幽光 被火焰刀光所覆灭 刀光闪过 双头魔暴被一分为二 死得不能再死了 呼 叶云用斩破刀处着地面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刚刚那一刀看似简单 但对他的消耗却是极大 第六章 高考落幕 接受挑战 这小子的战里有些变态啊 竟然一刀 就把双头魔暴给砍了 是啊 看他战斗时的灵力强度 他本身的境界 应该才武徒第七重而已 这次一中 真的是捡到宝了 营地里的众多身影议论道 叶云喘过气以后 便是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徒第七重 加 义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180气血 加 精神 150赫 加 战技 火焰刀 精通加 异能点 786点 叶云想了想 决定先提升境界和战技 这两项在当前的情况下 是最实用的 系统 加点 伴随着一声轰鸣 叶云的气息 暴涨到了武徒第九重 战技火焰刀 也由精通变成了大成 加点结束以后 叶云向着系统 异能点一栏看去 异能点 13点 这玩意 真是不经用啊 叶云吐槽了一句 然后看了看时间 距离高考结束 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了 该发起一波冲刺了 叶云自语一声 然后再度开始了猎杀凶兽 与此同时 外面的营地光幕上 他的分数也开始了暴涨 卧槽 叶云这小子的积分 怎么突然长得这么快 已经超过第二名快三倍了 快看监控 好猛啊 他的实力 好像增长了一大截 到达武途第九重了 难怪他猎杀凶兽的效率 提升了这么多 诸多老师 见叶云的经验表现 都是忍不住议论了起来 其中最开心的 莫过于义中的校长李军 和班主任赵明了 难怪这小子 昨天死活 都要修改志愿 昨天他修改志愿的时候 应该艺能就已经进化了吧 感情这段时间 这小子一直在伴珠吃虎 自身艺能进化的消息 愣是一点都没说 赵明美滋滋地 在心中歪歪了起来 学生优秀 他这个班主任脸上有光啊 叶云这次 很有可能获得 我们东海省的高考状元 看着叶云的表现 和飞速上涨的积分 教育处处长徐山 给出了最高的评价 文言在场 众人都是神色异素 时隔这么多年 海城总算要出一个 高考状元了吗 琉璃山脉中 叶云低头 看向自己手中的斩破刀 此时整把斩破刀 都已经被受血染红 而他的身上 也到处都是凶兽血迹 原本的白色短袖 此刻几乎变成了红色 当前积分 998 叶云看着智能手表上的成绩 他轻声道 这个成绩 应该能够稳居第一了吧 貌似去年海城的五科高考 最高分才差不多300而已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此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想了想之后 叶云再度开始了猎杀凶兽 虽然第一已经稳了 但闲着也是闲着 多猎杀几头凶兽 赚点一能点也不错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 叶云手腕上的智能手表 忽然发出了滴滴滴的声音 这意味着高考结束 所有人都必须立刻返回营地 叶云掏出纸巾擦了擦斩破刀 上面的血迹 然后将其收起来 开始踏上了反尘 卧槽 那个叫叶云的 怎么考了1123分 不会吧 该不会是他智能手表坏了吧 哼 别酸了 统计分数 用的智能手表 压根不可能出错 他不是只有S级异能吗 难怪昨天这小子发了疯一样 修改志愿 原来这么猛 我猜他是故意隐藏了实力 不少考生返回了营地 当他们看到 那块显示排名和成绩的光幕时 都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 毕竟 叶云的成绩足足高出了第二名四倍 这个差距 实在是有些太过夸张了 一旁的徐山笑呵呵的道 看来这些臭小子 对叶云的成绩很不服气啊 这很正常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心高气啊 李军笑呵呵的道 其余校长和诸位班主任 则是没有说话 没办法 他们也非常眼长 叶云要是自己的学生 该多好啊 唉 这次一中赚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叶云总算是返回了营地 无数双眼睛 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就是叶云 看上去很普通吗 听他同班的同学说 他只有F级异能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种话你也信 你见过 F级异能考出一千多分的 众人议论了起来 对于这些声音 叶云全当做了耳旁风 毕竟两世为人 他的心智 比这些小屁孩成熟多了 他看向营地中央的光木 他的名字赫然第一 并且高出了第二名四倍 看来 我的成绩还不错 叶云见状笑了笑 叶云 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这时候 却忽然有着一道大鹤声响起 叶云文声扭头看去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青年 青年手握一把夸张到了极点的重剑 神色阴冷 是排名第二的李长生 据说他亦能是A级的无风重剑 看样子 他这是不服啊 要是我的话也不服 毕竟两者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 见状不少考生 都是幸灾乐祸地看起了热闹 李军看向二中的校长张大牛道 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这样输不起的 张大牛文言脸黑的都快跟炭一样了 他问声问气地道 我这就去把李长生叫回来 不必了 徐山出声道 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好吧 张大牛文言这才作罢 挑战我 叶云笑呵呵地道 好啊 待 李长生抱贺一声 手中重剑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一剑向着叶云劈了过去 原本十分沉重的巨剑 在他的手中却仿佛轻弱无物一般 空气中响起一连串的阴暴声 见状 叶云眼皮子一抖 他右手掌心 出现了一团浓郁的青色火焰 当这青色火焰出现的瞬间 整个营地的温度都上升了不少 随即叶云的身影暴射而出 向着李长生一掌拍去 碰 李长生的身影当即便是倒飞了出去 喷出树口鲜血 重重砸在地上 胸口的皮肉都给烧焦了 第七章 瞬间秒杀 叶云拍了拍手有些意外的道 原来你这么弱呀 我都还没认真起来呢 不吃 听到这话 李长生当即便是气急攻心 再度喷出一口鲜血晕了过去 呃 这就结束了 好强的战力啊 难怪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那么高的分数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叶云吗 众人见状 都是一脸吃惊地议论了起来 没想到排名第二的李长生 和叶云的差距竟然真的这么大 嗨嗨 这时候一直在旁边看戏的诸位领导老师走了出来 徐山看了一眼昏迷的李长生道 来个人 抢救一下 好烈 当即便是有着一个中年汉子走出 他掌心有着碧绿色的灵力浮现 不断涌入了李长生的身体中 李长生胸口被烧焦的皮肉 当即便是恢复了正常 然后整个人清醒了过来 治愈细异能 看见这一幕 叶云眼瞳一缩 拥有治愈细异能的舞者 不管走到哪里可都是抢手货 清醒过来的李长生 目光有些怨恨地看着叶云 只是整个人显得奄奄的没有惊气神 看来 叶云刚刚那一掌对他的打击不小 盯着我干啥 我连战绩都还没用吗 自己垃圾能怪得了谁 叶云小声地嘀咕道 文言徐山他们都是忍不住嘴角抽出了一下 其他考生或许听不见 但他们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恭喜大家顺利完成这次高考 因为本次高考 有着两百多名考生不幸死亡 教育处会对这些不幸死亡的考生 妥善安排后市发放抚恤金 徐山面色凝重地说道 文言在场 众人都是忍不住跟着面色凝重了起来 这次高考 差不多有三千名学生参加 但却死了两百多个 死亡率接近10% 这样的死亡率已经极其恐怖了 发完言以后 徐山轻声道 你们先原地休整一下 叶云跟我来 说完 他和诸位校长班主任 便是转身走进了一旁的帐篷里 叶云文言耸了耸肩膀 然后跟了进去 等叶云走进去以后 所有人都围了上去 叶云被这么多人围着 当即有些不适 他双手抱胸戒备地道 你们要干啥 果然是气度不凡 这种人才 怎么就让一中给捡去了呢 就是 诸位老师一脸遗憾地议论道 徐山挡在叶云身前 瞪了他们一眼 道 干啥呢 别把叶同学给吓着 处长 我们这不是比较欣赏他吗 众人信信地道 徐山转身看着叶云笑道 叶同学 恭喜你这次 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的好成绩 等全省排名出来以后 你很有可能是这次的高考状元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徐山接着道 叶同学 听说你以前的异能只有F级 但你在高考中的表现 明显不太符合这一点 所以 你的异能是进化了吗 是啊 叶云点了点头 道 现在我的异能是B级 虽然他是因为系统加点 才拥有了B级异能 但最终结果 其实和异能进化一样 死 尽管众人心中早有猜测 但听到叶云亲口确认 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刚觉醒不久 异能便迎来了进化 一下子跨越了四个异能等级 这是何等的天才啊 全省排名大概三天后才会出来 因为教育处会对高考成绩 重新做一遍核对 这几天时间 叶同学安心在家等待消息即可 徐山笑着说道 然后他看了一眼时间道 时候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返程了 嗯 诸位老师文言 转身走出帐篷安排去了 李军笑呵呵地道 叶同学 你等会直接坐我的车回去吧 我和老赵跟你好好聊聊 好吧 叶云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很快 他们一行人便是离开了琉璃山脉 一辆大马力越野车的后排上 叶云坐在中间位置 他左边是李军 右边是赵明 赵明笑呵呵地道 你小子藏得真够深的 难怪你昨天死活要修改志愿 叶云笑道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吗 李军则是道 等全省排名公布以后 我要把你的照片挂在学校荣誉墙上 对了 走廊也要安排上 叶云 校长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浮夸啊 晚上差不多十一点 叶云才返回家中 叶彭天和白素两人都坐在客厅里 见叶云回来 两人连忙问道 考得怎么样 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东海省的省状远 应该是稳了 叶云笑呵呵地道 卧槽 叶彭天激动地站了起来 道 真的假的 臭小子 你该不会骗我们吧 叶云白了他一眼 道 老叶 我要是骗你死全家 叶彭天 白素 好大 你还真是孝顺啊 见叶云如此自信 两人都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叶家祖坟终于冒清烟了 叶彭天拍了拍叶云的肩膀道 儿子 不愧是我的肿 没给咱们叶家丢脸 叶云笑了笑 他轻声道 我先去洗个澡 浑身的受血难受死了 嗯嗯 快去吧 白素点了点头道 好孩子 你没受伤吗 没有 叶云摇了摇头 然后转身 走进了浴室里面 滚烫的热水 不断浇在他的身上 浴室里 有蒸腾的雾气 开始弥漫 叶云忽然有种恍惚的感觉 仿佛一切都是在做梦一样 人生大梦几千秋 就当作是一场梦也好 片刻后 叶云笑了起来 洗干净以后 他穿好衣服来到了外面 此时的叶蓬天 正忙着到处显摆 喂 老李啊 睡了没有 其实我也没啥事 就是我儿子今天高考 一不小心 拿了一个省状元 这种事 我能骗你吗 我要是骗你的话 死全家 叶云和白素 随即叶云和白素 打了声招呼 然后便是上楼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原本昨天 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房间 此时已经恢复了原样 叶云心中有着暖意流淌 他召唤出了系统面板 第八章 最终选择 青龙学院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徒第九重 加 易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180气血 加 精神 150赫 加 战绩 火焰刀 大成加 易能点 673点 看着眼前的面板 叶云想了想 他决定先将实力给提升一下 系统 加点 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体内便传出了一声轰鸣 然后他的气息便是暴涨到了武师第一重 呼 好强大的感觉 叶云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 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即 他向着易能点看去 易能点 373点 刚刚提升境界 用了300易能点 剩下的 就拿来提升体魄和精神力吧 毕竟光有境界 没有强大的体魄和精神力支撑也不行 叶云随即便是再度选择了加点 将剩下的易能点用得干干净净 体魄 230器械 精神 210赫 看着暴涨的体魄和精神力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将系统界面关掉 开始熄灯睡觉 白天一整天都在跟凶兽战斗 说不累 那都是骗人的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叶云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休息 吃饱了就睡 睡醒了就吃 三天后的早晨 他接到了班主任赵明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赵明显得十分激动 叶云 高考成绩出来了 你这次就是省状元 四大学院的招生老师已经在学校了 你赶紧过来 好的 叶云闻言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挂断了电话 来到楼下 他跟白素打了声招呼 然后便是打车来到了学校 直奔校长办公室 此时的办公室中 校长李军和班主任赵明都在 除此之外 还有四个陌生人 叶同学你来了 这四位是四大学院的招生老师 李军笑呵呵地道 这时 四大学院的招生老师开始了自我介绍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穿着西装的青年男子 青年男子轻声道 我是青龙学院的招生老师李金哲 第二个自我介绍的是 一位赤裸着上半身的金状男子 男子胸前描绘着一只巨大的玄规 他问声问气地道 我是玄武学院的招生老师林霸天 第三个自我介绍的 是一名年轻的女子 女子穿着OL制服 戴着黑矿眼镜 一双修长圆润的大腿 被黑丝包裹 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 他娇嘀嘀地道 我是朱雀学院的招生老师 目无双 最后一位自我介绍的 则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 看上去跟个老干部似的 他笑呵呵地道 我是白虎学院的招生老师赵无极 等四人介绍完以后 李军笑呵呵地道 叶同学 四大学院的分量 相信我不用多说你也明白 你想去哪所学院 文言 四人都是静静地看着叶云 等待他做出决定 嗯 叶云见状一愣 你们不应该争着抢我 然后给出优待条件吗 难道我的剧本打开方式不对 五无极皱眉道 叶同学麻烦你快点 我们还赶着去下一个省吗 哦 好的 叶云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然后道 我选择青龙学院 这几年 青龙学院发展势头不错 隐隐有超过其他三大学院的迹象 见叶云已经做出了选择 其余三大学院的人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的留恋 青龙学院的李金哲 则是笑眯眯地掏出了一份合同 道 叶同学 签下这份合同 你就是我们青龙学院的人了 叶云接过合同 有些不死心地道 你们对省状远 就没有优待条件吗 没有 李金哲很是诚实地摇了摇头道 好吧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力所地签下了合约 李金哲将合同给收好 道 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 我会亲自来接你 说完 李金哲便是转身离开了 武道学院和传统的文科大学不同 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寒暑假 整个学院的风格 更倾向于传统的宗门 等李金哲走后 李军笑呵呵地道 是不是有点失落 原本以为自己都省状远了 四大学院肯定会开出各种条件 争抢自己 结果却并没有 是有点 叶云诚实地点了点头 你有这种想法 也是正常的 赵明笑道 等你去了青龙学院以后 就会明白了 那里的竞争比 哪里都激烈 甚至于每年都有着 不少所谓的天才趋势 嗯 叶云点点头 具体的也没多问 反正过几天就知道了 李军笑呵呵地道 叶同学 咱们一会儿拍个照吧 对了 会议室还有不少媒体 等着采访你呢 叶云 好家伙 感情我早就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叶云苦笑道 校长 我这人喜欢低调 我能不去吗 李军笑着摇了摇 道 不能 赵明帮腔道 为了咱们学校下学期的招生率 你就配合一下吧 好吧 叶云无奈点了点头 等应付完这些琐事以后 李军和赵明 又拉着叶云喝了顿酒 甚至于 还豪气冲天地点了好几盘凶瘦肉 吃饱喝足以后 叶云方才打车返回了家中 这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白素见叶云回来 轻声道 儿子 你最终选择的哪所学院 叶云上前笑呵呵地搂着他道 老妈 我选择的青龙学院 三天后 他们来接我 嗯 白素点了点头 并未多说些什么 他向来不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的家长 十分尊重叶云的意见 这种事 叶云做主即可 校长和老班 中午请我吃饭了 我喝得有点晕 先去休息了 叶云满嘴酒气地道 好 白素轻轻点了点头 叶云则是向着二楼自己的房间走去 晚上叶鹏天早早地回家 准备起了饭菜 然后父子二人再度好好喝了一顿 按照叶鹏天说法 这顿酒就是叶云的成人礼 以后他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第九章 顺利抵达土豪的青龙学院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一向十分忙碌的叶鹏天 罕见地没有去镇林局上班 而是一直待在家里 甚至于还一直亲自下厨 每顿饭都十分地丰盛可口 如此富爱爆棚的一幕 让叶云和白素都是有些不适应 好在三天时间转眼便道 这天叶云家的房门被敲响 叶鹏天打开房门一看 门外站着的正是李经哲 李经哲十分有礼貌地道 叶副局长 我是来接叶云前往青龙学院的 叶鹏天有些意外地看着他道 你认识我 李经哲微笑道 学生的家庭情况 我们总归是要了解一下的 万一是光明娇的人怎么办 嗯 叶鹏天点了点头 扭头大声喊道 儿子啊 青龙学院的人来接你了 好嘞 叶云应了一声 然后从二楼缓缓走了下来 这时候白素听见声音 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老爸老妈 我走了 叶云轻声道 嗯 保重 叶鹏天夫妻二人轻轻点了点头 叶云来到了门外 看向李经哲道 李老师 我们走吧 嗯 李经哲点了点头 然后拉着叶云往半空中跳去 卧槽 叶云这才注意到 原来他家的房顶上 悬浮着一艘巨大的飞船 是的 可以飞的船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一艘飞船算不了什么 李经哲带着叶云 稳稳地落在了飞船甲板上 笑道 叶云落地以后 便是好奇地打量了起来 此时的甲板上 还有着不少的身影 应该都是和他一样 前往青龙学院的学生 在这些身影中 叶云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便是李长生 嗨 手下拜将你好啊 叶云热情地打着招呼 李长生脸一黑 然后默默地走远了一些 装作不认识叶云 叶云撇了撇嘴 道 小气鬼 随即他有些好奇地 看向李经哲道 李老师 怎么李长生 也被青龙学院录取了 你说这个啊 青龙学院那么大 只收每个省份的状元怎么行 所以一般 每座城池的前三名 都有机会进入青龙学院 李经哲看了一眼 远处的李长生道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站稳了 走 随即李经哲叮嘱一声 手中截出了几道掌印 打入了脚下的飞船中 顿时飞船发出一声轰鸣 船身表面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圆形护照 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海城 叶鹏天夫妻二人 站在门口看着远去的飞船 眼中有着不舍 这臭小子 走的时候 也不知道多看我们两眼 叶鹏天有些无语的道 白素柔声道 这样也挺好的 而砸去青龙学院是好事 就应该高高兴兴地走 你就是海城的那个省庄园 听说你的异能原本只有F级 但突然进化到了B级 真的还是假的 你看上去也很普通吗 这时候 不少人都是聚拢了过来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叶云 目光中多多少少带着审视的味道 叶云才懒得满足这些人的好奇心 他自顾自地走到了一旁 然后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 这小子什么态度啊 就是 我们跟他说话 他竟然敢不搭理我们 这人好没礼貌啊 见叶云里都 不理他们就走开了 众人顿时有些生气 这小子有些不合群啊 李金哲看着这一幕 若有所思的道 飞船破空而行 沿途又经过了不少的城池 接了不少的新生上船 经过大半天的航行以后 在下午五点多 飞船总算是抵达了青龙学院 看着眼前的青龙学院 叶云忍不住震撼了起来 只见青龙学院 坐落在一座万丈高的庞大山峰上面 即便是隔着老远 也能看见山峰上的无数建筑物 这般规模 哪里是学院啊 叶云低声嘀咕道 飞船缓缓驶进青龙学院 然后在广场上落下 周围陆陆续续 有着不少其他迎接新生的飞船降落 李金哲站在船头沉声道 你们就留在甲板上 不要下船 稍后会有人来安置你们 说完 他便是转身离去了 留下了面面相去的众人 原来这就是青龙学院 不知道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我总算是进来了 希望我能活到顺利毕业 飞船上的众人议论道 嗯 叶云敏锐地捕捉到了 其中的一条发言 那就是能顺利活到毕业 他忍不住向着 刚刚说出此话的人看去 那是一个看上去 人畜无害的小胖子 嘿嘿 小胖子似乎是察觉到了 叶云的目光 扭头看着叶云 嘿嘿笑了起来 叶云收回目光 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一伙穿着青龙学院 学生制服的人 走上了飞船 然后他们向每个人 开始发东西 发的东西 有一份地图 一把钥匙 以及一本新生手册 地图上标注的位置 便是你们的宿舍 新生手册里面全是干货 你们一定得认真看 交代了两句之后 他们便是离开了 向着下一艘飞船走去 叶云低头看向手中的地图 顿时忍不住 嘴角抽出了起来 不得不说 青龙学院是真的大 很快 他便在地图中 找到了自己宿舍的位置 然后他下船 向着地图上的位置走去 半个小时后 叶云站在一栋二层别墅门口 有些不敢相信得到 这尼玛是学生宿舍 不应该是四人间那种吗 反正手里有钥匙 试试不就知道了 叶云深吸一口气 然后尝试着 用手中的钥匙 向着锁孔对去 咔嚓 伴随着咔嚓一声 别墅的大门打开了 这还真是学生宿舍 看来青龙学院 不是一般的豪奇 叶云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然后他就在别墅里 开始了转悠 冰箱彩垫 大床浴室 所有生活用品 一应俱全 叶云美滋滋地道 一个人独享这么大的别墅 怎么感觉有些罪恶呢 第十章 学院的两大制度 叶云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 等新鲜进过的差不多了以后 他便是打开新生手册 认真地看了起来 翻开新生手册以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青龙学院最重要的两大制度 那就是积分制和导师制 所谓的积分制 便是在学院中 人人都可以通过完成任务等方式 来获取积分 积分在学院便是代表着一切 功法 战计 法宝 丹药 只要是 你能想到的东西 都能够在学院用积分兑换到 而导师制 简单的理解就是小班教学 学院的导师 共分为三种 分别是荣耀导师 黄金导师 青铜导师 每位导师带的学生 一般不会超过五位 以此来达到精益求精的目的 这两项制度 倒是挺有意思的 可对我来说 却没啥用 因为我有系统 压根不需要任何导师的指点 叶云沉吟了片刻之后 轻声道 然后他便是接着看了起来 接下来的内容 是青龙学院对学生的划分 青龙学院并未按照传统 将学生划分为 大一大二大三之类的 而是将学生划分成了四院 分别是一心院 二心院 三心院 四心院 一心院学生 每个月可获得200点积分 二心院每月400点积分 三心院每月800点积分 四心院每月1600点积分 若是一心院的学生 想要升入更高的院级 只需发起挑战 连续战胜三名该院的学生即可 这不就是典型的优胜劣汰吗 叶云吐槽道 为了每月获得更多的积分 所有人肯定都希望 能够升入更高的院级 如此一来 便能够使青龙学院的学生 一直保持竞争状态 吐槽完后 叶云便是拿着新生手册 接着看了起来 接下来的内容便是 青龙学院将在半个月后 召开新生大笔 届时 学院的导师们 会根据每位学生 在大笔中的表现 做出选择 当然 最让人瞩目的 便是此次新生大笔的奖励 一千点积分 以及任选一部 地阶低级战绩 看来这次的新生 大笔我必须得参加 叶云眼睛中闪烁着金光 他倒不是冲着 所谓的则失去的 而是看中了第一名的奖励 那便是地阶战绩 要知道 在这个高阶功法战绩 受到严格管控的时代 弄到一本地阶战绩 那可是难如登天 做出决定以后 叶云便是放下了 手中的新生手册 他摸了摸肚子 今天一天还没吃饭呢 他起身离开别墅 按照地图上的位置 向着食堂走去 大约十多分钟后 叶云便是来到了食堂 食堂共分为七层 最下面两层 免费供应学生 一、二阶的凶兽肉 上面的五层 则是供应高等阶的凶兽肉 不过需要用积分兑换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 正是饭点的时候 因此 食堂的最下面两层 都是排起了长龙 叶云差不多排了一个小时 才排到 他用餐盘打了 满满一大盘的肉 然后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 免费供应一 二阶凶兽肉 这可是大手笔 不吃白不吃 他很快便是将 满满一大盘凶兽肉 消灭干净 吃完这些凶兽肉以后 叶云感觉自己浑身暖暖的 像是体内有个小火炉 长期食用凶兽肉 对身体有着莫大的好处 单单是可以白嫖凶兽肉 这一项 就赚大了 叶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笑道 叶云穿着浴袍 开始沉思了起来 刚才他吃饭的时候听见 这次刚入学的新生中 有着双SS及异能存在 并且 此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五师第九重 足足比自己高了八个小境界 面对这种真正的顶尖天才 叶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看来得赶紧提升实力才行 这次的地阶战绩我志在必得 叶云低声道 很快他便是做出了决定 那就是去领取任务 这样既能够获取积分 又能够获得异能点提升实力 我真是机智的一批啊 叶云忍不住夸赞了一句自己 然后便是美滋滋地 开始睡觉休息 青龙学院的一间宽大办公室中 此时灯火通明 里面坐满了学院的导师 这些导师的表情都十分严肃 因为在他们的面前 播放着一段有些模糊的画面 画面中 隐隐可以看到一个诡异的身影 这时候 一个穿着碎花小裙的女子 缓缓走了进来 众人见状功声道 副院长 你来了 嗯 女子点了点头 皱眉道 怎么样了 情况非常糟糕 虽然这段视频十分模糊 但根据幸存者的描述 以及我们检查尸体的情况来看 这是一种新出现的诡异生物 其中一名导师皱眉道 她胸口别着一枚胸针 上面隐隐可以看见荣耀二子 文言女子眉头皱得更深了 片刻后 她叹了口气道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吧 我会通知镇灵局那边加强戒备 有些事不是我们所能阻止的 这地心近百年来的安宁日子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结束了 文言众人的面色都是变得极其难看了起来 第十一章 领取任务 进入丛林秘境 叮铃铃 第二天清晨 闹钟准时响起 叶云从床上爬起来 开始洗脸刷牙 做完清洁以后 她便是来到食堂吃早饭 吃饱喝足之后 她禁止来到了学院的任务大厅 只见任务大厅中人来人往 大厅中央挂着数块屏幕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各种任务信息 叶云看了一会儿 心中便有了主意 于是她来到了柜台 轻声道 你好 我想要领取八百五十六号任务 好的 工作人员轻声道 麻烦你把学生卡给我一下 学生卡 叶云一愣 皱眉道 不好意思啊 我是昨天才到的新生 还没办学生卡呢 没关系 那你把身份证给我吧 我顺便把学生卡帮你办了 以后你的积分 都会直接打到学生卡里 工作人员十分地善解人意 谢谢 叶云到了声谢 然后掏出身份证 递给了对方 那 都办好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 工作人员将学生卡和身份证 递给了叶云 同时递给叶云的 还有一份详细的任务单 叶云走到一旁 对着任务单仔细看了起来 任务编号 八百五十六号 任务地点 江南省 江城 丛林秘境 任务内容 收集到二十株琥珀草 任务奖励 四百点积分 注意事项一 本任务推荐武师 进武者领取 注意事项二 丛林秘境中午街 凶兽出没 请注意安全 注意事项三 琥珀草喜欢湿润的地方 可沿着河流寻找 看完任务单以后 叶云拿出手机 开始订票 青龙学院 距离江城距离可不近 足足有着差不多一千公里 高铁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到 好在身为大厦的顶级五道学院 青龙学院的各种配套设施 极为的完善 高铁站 汽车站都有 叶云在手机上订好票以后 便是静止 来到了学院山脚下的高铁站 然后耐心等待了起来 大概四十分钟后 他总算是如愿地坐上了 前往江城的高铁 高铁在铁轨上飞速驰骋着 叶云拿起手机 搜索起了丛林秘境的相关信息 毕竟是第一次进入秘境 该做的准备 还是要做的 了解完丛林秘境的信息以后 叶云拿出耳机带上 开始了睡觉 差不多下午二点 叶云顺利抵达了江城 他先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城 买了批户外用品 然后这才打车 来到了丛林秘境的入口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扇巨大的青铜门 青铜门上刻满了各种复杂无比的纹路 仅仅只是多看了几眼叶云 便感觉头晕目眩 他赶紧收回了目光 然后老老实实地开始排队 像这种秘境 进去探险都是需要购买门票的 而且价格不低 一般都是好几千起步 好在叶云有青龙学院的学生卡 可以免费进入各大秘境 单单是这一点 便能够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没过多久 叶云便顺利进入了丛林秘境中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 便是那绵延不断的巨大山脉 这里的每一棵树木 都是格外的高大 如同原始森林一般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像这种秘境 常年被各种各样的人光顾 边缘位置早就不知道 被搜刮了多少遍 因此 只有一直朝着秘境深处走去 才能有所收获 这一走就是三个多小时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面 叶云毛都没有遇见一根 而且此时的秘境中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叶云无奈 只得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 开始安营扎寨 因为在秘境中 晚上的危险性会成倍增加 所以很少 有人会选择在晚上活动 搭建好帐篷以后 叶云从空间球里 取出面包矿泉水吃了起来 虽然味道一般 但好在能够冲击 谁让他这么倒霉 一头凶兽都没有遇见呢 这样下去 迟早会劫则而鱼 叶云摇了摇头 凑合吃了一口之后 叶云便是靠在一棵大树上 开舍神游 秘境中 手机没有信号 他又有系统 不用苦哈哈的修炼 因此显得 这夜格外漫长 随着时间流逝 叶云好不容易 挨到了晚上11点多 他总算是 有了一些睡意 他起身 准备回帐筒里面睡觉 但却突然发生了异变 只见一道 寒光快若闪电地 向着他脑袋冲去 哼 叶云瞬间清醒了过来 然后脑袋向着旁边一歪 显直又显地避开了这一击 只见一把巴掌大小的飞刀 深深地插进了一旁的大树中 刚才若不是叶云躲避及时的话 恐怕此时他的脑袋已经开花了 好小子 反应倒是挺快 一声轻笑响起 一个面目猙獰的中年人 从夜色中走出 叶云健壮淡淡地看着他 目光中已然有着寒意 在这种地方 杀人越货 可是常有的事情 永远不要去低估人性的恶 小子 今天你遇到我江南第一大道 算你倒霉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乖乖把空间球给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中年人出声威胁道 呃 叶云先是一愣 随即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什么鬼 江南第一大道 我尼玛 还是宇宙第一深情呢 见叶云的态度 中年人眼中闪过一抹怒气 他的身影 向着叶云快速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手中出现了数把飞刀 向着叶云招呼而去 C级异能 小李飞刀 找死 叶云健壮目光一寒 手中出现了斩破刀 斩破刀上 缭绕着浓郁的清廉地心火 使得周围的温度 瞬间提升了一大截 碰 碰 碰 那些飞刀被叶云劈飞 然后他快若闪电地 来到了中年人的面前 向着他的脖子抹去 不好 中年人面色大变 他发现 自己动手之前 严重地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反应过来之后 他第一反应 便是想要逃跑 只见他脚掌狠狠一塌地面 顿时地面炸出了一个深坑 他本人则是借着这股反正之力 快速向后退去 想跑?哪有那么容易 叶云也是个果断之辈 这种有可能留下祸患的事情 他当然不会做 只见斩破刀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中年人快速飞去 空气中响起了一连串的破空声 第十二章 凶兽脑子都不好 噗痴 斩破刀狠狠地从中年人的后背插了进去 透心良心飞扬 中年人嘴中不断溢出鲜血 然后一命呜呼 叶云上前将斩破刀给抽了出来 此时中年人的伤口已经被刀身上附着的青年地心火给烧焦了 因此并没有血液流出 看着地上的尸体 叶云皱起了眉头 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杀人 可为什么他非但没有恶心 还感觉到了一丝快感呢 我上上上辈子 怕不是个变态 叶云吐槽道 随即他蹲下身子 在中年人的身上摸索了起来 没过多久 他便摸到了中年人的空间球 叶云愤出一缕神石查看了一下 里面有着好几头凶兽的尸体 收获还算是不错 这些凶兽尸体 貌似在学院的商店里面可以兑换成积分 叶云自语道 随即他将对方的空间球 心安理得地揣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遇到 我也算是你倒霉 叶云掐指一弹 顿时一缕清廉地心火落在了中年人的尸体上 几个呼吸间便化作了飞灰 处理完尸体以后 叶云便是返回了帐篷睡觉 第二天清晨 他早早地起床 然后继续向着丛林秘境深处走去 大概一个小时后 叶云停了下来 因为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头一阶凶兽 这个发现让他有些兴奋 毕竟走了这么久 总算是见到凶兽了 好 那头凶兽同样是发现了叶云的身影 他怒吼一声 向着叶云扑了上去 叶云见状 直接就是一个火球招呼了过去 清廉地心火触碰到凶兽以后 当即便是爆裂开来 最后化作熊熊大火 将整个凶兽包裹 几个呼吸间 凶兽便是被烧成了一团焦炭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一头一阶凶兽 亦能点加五点 系统提示音响起 叶云看着地上的凶兽尸体 有些遗憾得到 看样子 下次动手得清点了 烧成这样 没法拿回去兑换积分 解决完这头凶兽以后 叶云便是继续朝着秘境深处走去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叶云再度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他前面不远处的大树下 生长着几株灵药 他上前将这些灵药采集下来 然后塞进了空间球里 这玩意儿和凶兽尸体一样 拿回学院都是可以兑换积分的 好 这时候忽然有着一头凶兽冲了上来 叶云见状二话不说 就是一个火球招呼 几个呼吸后 这头凶兽被活活烧死 但这次叶云的火候控制得不错 没有直接将其烧成焦炭 还可以用来兑换积分 随着不断深入秘境 收获总算是开始多起来了 叶云笑了笑 然后再度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没走多久 叶云便是听到了水流声 他连忙按照声音传来的方向找了过去 然后他成功找到了一条小河 按照任务单上所说 琥珀草喜欢潮湿的地方 按照河流沿途寻找 是最好的 叶云果断沿着河流逆流而上 希望可以早点找到琥珀草完成任务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在他身旁的河流中 有着一双黄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沿着河流大概走了两三个小时 叶云还是一无所获 他叹了口气 在河边蹲下来 准备用河水洗洗脸 在原地休息休息 就当叶云用手去捧河水的时候 一便突发 水中一道庞大的影子 向着他扑了上去 卧槽 叶云面色一变 他直接向后倒去 然后脚掌一塌地面 整个人向后滑出了六七米的距离 他从地上一个 要子翻身站了起来 这才看清 偷袭他的 到底是什么玩意 那是一头两米多长的鳄鱼 鳄鱼浑身上下 都长满了厚厚的鳞片 满口的尖牙 更是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见状 叶云启动了全只之眼 叮 二阶凶兽铁甲鳄鱼 擅长防御 好家伙 你压的竟敢偷袭我 叶云心中涌现了些许火气 他手中出现了两团青色火球 然后冲着铁甲鳄鱼扔了过去 虽然铁甲鳄鱼号称铁甲 并且防御力变态 但叶云的清廉地心火 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牢牢地粘在他的身上 不断释放出可怕的温度 好 铁甲鳄鱼当即便是痛苦地哀嚎了起来 然后他快速地缩回了水里面 但他显然还是低估了清廉地心火的威力 在这种普通的河水里 他并不会熄灭 没过多久 铁甲鳄鱼的身影便是漂浮到了水面上 显然已经被清廉地心火给烧死了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二阶凶兽一头 亦能点加十点 叶云健壮 将铁甲鳄鱼的尸体 收进了空间球中 这种送上门来的积分 可不能够放过 收拾掉铁甲鳄鱼之后 叶云也没有了原地休息的心思 继续沿着河流搜寻了起来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 叶云眼前一亮 因为他总算是发现了琥珀草 只见岸边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 生长着满满一大片的琥珀草 这种草在灵药中属于三品灵药 有着极为强效的疗伤效果 炼制成丹药以后十分受欢迎 当然 找到琥珀草是好消息 但坏消息 就是在这些琥珀草的旁边 盘踞着一条漆黑的巨蟒 巨蟒长度大约有三米多 成年男子的小腿粗细 叮 三街凶兽黑泽蟒 洗水 看着眼前浮现出的信息 叶云眉头一皱 三街凶兽倒是没那么容易对付 要多费点功夫 但最让他疑惑的是 这头黑泽蟒 明显是在守护着这些琥珀草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不直接将这些琥珀草给吃了呢 真是奇怪 莫非凶兽都是傻逼 叶云笑着道 随即他一步一步 向着琥珀草走了过去 察觉到有人靠近 黑泽蟒顿时睁开了眼睛 菱形的眼睛中 净是冰冷 他冲着叶云 不断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似乎是在警告 叶云笑了笑 道 不好意思了 这些琥珀草我都要了 对了 还有你的命我也要了 说完 叶云的手中的斩破刀 火光大胜 第十三章 遭遇光明教教徒 清廉地心火熊熊燃烧着 释放出可怕的温度 远远看去 有着一股十分妖艳的美感 似乎是听懂了叶云的话 黑泽蟒那庞大的身躯 快速游走了起来 然后蛇尾一甩 如同一根巨大的鞭子一般 向着叶云狠狠抽去 空气中 响起了一连串的破风声 叶云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把你的尾巴留下吧 叶云冷笑一声 手中斩破刀 对着黑泽蟒的尾巴劈去 刀光闪过 黑泽蟒的尾巴瞬间被砍断 冰冷的蛇血还没来得及流出 断口处便被焚烧成了焦糊状 死死 断尾之后 黑泽蟒疯狂扭动了起来 那庞大的舌头张开 对着叶云一口吞去 叶云目光一冷 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斩破刀 火焰刀 焚天灭地 下一刻 他手中的斩破刀狠狠劈下 顿时一道两米多长的火焰刀光浮现 对着黑泽蟒斩去 砰 伴随着砰的一声 黑泽蟒的舌头 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 失去舌头以后 黑泽蟒的身躯 依然不停地扭动着 看上去十分吓人 叶云静止来到了琥珀草的旁边 然后将其采集下来 塞进了空间球中 这里的琥珀草 足足有着三十多株 远远超过了任务要求的二十株 这时候 黑泽蟒的身躯 慢慢停止了扭动 叶云这才上前 将其给收进了空间球中 像这种蛇类生物 哪怕被斩首 神经也不会立刻死亡 因此 只需要稍微等待一下即可 小伙子 好强的战力啊 这时候 有着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出现 叶云立刻便是警惕了起来 毕竟昨晚那个 试图杀人越货的中年人 可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必紧张 我是镇灵局的人 有一个光明叫的人 逃进了秘境中 我正在追捕他 你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 光头大汉 努力地挤出了一个笑容 只是那笑容怎么看 都不像是个好人 而且 叶云从对方的身上 隐隐感觉到了一股 极强的压迫感 于是 他启动了全知之眼 丁 赵长青 江城镇邻居职工 武林镜第九重 B级亦能开山府 武林镜第九重 难怪此人的压迫感这么强 叶云心中暗自道 确认了对方身份以后 叶云当即便是放松了一些 他轻声道 不好意思 我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 多谢 赵长青冲着他拱了拱手 身影几个呼吸间便是消失不见 赵长青走后 叶云并未再继续沿着河流而上 毕竟琥珀草已经找到了 他改变方向 继续向着丛林秘境深处走去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破风声 并且 这声音越来越近 随即便是有着一男一女 两道身影出现 他们身后是一个神色阴异的年轻人 看样子正在追杀着两人 这位兄台 还请出手相助一下 其中的那名女子 看到了不远处的叶云 连忙出声求救道 叶云听见以后 全当是没听见 我又不是圣母 无亲无故的 我凭啥救你 更何况 这里是秘境 秘境中本来就是生死由命的地方 若是在外面 你是个普通的人 我还会考虑一下 就不救你 在这里吗 不可能 见叶云毫无动静 女子眼中顿时涌现出绝望之色 她咬牙道 我们跟她拼了吧 好 男子赞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浑身凌厉涌动 向着身后 那道人影冲了上去 因一男子冷笑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颗血红色的灵芝 灵芝中有无尽的血光浮现 向着两人冲去 砰 伴随着一声轰鸣 两人倒退了数十步 嘴里接连喷出数口鲜血 与此同时 有诡异的血光 将两人团团包裹起来 在这些血光的包裹下 两人的身体快速干瘪了起来 卧槽 有些不对啊 叶云这时候反应了过来 他连忙启动了全只之眼 丁 周通 武林境第七重 光明教教徒 C级异能 血灵芝 光明教 看见这三个字 叶云瞬间清醒了过来 这光明教 可是一群疯子 一直是大厦官方的死敌 因为他们的理念是 只有将所有人族全部毁灭 才能真正诞生一个崭新的世界 眨眼间 那两个逃跑的人 便是化作了干尸 然后无力地摔倒在了地上 周通将他们两个的空间 球取走 然后目光看向叶云 这还有一份新鲜的血石呢 血石 听见这两个字 叶云有种想要骂娘的冲动 他转身就跑 呵呵 这么好的食物 我怎么会让你跑掉呢 周通舔了舔嘴角的口水 向着叶云快速追了上去 他的实力远比叶云强大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了叶云的身后 妈的 叶云眼中闪过一缕狠辣之色 然后一副想要跟周通拼命的模样 但这只是假动作而已 就当周通运转灵力 想要接招的时候 他早已跑出了老远的距离 真是个狡猾的小子 周通眼中 寒光闪烁 叶云回头看着身后越来越近的周通 心想 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 迟早会被对方给追上 于是他调转方向 向着刚刚震灵局那位离去的方向冲去 与此同时 他运足了灵力 大声喊道 来人啊 光明教的人要杀我 这中气十足的声音 足足传出了好几公里 卧槽 刚刚的叫声 你听见没有 光明教的人混进来了 应该不会吧 走 去看看 若真是光明教的人 一定得给弄死 这些畜生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不少听到叶云声音的历练者 此时都朝着叶云赶了过去 没办法 光明教的名声 实在是太臭了 基本已经到了 是个人就想要弄死他们的地步 臭小子 你找死 周通见状 目光冰冷无比 心中的杀意奔涌而出 恨不得将叶云碎尸万段 他掌心再度浮现出了血灵芝 然后屈指一弹 顿时一道磅礴的血光 向着叶云冲去 第十四章 意外之血 碧玉连星草 危险来临 叶云全身的汗毛 都本能地竖了起来 他咬牙转身 向着那道血光 狠狠劈去 叶云喷出一口鲜血 重重地砸在了一棵大树上 周通神色冷漠地看着他 手中血灵芝散发出滔天的血光 化作一道血影 对着叶云扑去 聂畜 关键时候 一声爆合响起 赵长青的身影出现 他手拿一把巨大的开山斧 对着血影砍去 死了 血影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周通闷哼一声 一连退后了好几步 就连手中的血灵芝都暗淡了不少 又是你 周通咬牙切齿地看了赵长青一眼 然后转身就走 但一直在追捕他的赵长青 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 只见他爆合一声 手中开山斧 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下一刻 一道耀眼无比的辅光浮现 向着周通劈去 周通面色大变 手中血灵芝散发出滔天的血光 这些血光在半空中凝而不散 化作一头猙獰的魔神 魔神仰天怒吼 散发出滔天的戾气 向着那道辅光拍去 砰 两者接触的瞬间 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 魔神虚影一分为二 化作了灵光消散 周通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大半的肩膀都被削了下来 哼 赵长青冷哼一声 走到周通的面前 拿出一个项圈 戴在了他的脖子上 项圈上写满了复杂的符文 周通戴上以后 顿时气息快速萎靡了起来 直至他的实力被全部封腻 这项圈倒是挺有意思的 叶云看着这一幕 若有所思的道 料理好周通以后 赵长青走到了叶云的身前 轻声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叶云苦笑道 我只是没想到 自己会这么倒霉 还真让我碰到了光明教的人 这可能就是命吧 赵长青笑呵呵地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周通是我们通缉令上的人 你帮我抓住了 他是有奖金的 还有这种好事呢 叶云文言有些意外的道 那是当然 赵长青笑道 我们镇陵局办事 一向比较常量 我叫叶云 我是青龙学院的学生 叶云轻声道 原来是青龙学院的 难怪这么优秀 赵长青有些意外地看着叶云 随即他轻声道 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然后你把银行卡号发给我 过几天奖金 就会打到你卡里 好的 随即 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 叶云轻声道 刚才我喊了一嗓子 估计会把其他历练者招来 我不喜欢出风头 就先走了 嗯 赵长青点了点头 叶云则是快步离开了 他刚离开不久 便是有着几道历练者的身影出现 赵长青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啊 我是江城镇陵局的 那光明教的教徒 已经被我拿下 那真是太好了 光明教的那群畜生 就是死上一百次也不够 妈的 我真想现在就弄死他 众人看向地上的周通 眼中满是厌恶之色 不远处的丛林中 叶云边走边揉着自己的肩膀 刚刚他接下的那道血光威力可是不小 震得他 现在都有些气血翻滚 于是 叶云拿出一株琥珀草塞进了嘴里 这样直接生吃灵药 虽然会白白损耗掉一部分药力 但眼下这种情况疗伤要紧 琥珀草下肚 便化作一股暖流 向着四肢百骸而去 顿时叶云感觉整个人都要舒服了许多 下次出来的时候 给被点疗伤的丹药了 叶云自语道 随即 他继续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大约两个小时后 叶云在一处小山谷中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 山谷中有着一个狼群存在 粗略估计 这个狼群中凶兽的数量 达到了恐怖的七八十头 好多的异能点 叶云忍不住双眼放光 一次性遇到这么多凶兽 可是极为的难得 他来到了山谷上方 然后掌心出现了两团青莲地心火 向着山谷中的狼群丢去 砰 砰 火球重重地砸在狼群里面 化作无数的火焰爆裂开来 当即便是 有着几头黑狼殒命 这时候 狼群也注意到了山谷上方的叶云 伴随着一声嘹亮的狼嚎 他们向着叶云冲了过去 来得好 叶云自语一声 手中再度有着火球凝聚 然后向着狼群不断扔去 在他接连的轰炸下 狼群的数量不断减少 很快便损失过半 但这时候 剩下的黑狼已然冲到了叶云的身前 向着他发起了进攻 叶云拿出了斩破刀 然后冲进了狼群中 顿时一叨叨的火焰刀光浮现 狼群的数量开始了快速减少 叶云如同一尊杀神一般 很快便将狼群全部消灭干净 呼 他松了一口气 看着遍地的黑狼尸体 满满的成就感 随即 叶云将这些黑狼的尸体 全部收进了空间球中 他正准备转身离开 却惊讶地发现 生长着一株碧绿色的灵药 叮 四品灵药 碧玉莲心草 竟然是四品 叶云舔了舔嘴唇 四品灵药的价值极高 应该能够兑换不少的积分 他当即便是将其给摘下 然后放进了空间球里 由于有这株碧玉莲心草的前车之鉴 叶云将整个山谷 都给子子细细检查了一遍 要是还有什么宝贝给漏掉了 那不得亏死了 但很可惜 除了碧玉莲心草以外 他并未发现别的东西 是我有点贪心了 叶云摇了摇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山谷 接着往秘境深处走去 随着他的不断深入 遇到的凶兽也越来越多 基本每个小时都能够遇到好几头 对于这些凶兽 叶云表示多多一善 很快 叶木便是降临 叶云找了个地方安营扎寨 然后生火做起了烤肉 没过多久 便有香喷喷的烤肉香味弥漫 叶云咽了咽口水 撕下一条凶兽大腿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不得不说 凶兽肉的味道是真的不错 嫩滑无比 怎么吃都不会腻 第十五章 四街凶兽 铁背仓凶 吃饱喝足以后 叶云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五十第一重 加 亦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二百三十气血 加 精神 二百一十赫 加 战绩 火焰刀 大成家 异能点 一千二百三十点 看着异能点一栏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满打满算 他进入丛林秘境 也不过才一天半时间而已 但却积累了这么多的异能点 这份收获 可以说是十分地丰厚了 系统 加点 伴随着一声声轰鸣 叶云的气息迎来了暴涨 转眼之间 便到达了五十第三重 叶云向着异能点一栏看去 异能点 二十三点 随着境界的提升 加点需要的异能点也变多了 这么多异能点 竟然只提升了两个小境界 叶云略微有些失望的道 不过他的心态不错 很快便是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别人都在苦哈哈地修炼 他只需要猎杀几头凶兽 加点就行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睡觉睡觉 明天起床 又是美好的一天 叶云笑着将东西收拾了一下 然后钻进帐篷里 开始休息 这一睡 就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 叶云从帐篷里爬出来 然后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顿时他体内传出噼里啪啦 犹如爆豆子一般的声音 叶云将所有东西收好 然后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大概一个小时后 忽然响起了阵阵破风声 紧接着树根藤腕 从旁边的大树上射了出来 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 将叶云牢牢地束缚住 并且不断地收紧 看这模样 应该是想把叶云活活勒死 是鬼疼 叶云有些意外地道 这种植物并不常见 但却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他们喜欢把人给活活勒死 然后埋在自己的根须下面 当作养料 之前 叶云在高铁上 查看关于丛林秘境的资料时 曾看见过对于鬼疼的详细介绍 这种植物十分地坚韧 哪怕是大武士境界的舞者 也未必能够脱困 但很可惜 他遇到的是叶云 叶云心念一动 顿时无数的青莲地心火 从他周身的毛孔中涌出 那些缠绕他的鬼疼 纷纷被青莲地心火 给焚烧成了灰烬 对于所有植物来说 火焰便是他们最大的天敌 一根根粗壮的藤腕 闪电般地缩回了旁边的大树上 闪烁着淡淡的褐色光芒 现在老实了 叶云见状讥讽一笑 既然这鬼疼率先招惹了他 他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对方 他屈指一弹 顿时一道青莲地心火 向着剩下的鬼疼冲去 刷 空气中响起一连串的破空声 一根鬼疼闪电般地抽出 直接就将那道青莲地心火给抽散了 但他显然是低估了青莲地心火的威力 无数火星像是复古之躯一般 牢牢地吸附在鬼疼之上 我 青莲地心火顺着鬼疼快速蔓延 转眼便将鬼疼栖栖身的 那棵大大树完全包裹 鬼疼疯狂地扭动着 发出了阵阵 如同婴儿啼哭般的叫声 原来这就是鬼疼的叫声 这要是半夜被不知情的人听见 还不以为是闹鬼了 夜云吐槽道 没过多久 鬼疼连带着那棵大树 便彻底化作了飞灰 夜云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道黑影快若闪电地 撞在了他的胸口上 卧槽 夜云直接被撞飞了四五米 重重地砸在地上 强忍着胸口的疼痛 夜云站了起来 他这才看清偷袭他的是什么玩意 那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凶兽 长相十分的不友好 凶神恶煞的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丁 四街凶兽铁背苍雄 性格暴躁 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四街凶兽 夜云目光一宁 没想到遇到硬茬子了 好 铁背苍雄发出一声怒吼 向着夜云冲了过去 面对四街凶兽 带来的强烈压迫感 夜云没有选择正面对敌 他纵身跳到了身后的大树上 然后掌心出现了 两个火球 向着对方扔了过去 清廉地心火落在铁背苍雄身上以后 便是爆裂开来 顿时铁背苍雄身上的大片血肉 都化作了焦壶 吃痛以后 铁背苍雄呲牙咧嘴地 撞击着夜云所在的大树 碰 仅仅只是一下 这棵需要双人荷包的大树 便是断裂成了两节 夜云见状赶紧跳到了 另外一棵大树上面 手中再度有着两团火球凝聚 他准备跟这头铁背苍雄打持久战 不然正面对敌的话 他真的是没啥胜分 在接连吃了夜云竖发火球以后 铁背苍雄浑身的毛发 被烧得干干净净净 大半的身子 更是被烧得皮开肉绽 尽管如此 这头铁背苍雄 还是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反而越发地暴躁起来 可不管怎么样 夜云就是不正面跟他接触 而是不断发起火球攻击 好 似乎是被耗尽了所有耐心 铁背苍雄用宽大的熊掌 不断敲击着自己的胸口 与此同时 夜云感觉脑袋一疼 他竟然短暂地丧失了 对身体的控制 向着地面栽去 这头凶兽 竟然懂得精神攻击 夜云心中骇然 但好在他的精神力 也经过了加点 他只是愣神了一两秒钟 便恢复了正常 他取出斩破刀 将浑身灵力 尽数灌住其中 顺势对着铁背苍雄 狠狠劈下 碰 夜云的身影倒飞了出去 喷出鲜血 而那铁背苍雄的一只熊掌 则是被他给斩断了 断掉一掌之后 铁背苍雄的眼瞳 全部化作了血红之色 另外一只熊掌 闪烁着乌光对着夜云脑袋拍去 夜云显知又显地避开了这一掌 顿时他刚刚站立的地面 出现了一个大坑 拼了 他一个划铲 来到了铁背苍雄的身体下面 然后狠狠一刀捅了上去 扑吃 斩破刀 深深地插进了铁背苍雄的身体里 大量的受血倾泻而下 正中夜云的面门 铁背苍雄庞大的身躯 轰然倒下 结束了他的熊声 啊呸 夜云从地上爬起来 刚才他没防住 气血翻腾 有点受不了 于是他在丛林里上 窜下跳了起来 跟个猴儿一样 半个小时后 夜云恢复了正常 他将铁背苍雄的尸体 收进了空间球中 第十六章 离开秘境 返回青龙学院 时间就像是拉肚子一样 憋都憋不住 一眨眼 夜云进入丛林秘境 就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在这半个月时间里面 他可谓是获益匪浅 整体实力 获得了一次大的提升 明天就是新生大笔的日子了 该回去了 秘境某处 夜云低声喃喃道 随即 他便是离开了丛林秘境 踏上了返回青龙学院的路程 差不多半天后 夜云成功地抵达了青龙学院 然后他来到了任务大厅 你好 我是来提交八百五十六号任务的 夜云轻声道 好的 把学生卡 还有采集到的琥珀草给我吧 工作人员道 嗯 夜云点点头 将这两样东西 交给了对方 这个任务的要求是 收集到二十株琥珀草 你这里一共有三十二株 多出的十二株 折算成积分是二百四十 加上任务奖励的四百积分 一共是六百四十积分 已经全部打到你的学会卡里面了 工作人员轻点核对了一下之后 将学生卡重新还给了夜云 谢谢 夜云道了声谢 然后离开了任务大厅 离开以后 他便禁止来到了学院的商店 说是商店 其实和外面的商场差不多 足足有着好几层楼 里面琳琅满目地 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夜云逛了一圈之后 找到一个工作人员 道 你们这里卖东西在哪里啊 在二楼 上去左拐就行了 工作人员轻声道 好嘞 谢谢了 夜云向着二楼走去 很快 他便找到了工作人员所说的地方 那是一间格外宽大的屋子 屋子里有着一张柜台 柜台后面是几位学院的导师 青铜导师 夜云眼睛好 一眼便是看到了 他们胸口胸针上的标记 这时几位青铜导师的身前 排了不少学院的学生 这些学生不时拿出灵药 凶兽等物品 等到导师给出价格之后 便转身离去 很快便是轮到了夜云 夜云将这次在秘境中弄到的东西 一股脑地拿了出来 这些东西 一共可以给你六千积分 其中一位青铜导师 只是看了一眼便出声道 好 夜云点了点头 这个价格已经有些超出他的预料了 积分会立即打到你的学生卡里 这位导师轻声道 他手一挥 便将所有东西都收进了自己的空间球中 然后在电脑上操作了起来 夜云点点头便是转身离开了 来到外面以后 他在商场中逛了起来 最终夜云在一家售卖功法战绩的柜台面前停了下来 狂风部 玄阶低级战绩 三千积分 风神腿 玄阶中级战绩 四千九百九十九积分 大日剑爵 地阶低级战绩 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积分 雷霆部 玄阶中级战绩 四千九百九十九积分 呃 地阶战绩竟然比玄阶战绩贵了那么多 夜云忍不住嘴角抽搐了两下 看来是我低估了高级战绩的珍贵程度 夜云叹了口气 随即他咬牙花费六千积分 购买了一本名为《暴炎术》的玄阶高级战绩 然后 夜云又购买了两瓶疗伤的丹药 将自己的积分全部花了个干净 这还真的是辛辛苦苦半个月 一朝回到解放前啊 夜云自嘲得到 随即他离开了学院商场 来到了食堂干饭 干完饭以后 夜云回到自己的别墅 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夜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师第七重 家 亦能 清连地心火 必急 体魄 三百二十气血 加 精神 三百赫 加 战绩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未入门加 异能点 两千八百三十点 系统 加点 夜云轻生道 丁 加点成功 文言 夜云向着战绩和异能点这两相看去 战绩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异能点 一千二百三十点 将爆炎术提升到圆满 竟然用了一千六百点异能点 夜云有些心痛得道 不过仔细想想 还是比较划算的 要是自己苦哈哈地修炼的话 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 剩下的异能点就拿来提升下一步战绩吧 夜云摇了摇头 是的 尽管新生大笔明天才举行 但夜云已经将大笔奖励的战绩 是做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他将系统面板关掉 然后摊开了手掌 顿时掌心有着一团青色的火焰浮现 清连地心火随风而动 看上去灵动异常 这便是精神力提高以后的好处 对于异能的掌控和理解运用 会不断加深 下一刻 这束清连地心火 便是化作了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火球 火球虽小 但其中所蕴含的力量 却是不容小觑 这便是所谓的暴炎术 将异能无限压缩 凝聚成火球 用来对敌 这凝聚而成的火球 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那就是炎丸 这门战绩总的来说 偏向于群控一类 具有大规模杀伤的特性 而叶云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门战绩 则是考虑到了 他之后还会频繁进出秘境 在秘境中 这种具备大规模杀伤性的战绩 比较实用 叶云握紧了手掌 抱炎完重新化作异能 回到了他的身体中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叶云咧嘴一笑 然后开始了摆烂 在秘境中的这半个月时间 他可谓是一直处于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 现在总算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时间流逝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清晨 整个青龙学院的气氛都变得热烈了起来 毕竟新生大笔 可是学院每年的重头戏 毫不夸张地说 他关系着每位新生的未来 若是能够被荣耀导师选中 那无疑未来的路会平坦许多 要是不幸只被青铜导师选中 那将来的路自然是要难走一些 叶云不紧不慢地从床上爬起来 他昨晚这一觉睡的那叫一个舒服 洗脸刷牙以后 叶云来到了食堂干饭 吃饱之后 他才不慌不忙地向着学院广场走去 至于为什么叶云能确定对方是新生吗 你看看他们那幼稚清澈的眼神就知道了 第十七章 新生大笔正式开始 来到广场以后 叶云随便找了个角落 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 就连广场两侧的看台上 都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生 等到差不多上午十点的时候 半空中忽然响起了一声轰鸣 紧接着上百道身影踏空而来 那叫一个拉风 这上百道身影缓缓降落在了高台之上 每个人的胸口都别着象征导致身份的胸针 其中一名女子缓缓走出 女子穿着碎花长裙 戴着黑矿眼镜 三千青丝随意地披在脑后 看上去十分地文艺范 我是青龙学院的副院长云木 相信你们中的不少人 都是第一次见到我 首先我代表学院 欢迎刚刚加入青龙学院的新生们 其次 云木清脆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广场 深深地烙印在众人的心中 这么年轻漂亮的副院长 叶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对方 然后他启动了全只之眼 丁 云木 五圣镜第五重 青龙学院副院长 SSS极易能光明权杖 好强啊 叶云露出了凝重之色 副院长都这么强了 那院长不得是五帝境界的巅峰强者啊 发完言以后 云木便是退到了一旁 一名国字脸不苟言笑的荣耀导师走出 我是青龙学院的荣耀导师洛千山 本次新生大笔由我主持 此次大笔采取抽签的方式 两两对决 直到最后一个人 洛千山沉声道 紧接着他手一挥 顿时宽阔的广场上 有三座庞大的站台拔地而起 下面开始抽签 洛千山摆了摆手 顿时无数的流光向着叶云 他们飞去 叶云伸手将其中一道流光接住 那是一根普通的竹签 竹签上写着136号 竹签上抽到同样数字的人为一对 下面请抽到123号竹签的三队选手上台 洛千山道 他的话音落下 便有着三队新生登上了站台 然后开始了比试 叶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但没看多久他便没了兴趣 因为这些对战太过幼稚 完全入不了他的眼 于是 他在旁边找了个角落蹲下 开始刷起了手机 一眨眼便是过去了两个小时 总算是轮到了叶云上场 他的对手 是一个脸上长着青春痘的青年 看上去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 叮 方珊珊 武师进一重 A级异能五毒透龙枪 叶云冲着对方勾了勾手指 道 赶紧动手吧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 好 方珊珊点点头 然后手持长枪对着叶云冲了过去 见状 叶云屈指一弹 顿时一颗暴炎树凝聚出的炎丸射出 方珊珊见状 手中长枪一抖 便是刺中了炎丸 碰 炎丸轰然爆开 无数的青色火焰疯狂窜出 对着方珊珊席卷去 方珊珊的身影 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身上的衣服和毛发烧得干干净净 远远看去 如同一根长长的黑毯 一股微风吹来 方珊珊感觉下面一凉 卧槽 她抱了句粗口 连忙一溜烟地跑了 这尼马太羞耻了 这 爆炎树 虽然只有玄阶高级 但威力不错 叶云笑了笑 然后转身走下擂台 等待新一轮的抽签 那根本谁啊 挺猛啊 笑死我了 那个叫方珊珊的 估计以后 在学院都没脸见人了 她好像是东海省的高考状元 叫做叶云 据说她的异能 是进化过的B级火属性异能 来学院的时候 我们在同一艘飞船上 B级 你确定吗 该不会是假的吧 B级一招 就把对手给淘汰了 见叶云的声猛表现 不少人都是议论了起来 对于这些声音 叶云才懒得理会 她在台下继续刷起了手机 没过多久 便是开始了第二轮的抽签 这次叶云抽到了36号 比上一场出场早了许多 很快 便是轮到了叶云出场 这次她的对手 是一个体型硕大的小胖子 小胖子一身的肥肉 远远看去如同一个球一般 请赐教 小胖子低喝一声 体内有土黄色的灵力 宣泄而出 她整个人的身体 再度膨胀了一圈 看上去厚重无比 这是什么异能 叶云健壮 有些好奇地 启动了全只之眼 丁 牛威 武师镜第三重 A级异能大地玄规 原来是大地玄规 叶云露出了恍然之色 这个时候 牛威脚掌一塌地面 狠狠对着叶云冲了过去 空气中 响起一连串的破风声 如同一发高速炮弹 哼 叶云轻蔑一笑 屈指弹出一颗炎丸 啊 牛威随即发出了一声惨叫 炎丸爆炸的巨大威力 直接将她先飞 落到了站台之下 她从地上爬起来 浑身到处都是烧伤 只是比上一个好点 破破烂烂的裤子勉强能遮住关键地方 唉 牛威叹了口气 掏出一枚疗伤的丹药吞下 这才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估计最终选择 她的导师只有青铜导师了 将对方淘汰之后 叶云再度回到了台下 这个叶云好猛啊 已经连胜两场了 根据她刚才的表现 她的境界应该是武士第七重 难怪能够凭借一个进化过的 B级异能夺得东海省的状元 果然有过人之处 这两场对决 她都使用了同一种战绩 依我看这种战绩 应该达到了玄阶高级 并且被叶云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不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是吧 她才刚刚进入学院半个月 哪来的玄阶高级战绩 而且还修炼到圆满级 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我知道 昨天我曾在学院的商场看见她了 她所用的战绩 好像就是昨天买的吧 你是说她一天时间 就将玄阶高级战绩 修炼到了圆满的层次 叶云接连两场的惊艳表现 立刻便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连续两场都赢的人很多 但像叶云这样干净利落 每场都只用了一招 便将对手强势淘汰的 真的不多 这样的表现 甚至于引起了部分导师的注意 将叶云列入了他们的关注名单中 第十八章 势如破竹 晋级决战 很快 第三轮抽签便是开始 这次叶云有点倒霉 抽到了一号 第一个上台 她的对手 是一名穿着皮质战衣的女孩 女孩手持一把 夸张到了极点的斩马刀 为了给你留点颜面 这次我就不用之前的手段了 免得你衣服没了 叶云从空间球中 取出了斩破刀 十分贴心地道 呸 流氓 女孩文言脸上闪过一抹红韵 然后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怒不可遏地提刀向着叶云砍去 叶云 这年头 好人难当啊 也罢 叶云眼神猛然凌厉了起来 她手握斩破刀向着对方冲去 然后狠狠一刀斩下 碰 双方的法宝在空气中碰撞起来 女孩面色大变 一连退后了十几步 她感觉对方的力量 如同排山倒海一般传递而来 使得她招架不住 游喝 还可以吗 你竟然能接住我一刀 叶云有些意外地看着对方 哼 女孩冷哼一声 将手中斩马刀高高举起 顿时有一股可怕的波动 缓缓凝 纵横天下 下一刻 女孩手中斩马刀快速挥下 顿时一道两米长的刀光浮现 刀光锁过之处 地面都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叶云见状 体内清廉地心火喷涌而出 覆盖在了斩破刀上面 然后她向前一挥 顿时一道火焰刀光浮现 碰 女孩发出的刀光应声而碎 火焰刀光狠狠地斩中了她的肩膀 伤口瞬间变得焦糊一片 哇 然后女孩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边哭边跑下了站台留下了有些尴尬的叶云 搞什么骂 叶云摇了摇头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然后她离开了站台 这是第三场了 从她刚刚挥出的第一道来看 她的体魄和精神力应该也极其强大 这家伙也真是的 面对这么漂亮的女孩也不知道下手轻一点 哼 上了站台就是对手 你说什么蠢话呢 我怎么觉得这叶云有冲击第一名的前列 未必 她本身的异能毕竟太低了 只有B级 这次的新生里面可是有个SS级异能的 据说还来自于王家 是那个王家吗 是 死 恐怕如斯啊 众人再度对着叶云的表现议论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接下来又进行了六七轮的比赛 在这六七轮的比赛中 叶云都表现得十分强势 她的所有对手 就没有一个接得住她三招的 大多数两招便已落败 这使得叶云以黑马的姿态 杀进了决赛 最终 她只剩下了最后一名对手 那就是觉醒双SS动物系 异能麒麟的王超 据说这王超出身极为不凡 出自于人族十老中的王家 要知道 十老可是代表着整个人族的巅峰力量 某种程度上来说 由十老组成的十老会谈 决定着整个人族的走向 出自这样一个耀眼的家族 可想而知 王超是何等的优秀 你们说叶云和王超 谁能赢啊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王超了 我敢肯定 王超从小享受的各种资源 都是最顶级的 像王家这样的家族培养出来的人 绝对是妖孽中的妖孽 众人好奇地议论着 这王超我看重了 你们可别跟我抢啊 放屁 你说看重了就看重了 老子也看重了 有喝 我看大家都不太服气啊 要不等会儿 我们找个地方比划一下 谁赢了王超就是谁的 来就来 真当老子怕你啊 也算我一个 高台上的不少导师 此时都是争论了起来 一个个的 都恨不得将王超收入自己名下 云木文言皱起了眉头 轻声呵斥道 都给我安静点 看看你们几个 现在还有点导师的样子吗 见云木动目 这些导师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善善地道 副院长 我们这不也是剑烈欣喜吗 剑烈欣喜 云木文言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道 这王超虽然出身尊贵 异能也是极强 但他未必是叶云的对手 什么 叶云虽然也非常不错 但他怎么可能是王超的对手 一听这话 顿时就有不少的导师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不会看错的 云木十分地自信 他轻声道 不信你们就等着看吧 听见云木这么说 诸位导师顿时兴致大起 他们目光灼灼地盯着战台上面 他们倒要看看 叶云到底拿什么战胜王超 比试开始 见王超和叶云都已经登上战台 负责主持的荣耀导师 骆千山当即出声道 不过他的话音落下以后 两人都并未着急动手 而是有些好奇地相互打量着对方 你的异能真的只有毕竭 王超很是认真地询问道 嗯 叶云点了点头 好奇得道 你真的出自于石老中的王家 嗯 王超点了点头 道 认输吧 等会动起手来我不会留手的 你好不容易站在这里 我不想你输得太难看 现在认输的话 你依旧是第二名 依旧能被荣耀导师选中 并不会损失什么 叶云 不得不说 王超这番话中 充斥着自出豪门的傲慢 明明是看不起你 偏偏摆出了一副 我都是为了你好 替你考虑的样子 叶云像是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 道 你真的是很欠打呀 王超 我招你惹你了 你这么说我 既然你不肯认输 那来吧 片刻后 王超叹了口气 随即如同火山爆发般的灵力 从他体内弥漫出 在他身后 形成了一头麒麟虚影 麒麟虚影仰天怒吼 释放出一股可怕的威压 哪怕变态如叶云 也感觉到了一股沉甸甸的压力 他浑身的毛孔中 有无数的青莲地心火窜出 释放着可怕的温度 整个站台上的温度 瞬间提升了二三十度 犹如火炉一般 而叶云整个人 则是被青莲地心火所包裹 远远看去 如同一个火人一般 第十九章 震惊全场 取得第一 这应该就是叶云的异能吧 他这青色火焰好强啊 即便是隔着这么远 也感觉热浪滚滚 这场决战肯定精彩 还好我机智的一批 提前带了不少的瓜子 卧槽 你不当人子 赶紧费我点 滚犊子 要东西还这么嚣张 叫声爹听听 你再想屁吃 老子宁死不屈 众人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幕 去 叶云率先发起了进攻 他脚掌狠狠一塌地面 顿时他浑身的火焰开始了沸腾 有着三颗炎丸快速成形 向着王超冲去 宁 王超淡淡一笑 他右手向着虚空一握 顿时周围的空间凝固了起来 那三颗炎丸也被禁锢在了半空中 爆 叶云见状眉头一皱 轻贺了一声 那三颗炎丸 请客间爆开 但却像是放炮 放到了哑炮一般 王超见状得意一笑 啊 这应该就是你最得意的手段吧 看来对我不起什么作用啊 是吗 叶云讥讽一笑 他大手一挥 顿时身前有着大量的炎丸凝聚 转眼之间便有好几十枚 卧槽 看见这一幕 哪怕是王超都忍不住嘴角抽出了起来 去 叶云向着王超手一挥 顿时无数的炎丸 像是流星一般滑过站台 王超面色罕见地凝重了起来 他双手交叉快速地结印 体内麒麟之力不断涌出 在身前形成一道坚固的灵力屏障 碰 碰 碰 炎丸接二连三地落在了灵力屏障上面 炸的站台像个破烂一样 千疮百孔 在叶云如此高强度的输出下 灵力屏障很快便是出现了无数的裂缝 叶云见状手中出现了斩破刀 快若闪电地向着王超冲了过去 咔嚓 这时候 灵力屏障刚好化作了无数碎片 叶云成功地接近了王超 然后狠狠一刀砍下 碰 王超右手一抬 将斩破刀握在了手中 发出金铁碰撞之声 好似这不是人手一般 我的刀可不是随便就能握住的 叶云笑了笑 他的话音落下以后 清廉地心火便顺着斩破刀 向着王超的手臂攀爬上 死 剧烈的痛感传来 王超连忙松开了斩破刀 然后闪电般地向着叶云一掌拍去 大排山长 碰 叶云没想到对方这么果断 当即便是闷哼一声 一连退后了十几步 双SS技艺能还真是不好对付 叶云揉了揉胸口感慨道 知道就好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见 王超见叶云在自己手下吃扁 顿时得意地笑了起来 是时候动点真格了 叶云咧嘴一笑 露出了两排大白牙 看上去单纯地像个孩子 随即 原本笼罩他全身的清廉地心火 缩回了他的体内 叶云摊开了手掌 掌心有着一缕青色火光浮现 这火光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缕 但却耀眼无比 仿佛比大日还要璀璨几分 暴炎术 好歹也是玄阶高级的战绩 可不仅仅只是凝聚出几枚炎丸那么简单 暴炎术 烈火 焚苍穹 叶云低贺一声 顿时那缕耀眼无比的火光 从他掌心中飞出 向着王超急速而去 火光经过之处 就连周围的空间都是他陷了起来 这道攻击 好强 不知道那王超接不接得住 这道攻击 哪怕是许多大武士境界的舞者 也做不到 当那一缕火光出现的时候 在场众人都是忍不住神色凝重 甚至于有人激动地站了起来 即便是隔着很远 他们也感受到了 叶云这道攻击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王超深吸了一口气 他承认自己有些看清叶云了 没想到 这个只有B级异能的家伙 会带给他这么大的惊喜 麒麟拳 随即他低贺了一声 一拳向着叶云轰去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麒麟虚影 融入了全光中 两者在半空中轰然相撞 只见那缕火光快若闪电地 命中了麒麟的脑袋 然后从他的身体中穿过 顿时麒麟发出一声悲鸣 化作了无数灵光消散 解决掉这一拳以后 火光仅仅只是暗淡了一点 继续向着王超冲去 王超面色俱变 叶云这驴火光竟然恐怖如斯 我就不信了 王超爆喝一声 再度狠狠一拳轰出 碰 伴随着一声轰鸣 那驴火光轰然爆开 无数的青色火焰席卷而出 整个战台都化作了火海 甚至于开始了融化 洛千山健壮赶紧出手护住了战台 将清廉地星火 牢牢控制在战台的范围内 避免波及他人 这泥马也太离谱了 这叶云真是变态啊 你们说刚刚那一下 王超接住了没有 很难说 毕竟王家的麒麟异能不简单 难说个傻 王超肯定是败了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笼罩整个战台的清廉地星火 缓缓消散 露出了里面的场景 只见叶云依旧站在原地 除了面色有些苍白以外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另外 一边的王超模样就有些惨了 浑身焦黑一片 连一块完整的皮肤都没有 赶紧抢救一下 落千山见状皱起了眉头 王超可是出自于王家 要是在学院出点试的话 还真不太好交代 闻言 一名青铜导师 窜上了站台 然后抱着王超便走了 随着王超被带走 这场新生大比 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叶云当之无愧地取得了第一 卧槽 王超都被烧成这鬼样子了 今天可真是一出好戏啊 没想到 双SS级异能 竟然输给了一个B级异能 这应该算是最近几年最有看点的新生大比了 见叶云取得了新生大比第一 众人都是激烈地议论了起来 要是王超取得第一的话 众人可能还会觉得没什么 毕竟他出自王家异能 又是双SS级 取得第一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但叶云取得第一可就不一样了 不管是身份家事 还是异能 他都不如对方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强势击败了王超 这尼码得有多优秀啊 一旁的高台上 云木笑呵呵的道 怎么样 我没看错吧 我等的眼光 确实是比不上副院长 诸位导师一脸的尴尬 随即云木轻声道 你们说 我亲自带这个叶云怎么样 什么 文言众人一惊 但很快便是释然了 像叶云这样妖孽的妖孽 云木动了心思也很正常 唉 他们悠悠叹了口气 要是云木不开口的话 他们还能争一争叶云 但现在嘛 凉凉 洛千山的果子脸上 罕见地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他朗声道 我宣布 此次新生大笔第一名 叶云 第二十章 大笔落幕 拒绝选择导师 随着新生大笔结果的正式宣布 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在今日 他们很有可能见证了一个妖孽的崛起 等到宣布完新生大笔的结果 接下来就到了最振奋人心的环节 那便是诸位导师 开始选择自己心仪的学生 只见高台上的上百道身影 此时都来到了广场上 然后向着自己看中的学生 发出了橄榄枝 同学 我是青铜导师 一看你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你愿意做我的学生吗 可 可我想要黄金导师 不好意思 作为第一轮就淘汰的选手 也就只有我选你了 你刚刚不还说我是人才吗 这你也信 同学你也太好骗了吧 同学 我是荣耀导师 你可愿做我的学生 跟着我修炼 愿意 我非常愿意 同学 我看你骨骼惊奇 命中缺一位导师 你可愿跟随我修炼 此时依旧站在站台上的叶云 看着这一幕 转头看向洛千山道 洛老师 第一名奖励的战绩 在哪里领取啊 洛千山笑道 明天你去图书馆即可 好烈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身就走 洛千山 这一幕 直接就把洛千山给整不会了 你这什么操作 叶云 你还没选择导师呢 洛千山提醒道 不必了 我自己修炼也挺好的 叶云摆了摆手 走下站台 向着远处走去 卧槽 叶云刚刚说什么 他不要导师要自己修炼 不是吧 青龙学院奸员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屌的 这小子 该不会是脑子瓦特了吧 不过 按理说 早就应该有荣耀导师 争着抢他了 可却没有导师搭理 他你不觉得奇怪吗 咦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 叶云的另类行为 很快便是招来了众人的议论 哄 就在叶云即将离开广场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威压 请客间降临 众人向着这股威压的主人 看去 顿时眼睛都瞪大了 什么情况 竟然是副院长 难不成是副院长 要亲自带这个叶云 嘿嘿 据我所知 三星院的柳木百柳学长 可是一直想要跟着副院长修炼 但是被多次拒绝 那这叶云以后 岂不是有麻烦了 应该是的 在众人的目光中 云木从高台上飞下 然后来到了叶云的身前 他轻声笑道 叶云 你可愿随我一起修炼 叶云摇了摇头 道 不愿意 有系统在身的他 并不存在任何修炼上的问题 青龙学院唯一比较吸引他的 就是那些高品阶的 功法战绩和法宝啥的 毕竟这些资源受到了严格管控 在外界通过自己 几乎不可能获得 现在 通过学院的积分制度 叶云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获得这些高级修炼资源 他又何必给自己 找一个所谓的导师管着自己呢 当然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叶云他本身是个穿越者 对于这个世界 并没有太强的归属感 现在他 唯一比较在意的可能就是自己 在这个世界的父母了 毕竟叶云在他们的身上 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不是吧 叶云竟然拒绝了副院长 妈的 怎么突然觉得这个叶云好欠打呢 这家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学院里不知道多少学生 想要跟着副院长 但却没有机会 既然这家伙不知好歹 副院长不妨看看我吧 我也可以的 你 你还是拿个镜子 好好照照自己吧 叶云拒绝了副院长云木 立刻让现场炸开了锅 就连诸位导师都是忍不住侧目 历年的新生大笔上 还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听到答案的云木 文言也是忍不住愣了愣 他认真的看着叶云 道 你不想跟着我修炼 那你是心中有其他重要的导师吗 不是 叶云轻声道 我只想自己修炼 云木见叶云油盐不静的样子 直接就被气乐了 道 既然你坚持想自己修炼 那就如你所愿吧 说完 云木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广场上 身为五圣境界的巅峰强者 他也有自己的骄傲 既然叶云拒绝他 他自然也不会强求 副院长走了 不走干嘛 难道还留下来 求着叶云同意跟着他修炼吗 这倒也是 这叶云路走窄了呀 众人看着这一幕 都是一脸的惋惜 自己修炼 没有导师的帮助 那未来不得走无数的冤枉路啊 这是他们不知道 叶云是个挂逼 离开广场以后 叶云便是静职 来到了食堂干饭 今天的新生大笔 足足从上午十点钟 持续到下午六点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熬阴吗 吃饱喝足以后 叶云便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然后洗了个澡 开始摆烂 另外一边 云木离开广场以后 便是静职 来到了学院的档案室 管理员有些意外地看着他道 副院长 你怎么来了 把一心院新生叶云的 所有资料都调出来 记住我说的是全部 然后拷贝一份给我 云木沉声道 好嘞 管理员点点头 然后操作了起来 没过多久 他便将拷贝好的资料 递给了云木 道 副院长 叶云的所有资料 都在这里了 嗯 云木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云木刚刚离开 便有另外一名管理员 走了进来 他好奇地道 老孙啊 副院长怎么来了 我六号 去看新生大笔 该不会被他给发现了吧 切 老孙笑道 就六号这种小事 副院长怎么可能在意 他是来拷贝一心院 一名叫叶云的 新生资料的 什么 你确定 副院长考走的资料 是一个叫叶云的 是啊 怎么了 嘿嘿 你不知道 今天的新生 大笔第一名 就是这个叫叶云的 而且他还当面拒绝了副院长 想要收他当学生的邀请 不会吧 那这小子 不是脑子有泡吗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 唉 谁说不是呢 第21章 王超的邀请 新的发财思路 第二天上午 叶云来到了学校的图书馆 他找到了图书馆的管理员 轻声道 你好 我是昨天新生大笔的第一名 我是来这里领取战绩的 原来你就是那个叶云啊 管理员笑呵呵的看着他 然后道 你直接去六楼吧 刷学生卡就能进去了 我马上给你全线 嗯嗯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向着六楼走去 很快 他便来到了六楼 看着眼前的太和金大门 叶云深吸一口气 刷卡走了进去 里面的面积极大 摆放着许多的书架 书架上是琳琅满目的功法和战绩 这些功法战绩大都是学院的历代强者所创造的 但也有一部分是学院搜集而来的 毫不客气地说 这些功法战绩便是青龙学院极为重要的底蕴 叶云来到这些书架前 然后认真地挑选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里的功法战绩 那叫一个多啊 叶云是越看越眼热 但可惜他只能在这里挑选一本低阶低级的战绩 在里面挑选了半天 叶云总算是有了目标 他看中了一部名为八荒刀法的战绩 此刀法大开大合 十分适合他 选好以后 叶云便是转身来到了楼下 开始登记 管理员认真地告诫道 记住 这部战绩只能你自己修炼 千万不能外传 否则后果很严重 嗯 叶云点了点头 等登记好以后 他静止返回了自己的别墅 在沙发上坐下 叶云沉声道 系统 加点 叮 战绩 八荒刀法 已成功提升到大乘境界 哎 异能点还差一些 不然就能直接将其提升到圆满层次了 叶云略微有些遗憾的道 看来 他得抓紧时间去搞异能点了 现在这样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叮咚 这时候 门铃声响起 谁啊 叶云皱起了眉头 在青龙学院 他并没有朋友 按理说 不应该有人找他才对 他起身前去开门 等房门打开以后 叶云看着眼前的身影 倍感意外 他双手抱胸笑道 你伤势恢复得挺快嘛 昨天伤得那么重 今天就一点事都没有了 王超轻声道 我的伤势能好得这么快 全一仗学院一位 拥有辅助系异能的导师出手 嗯 叶云点了点头 道 你跑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想再干一架 不是 王超苦笑道 短时间内 我肯定是打不赢你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行了 有话进来说吧 叶云打量了他两眼 然后转身走进了屋子里面 进屋以后 叶云随意地在沙发上坐下 轻声道 随意坐吧 要喝水就自己去道 别客气 水就不喝了 王超摇了摇头 在叶云身旁坐下 有些好奇的道 听说你拒绝副院长了 是啊 叶云点了点头道 我这人向来是喜欢独来独往 不喜欢有人管着自己 既然你没选择导师 那 王超看了叶云一眼 轻声道 你可愿加入我王家 不愿意 叶云白了他一眼 笑道 你倒是挺有意思的 按照常理来说 他现在应该想着找我报仇 甚至于不惜动用王家的关系 来打压我才对 我刚醒过来的时候 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 但后来我改主意了 王超诚恳地道 闻言叶云来了几分兴致 询问道 为什么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不应该与你为敌 如果和你为敌 很有可能会对我王家 带来灭顶之灾 王超苦笑道 说实在的 他的这个理由 是个人都会觉得有些扯淡 毕竟王家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闻言叶云一脸赞赏地看着王超 好小子 你的路这不就走宽了吗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王超被叶云看得有些发毛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点 别这么紧张 我又不会吃了你 叶云见状翻了个白眼 嗨嗨 王超咳嗽两声道 虽然你刚刚拒绝了我 但我的邀请长期有效 不管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都可以加入王家 哦 叶云有些敷衍地耸了耸肩膀 道 你来找我应该布置这件事吧 聪明 王超从空间球里面 掏出一份任务单 递给了叶云 道 你先看看这个吧 叶云接过任务单 仔细地看了起来 任务编号 111号 任务地点 西南省 洛城 迷之秘境 任务内容 收集到30株迷雾草 任务奖励 1000点积分 注意事项一 本任务推荐大舞师 境界舞者领取 注意事项二 迷之秘境中 每晚都会有大物笼罩 十分危险 千万不可夜间行动 注意事项三 迷之秘境中 有五阶凶兽出没 请注意安全 叶云将任务单给仔细看完 然后看着王超道 你接任务了 可你接任务来找我干啥 其实 我去迷之秘境 主要是寻找一种叫做紫金石的特殊材料 这个任务算是顺手接的 但我一个人 不是很有信心 能顺利找到紫金石 所以想邀请你一起参加 王超十分诚恳地说道 叶云笑道 这任务奖励 一共才1000积分 咱们两个人可不够分的 还不如我自己 去接任务呢 王超沉声道 我只要紫金石 其余的所有东西 包括灵药 凶兽血肉 积分 都是你的 这个嘛 叶云文言沉吟了起来 这个条件确实很有诱惑力 而且 他自己也刚好准备去接任务 搞一能点 王超一脸稀奇地看着叶云 等待叶云做出最终决定 片刻后 叶云点了点头道 可以 那太好了 王超文言高兴地道 有了你的加入 我得到紫金石的概率 又大了许多 叶云好奇地看着他道 你要紫金石 这玩意干啥 找人练制法宝啊 王超笑道 我准备找人量身定做 一件适合自己的法宝 练气 叶云文言 眼睛一亮 他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他身怀活属性异能 若是学习练气的话 有天然的优势 这无疑是一条 能够快速获取积分的便捷之路 看来这趟回来以后 我得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了 叶云心中自语道 王超轻声道 那我就订票了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在学院门口会合 嗯 叶云点了点头 见事情已经敲定 王超便起声告辞离开了 第二十二章 进入迷之秘境 奇怪地发现 一日 早上八点 叶云和王超 准时在学院门口会合 然后向着山脚下的高铁站走去 咦 那不是叶云和王超吗 这么早他们两个要去哪里 他们不应该是竞争对手吗 怎么这么和谐 不少人都是看到了两人的身影 然后发出了疑问 坐上高铁以后 叶云和王超随便聊了几句 然后便开始戴上耳机睡觉 王超则是从空间球中 拿出了各种吃食 每次知道吃了起来 没过多久 叶云便是被吵醒 他看着王超眼前摆放的 琳琅满目的食物 道 好你个老王 藏这么多吃的 也不早点拿出来 啊 王超有些无语的道 是你自己上车没多久就睡了 怪我咯 好了好了 叶云摆了摆手道 还有没有 这么点吃的塞牙缝呢 有 王超点了点头 然后再度拿出了一大堆食物 然后两人便是吃了起来 这么多的食物 引得不少人投来一样的眼光 大约六个小时后 他们总算是顺利抵达了落成 他们没有任何的耽搁 直接打车来到了迷之秘境 然后进入了秘境中 进入秘境以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茂密的丛林 所有植物都是格外的茁壮 好似原始森林 这里的环境 和我之前去的丛林秘境 倒是差不多 叶云笑了笑道 呼 王超轻呼了一口气 然后拿出了一张简略的地图 道 这张地图上标注着迷之秘境中 最有可能藏有紫金石的几处地方 我们先去这些地方吧 好 叶云点了点头 有些意外的道 没想到你准备的倒是挺齐全的 那是自然 不管什么事 我都喜欢早做准备 王超笑道 嗯 叶云文言 多看了王超两眼 然后道 既然你有地图 那你就在前面带路吧 好 王超应了一声 然后率先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叶云则是不紧不慢地 跟在了他的身后 时刻注意着 四周可能来临的危险 他们这一走 就是三四个小时 在这三四个小时中 他们只猎杀到了两头一街凶兽 天色暗下来了 我们不能走了 王超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很是认真的道 嗯 叶云赞成地点了点头 根据两人事先了解到的资料来看 每到夜幕降临 整个迷之秘境便会被大物笼罩 并且 这雾气有着隔绝舞者感知的效果 因此 为了安全起见 晚上绝对不能贸然行动 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处还算是平坦的地方 开始安营扎寨 等营地搭建好以后 叶云将下午猎杀的两头凶兽给拿了出来 他笑道 今天在高铁上吃了你那么多东西 今晚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王超有些意外地看着他道 你还会做饭呢 格局小了不是 做点吃的有什么难呢 叶云从空间球中取出烧烤炉 木炭等用品 然后开始操作了起来 没过多久便有浓烈的香味开始弥漫 王超咽了咽口水 道 好香 那 吃吧 叶云撕下一条大腿 然后递给了王超 王超咬了一口 顿时眼睛一亮 这味道简直是太好了 你这手艺都可以直接去开馆子了 王超恭维道 你这可就夸张了 叶云摇了摇头 抱着一条大腿啃了起来 这时候 王超从空间球里 掏出一个酒坛 递给了叶云道 来 尝尝这酒怎么样 你还带着这玩意呢 叶云惊喜地道 嘿嘿 王超笑了笑 道 我喜欢没事就小酌两下 叶云抱着酒坛喝了一口 顿时露出了陶醉之色 这酒入口滋味醇厚 更为难得的是 其中还蕴含着磅礴的灵气 若是经常饮用的话 有着炎年益寿之能 王超得意地道 这酒在酿造之时 加入了多种灵药 一般人可喝不到这么贵的酒 行行行 大少爷你厉害 你了不起 叶云文言笑了起来 王超文言翻了个白眼 然后道 咱们两个碰一下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好 叶云点点头 跟王超碰了一下之后 大口大口喝了起来 这种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感觉 好不快在 他们两个都是战斗力非凡 没过多久 两头凶兽 便是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 两人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靠在了旁边的大树上 都是一脸的满足 这个时候 雾气已经逐渐涌现 并且变得越来越浓郁 叶云微眯着眼睛 他能敏锐地感觉到 自己的感知力 正在逐渐下降 这雾气果然奇特 叶云感慨道 嗯 王超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些秘境千奇百怪 至今都还有好多 我们没能将其彻底探索清楚的 好 这个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 嘹亮的售吼声 让得两人瞬间紧绷了起来 王超美好气得道 该不会这么背吧 我们这是遇到凶兽袭击了 叶云没有说话 因为他发现 此时这一声声的凶兽吼叫 竟然逐渐变得极其淒厉起来 仿佛发出这些声音的凶兽 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一般 这叫声来得快去得也快 很快便彻底没了动静 叶云皱眉道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要不我们去看看 王超文言沉吟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道 好 随即两人便是小心地 向着叫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大概十分钟后 他们猛地一惊 因为他们看到了两副巨大的凶兽白骨 这些白骨极为的新鲜 甚至于可以看到 上面还粘连着不少肉丝 应该是别的凶兽捕猎 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吃掉了 王超松了口气道 应该不是 叶云在两副白骨面前蹲下 然后仔细地研究了起来 不是 那还能是因为什么 王超疑惑地在叶云身旁蹲下 也打量起了地上的白骨 可他看来看去 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 叶云用手在白骨上摸过 然后道 你仔细看看 然后再用手摸摸看 这些是齿痕 王超文言按照叶云所说的操作了起来 他顿时一惊 只见这两副白骨上到处都是极为细小的齿痕 但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些齿痕似乎是人类的齿痕 第二十三章 老王 你杀过人吗 可哪个人干得出这么变态的事情 将两头凶兽以极快的速度 啃噬到只剩下白骨 王超咽了咽口水 有些不确定的道 这是人干的 不知道 叶云摇了摇头道 但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总觉得我们这趟旅程会发生点什么 我们先回去吧 接下来小心一些 嗯 王超点了点头 然后二人回到了营地中 回到营地以后 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压抑了起来 二人都是没怎么说话 经过刚刚那件事以后 他们的心里面都蒙上了一层阴霾 想了想之后 叶云提议道 我们晚上轮流守夜吧 以防意外发生 好 王超点了点头 道 那我先去睡觉了 等下半夜再换你 可以 叶云无所谓的道 见叶云同意 王超钻进了帐篷里面 开始休息 叶云靠在大树上 看着王超所在的帐篷 眼中金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此刻的雾气 已经浓郁到了极点 能见度 更是下降到了只有一两米 一夜无视 第二天清晨 叶云从帐篷里出来 询问道 昨晚一切正常吧 正常 王超边 收拾东西边点了点头 叶云抬头看去 只见昨晚笼罩整个秘境的大雾 已经消失不见 一抹金色的娇阳 从天边缓缓升起 颇有几分意境 他摇了摇头 然后开始收拾东西 两人将东西收拾好以后 准备继续出发 寻找紫金石 王超手里拿着地图 道 应该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能到达第一处地点了 嗯 叶云点了点头 两人走了大概半个小时 便忽然都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再度发现了一具白骨 这具白骨 和昨晚发现的那两具不同 因为这具不是凶兽 而是人的 叶云在这具白骨面前蹲了下来 这次白骨上的撕咬痕迹 明显了许多 可以清晰地看出 是人类牙齿留下的 王超神色凝重地道 这人和昨晚的那两头凶兽 一个死法 嗯 叶云点了点头道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干的 虽然现场留下的齿痕是人类的 但我觉得 不太可能是人 我也这么觉得 王超赞同地道 叶云忽然有些好奇地看着他 道 老王 你杀过人没有 没有 王超文言摇了摇头 没事 叶云站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若是有机会的话 我让你破破胆 王超 我谢谢你全家 随即两人继续朝着目的地赶去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忽然有着几头二阶凶兽窜出 向着两人发起了进攻 叶云见状屈指一弹 顿时一发言完 就招呼了过去 这几头凶兽 直接便是被炸死 叶云熟练地将他们的尸体收进了自己的空间球中 叮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四头二阶凶兽 异能点加四零点 王超感慨道 叶子 你这战技 真是太适合在秘境中使用了 还行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随即便是反应了过来 道 你刚刚叫我什么 叶子 王超理所当然地道 你都叫我老王了 我叫你叶子怎么了 这称呼怪怪的 叶云摇了摇头道 你直接叫我哥吧 谁让你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叶 哥 王超十分别扭地叫了一声 哎 叶云一脸享受地应了一声 随即两人开始继续赶路 经过昨天的惨淡收获以后 今天两人的收获都是多了起来 时不时地便能遇到凶兽 还顺带采集了一些灵药 很快 他们便抵达了地图中标注的第一个地点 那是一个看上去杂草丛生的山坳 王超在叶云震惊的目光中拿出了一把锄头 然后在山坳里到处挖了起来 叶云无语地道 你这装备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来秘境里面种地的呢 没办法 紫荆石这玩意一般都在土里或者石头里 比较不好找 锄头刚好比较适合寻找紫荆石用 王超一边寻找紫荆石 一边有些无奈地道 好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随手折断一根野草 将草根塞进了嘴里面 任由那股苦涩的味道 蔓延进口腔 大概一个小时后 王超有些无奈地放弃了 他将锄头收起来叹了口气道 走吧 我们去下一处地点看看 嗯 叶云起身站起来 两人朝着下一处地点赶去 两个小时后 王超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道 饿死了 我们吃点东西再走吧 说完 他便从空间球中取出了各种零食 什么卤猪蹄 泡椒凤爪之类的 应有尽有 两人对付了一口之后 便是再度启程 轰隆隆 这时候 远处突然响起了隆隆的响声 紧接着 地面便是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我上去看看 叶云跳到了一棵大树上 然后他便是看见了一大群凶兽 正在拼命地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跑来 那般模样 仿佛后面有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在一直追赶他们一般 可叶云仔细看了看 这群凶兽的后面并没有什么呀 他摇了摇头 重新回到了地面 轻声道 有一大群凶兽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正向着我们所在的方位冲来 一大群 王超皱眉道 大概有多少只 若是数量太多的话 我们得避开才行 一百多头吧 大部分都是二阶的 其中掺杂着十多头三阶的 叶云轻声道 王超看向叶云沉声道 干不干 那肯定了 自己送上门的 不要白不要 叶云笑道 这么多凶兽 可是一笔不菲的异能点 他当然是不会白白错过 好 那就干他娘的 王超点了点头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一直以来 他都被王家保护得很好 现在总算是有机会在秘境中 酣畅淋漓的真刀真枪干一场了 我跳到树上 发起远程攻击 你随意 叶云交代了一句 然后他便是跳到了树顶上 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第24章 赚大了 十吨紫金石 没过多久 这群凶兽便是进入了叶云的攻击范围 他深吸了一口气 浑身的毛孔中有青莲地心火窜出 然后数颗岩飞速成形 去 叶云大手一挥 顿时上百颗岩丸向着凶兽群冲去 碰 碰 碰 岩丸爆开 将地面炸出了一个个深坑 几乎是瞬间 这群凶兽便折损了一半 卧槽 王超看着这一幕瞪大了双眼 他都还没有动手呢 怎么一半凶兽就没了 不行 我也得展现一下实力 他当即便是怒吼一声 向着这群凶兽冲了过去 身后有着一道麒麟虚影浮现 在麒麟之力的加持下 王超如同人形暴龙一般 跟凶兽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呼 站在树顶上的叶云 长输了一口气 一口气凝聚这么多的炎丸 可不是说着玩的 对自身的消耗极大 现在他体内的灵力 已经损耗了大半 看着下面大杀四方的王超 叶云咧嘴一笑 然后他拿出斩破刀跳了下去 加入到了战局之中 他的刀很快 那些二阶凶兽遇到他 基本是一刀一个 三阶凶兽也基本扛不过三刀 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 这群凶兽很快便是被屠戮殆尽 王超擦了擦脸上的血迹道 叶哥 你真是太猛了 这大部分的凶兽都是你杀的 还行吧 叶云笑了笑 然后往嘴里塞了猪灵药 用来恢复灵力 随即两人将这些凶兽 都给收进了空间球中 如此多的凶兽 应该至少能兑换五千几分 这趟出来 可谓是赚大了 收拾好以后 两人继续往地图中标注的第二个地点赶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他们成功抵达了目的地 那是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山谷 山谷中生长着不少的灵药 旁边还有着几头凶兽守护 灭 叶云随手便是几颗岩射出 将这几头凶兽秒杀 然后他将凶兽尸体收进了空间球中 开始采集山谷中的灵药 王超则是拿着锄头 开始在山谷中寻找紫金石 等采集完灵药之后 叶云便是找了块大石头坐下 开始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嗯 这时候 叶云却发现 屁股下的石头有些不对劲 因为坐上去太凉了 不知道的话 他还以为自己坐在冰块上呢 叶云皱眉 一掌对着身下的石头拍了上去 咔嚓 石头表面的石皮裂开 露出了一条裂缝 然后有道道紫光闪烁 叶云赶紧招了招手 说道 老王 我好像发现紫金石了 哪呢 哪呢 王超文言 扛着锄头跑了过来 这下面 叶云指了指自己身下 王超低头看去 然后看见了裂缝中 发出的紫色光芒 应该就是紫金石了 王超深吸了一口气 道 把表面的石皮 清理干净看看 嗯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从石头上跳下来 和王超一起清理了起来 没过多久 一大块紫色的金石 便是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金石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看上去美轮美奂 如同一件艺术品 哈哈 叶哥 王超一脸激动地说道 这次幸亏邀请你一起来了 不然 我们也不能这么快 就找到紫金石 行了 你淡定点 口水都快要喷在我脸上了 叶云有些无语地道 我这不是高兴吗 王超信信地道 这块紫金石 应该还不是全部 还有很大一部分在地下 我们得把它挖出来才行 嗯 叶云点了点头 道 正好你有锄头你挖吧 王超 早知道就多准备两把锄头了 王超拿着锄头 在地上吭哧吭哧地挖了起来 没过多久 就累得满头大汗 大概半个小时后 他总算是将整块紫金石 都给挖了出来 粗略估计 这块紫金石 大概有十吨左右 王超兴奋地道 叶哥 你知道十吨紫金石值多少钱吗 几千万 叶云试探性地说了一个数字 好几个亿吧 王超笑道 叶云文言顿时吃了一惊 道 这玩意这么值钱 那可不 王超笑道 紫金石可是炼气的上好材料 在市场上很少能遇到 基本刚一出现 就被人给买走了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叶云当即便是想要分一块 嗨嗨 他咳嗽两声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回学院以后 我想研究一下炼气 这块紫金石 能不能分我一些 没问题 王超拍了拍自己的胸膛道 反正这么多紫金石我也用不完 咱们一人一半 谢了 叶云诚恳地道 我也不白要 就当是我欠你一个人情了 欠我一个人情 王超文言眼前一亮 刚欲开口说话 便是被叶云阻止了 你要是趁机提出 让我加入王家什么的 免谈 王超文言 眼神悠怨地瞪了叶云一眼 道 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这个 哼 叶云轻蔑一笑道 看你表情我就知道 你没别什么好屁 好吧 王超耸了耸肩膀 看向旁边的紫金石 道 我们把它给分了吧 叶云皱眉道 这玩意 貌似还挺硬的 粉腰把它分开 王超笑道 紫金石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不耐高温 懂了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了斩破刀 他左手在斩破刀刀身上抹过 顿时一层浓郁的青莲地心火 附着在了上面 下一刻 叶云持刀狠狠对着紫金石劈了下去 碰 紫金石应声变成了两半 切口光滑如镜 整齐无比 搞定 叶云将斩破刀收起来 拍了拍手掌 然后将半块紫金石塞进了空间球里面 王超笑呵呵地将另外半块紫金石收了起来 没想到此行这么顺利 才两天时间就找到了这么多的紫金石 叶云深吸了一口气道 你紫金石已经找到了 要不要先行离开秘境 我还要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你说什么 王超文言美好气地白了叶云一眼 道 我王超是那种丢下朋友一个人离开的人吗 哈哈 叶云大笑了两声道 应该不是吧 王超纠正道 应该是肯定不是 必须不是 呵呵 两位的运气不错嘛 这时候山谷上方 忽然有着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 两人闻言面色一变 都是抬头向着上面看去 第二十五章 诡异的人皮 只见山谷上方 站着五六道陌生的身影 这些人双手抱胸 眼神细血地看着叶云二人 随即他们缓缓走进了山谷中 领头的是一个染着黄毛 穿着紧身裤的男子 他笑呵呵地道 两位 刚刚那么大块紫金石 我们可都看见了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黄毛低声道 正所谓见者有份 这么大的紫金石 你们也用不完 不如就将其全部赠送给我们如何 叶云 王超 真是好一个见者有份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见者有份是这样的 王超冷哼了一声道 想抢劫就明说 何必在这里装好人 既然你知道我们是抢劫 还不赶紧乖乖地把东西交出来 黄毛文言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身后的几人 也都跟着发出了哄笑声 看样子 是完全没把叶云二人放在眼里 叶云见状 启动了全知之眼 向着对方看去 结果让他大跌眼镜 除了那个黄毛实力强一点 是大武师第二重以外 剩下的人实力都很一般 基本都在武师第八重左右 就这点实力 也好意思学别人抢劫 叶云笑呵呵地道 把自己的空间球留下 然后立刻离开 这件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这家伙 竟然叫我们把空间球留下 他这意思是要反抢我们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 最好笑的笑话了 黄毛等人立刻便是笑了起来 王超则是一脸崇拜地看着叶云 原来还能这么操作呢 我看你们两个是活得不耐烦了 既然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黄毛随即冷哼了一声 强大的气息破体而出 向着叶云二人 一步步步走了过去 老王 上 叶云拍了拍王超的肩膀 王超 叶云笑道 就这几个小虾米 也配让我亲自出手 有你就够了 好吧 王超无奈点了点头 他往前一步踏出 顿时身后 有着一道麒麟虚影浮现 麒麟虚影仰头怒吼 释放出一股惊人的威压 碰 碰 碰 随即 双方便是爆发了 极为激烈的战斗 虽然被好几人围攻 但王超却是一直处于上风 打得几人不断吐血 麒麟虚 王超忽然抱贺一声 有可怕无比的全光浮现 向着对面的几人冲去 碰 伴随着一声轰鸣 黄毛等人全都倒飞了出去 口喷鲜血 连战都站不起来 王超收回了自己的灵力 拍了拍手道 搞定 将这几个人 送去镇灵局处置吧 镇灵局 叶云文言翻了个白眼 道 我们都还有事要做 难怪为了这几个败类 提前结束秘境之行 王超挠了脑脑袋道 那怎么办 当时斩草除根了 叶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大哥 大哥 我们愿意把空间球交出来 你们可千万不要杀我们啊 黄毛剑情况不对 连忙开始了求饶 你们几个糊涂啊 把你们宰了 你们的空间球 不还是我的 叶云像是白痴一样的看着几人 他不是没给过对方机会 我跟你拼了 文言黄毛的很近上来了 他咬牙爬起来 然后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好一个声东击西 傻逼 叶云摇了摇头 然后便是一发延弯射出 顿时黄毛被命中 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大概十几秒后 他彻底化作了飞灰 被叶云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叶云拍了拍王超的肩膀 刚才若是我们不敌的话 那死的绝对是我们 你觉得 他们会心慈手软吗 应该不会 王超摇了摇头 那你还不赶紧干死他们 叶云翻了个白眼道 好 王超深吸一口气 上前结果了几人 然后他哇哇大吐了起来 叶云贴心地 将所有尸体 都做了无害化处理 然后将他们的空间球 塞进了自己兜里 他取出一瓶矿泉水 递给了王超 王超接过矿泉水 开始了漱口 好半天才缓过进来 叶云笑道 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 等做得多了就好了 王超文言好奇地询问道 你第一次做这种事 是什么感觉 好像没啥感觉 叶云耸了耸肩膀 道 就是有点兴奋吧 兴奋 王超脸色都变了 他向着叶云竖起了大拇指 道 你是个狠人 一般般吧 叶云轻声道 你在家里 应该非常的受宠吧 王超有些意外地 看着叶云道 你怎么知道 叶云笑道 看你这两天的表现 以及刚刚面对这种事实的反应 就知道了 哎 没办法 我爷爷总说 我们王家三代单传 就我一个独苗 我是未来的王家继承人之类的 我老爸也不敢怎么管我 因为我爷爷会削他 王超叹了口气道 一副非常郁闷的模样 文言 叶云嘴角抽了抽 道 行了 你压的 就别在这里跟我显摆了 显摆 王超一脸的无辜 我哪里显摆了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 哼 叶云冷笑一声道 我看你是皮痒了 要不我们现在切磋一下 我才不呢 王超连忙摇了摇头 明知道自己打不过 你还跟你切磋 这不是找揍吗 知道就好 叶云白了他一眼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了 王超正色道 叶哥 接下来你的打算是 往秘境深处走吧 看看能不能多猎杀 一些凶兽 顺便把任务给做了 叶云轻声道 哦 王超耸了耸肩膀道 那我们走吧 嗯 叶云点了点头 随即两人一起 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他们走后不久 原本空旷的山谷中 忽然刮起了阵阵阴风 随即一张诡异的人皮出现 人皮仿佛具有生命一般 眼珠子滴溜溜转动着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更为诡异的是 他虽然只是一张人皮 但却有着一副完整的牙齿 牙齿上此时还带有丝丝血迹 他在山谷中飘荡了一圈 然后向着叶云二人离开的方向飘去 第26章 新的未知生物 异类 夜晚 一处密林中 叶云二人再度做起了烧口 等到吃饱喝足以后 叶云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 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父 全知之眼 境界 武师第七重 加 异能 清廉地心火 B级 体魄 320气血 加 精神 300赫 加 战绩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大成加 异能点 1678点 得益于今天遇到了凶兽群 叶云收获了大量的异能点 想了想之后 他确定先把境界提升一波 系统 加点 叮 恭喜主人境界提升到五十第九重 伴随着系统的声音 叶云的气息暴涨到了五十第九重 此时 他的异能点还剩下600多 叶云想了想 决定将战绩也提升一下 叮 恭喜主人成功将战绩 八荒刀法 提升到圆满层次 唉 这玩意真是不惊花呀 又没了 叶云看着面板上空空如也的异能点叹了口气 啊 这个时候 帐篷外突然响起了王超的惨叫声 叶云连忙跑了出去 然后他便是看到王超捂着手臂 而且他的手臂上少了一大块肉 而在他的身前 则是飘着一张诡异的人皮 此时这张人皮正在不停咀嚼着 应该是正在享受王超身上的那块肉 这是什么鬼玩意 叶云神色凝重 王超掏出疗伤丹药 捏碎撒在了伤口上 顿时他的伤口飞速愈合了起来 短短几秒钟时间就只剩下一道淡淡的疤痕 叶哥 之前我们遇到的那几副骨架 应该就是这东西干的 王超沉声道 嗯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他启动了全只之眼 丁 刚刚在地心上出现的未知生物 喜欢吞食新鲜血肉 实力相当于四节 未知生物 叶云看着眼前的信息 面色忍不住凝重了起来 他提醒王超道 这玩意应该是新出现的未知生物 小心 嗯 王超点了点头 刚刚他已经领教过对方的厉害了 将王超的那块肉吃干净以后 人皮嘴里发出一阵诡异的叫声 然后向着王超飘了过去 妈的 被这玩意活生生咬掉一块肉 王超本来就很不爽 这下更不爽了 你他妈的羊毛就盯着一个人嚎尸吧 叶云那么大一坨就站在我旁边 你不去找他 结果就找我 真是书可忍 沈身不可忍 麒麟拳 王超爆喝一声 向前一拳轰出 可怕的拳光化作了麒麟虚影 碰 这一拳接接实实地命中了人皮 但却像是打在棉花上一般 人皮迅速凹陷了下去 与此同时 麒麟拳上蕴含的庞大力量也随之被化解 王超见情况不对 连忙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哥哥哥 人皮嘴里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然后他整张人皮开始扩大 转眼就变成了直径十米大小 向着二人包裹而去 走你 叶云轻贺一声 紧接着便是发出了数发炎丸 碰 碰 碰 炎丸像是炮弹一样 炸开 但却对人皮没有造成丝毫伤害 只是爆炸的地方变黑了而已 好变态的防御力 叶云见状露出了凝重之色 王超皱眉道 叶哥 这玩意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们不能留守了 必须动点真格了 嗯 叶云点点头 拿出了斩破刀 自从得到战绩 八荒刀法 他还没有这八斤地用过呢 下一刻 两人都是朝着人皮暴冲而去 然后发起了狂风咒语一般的进攻 两人都不是普通舞者 都有着越境战斗的能力 在他们的疯狂攻击下 人皮上很快就出现了无数的裂缝 就是现在 叶云目光一凝 手中斩破刀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然后向着人皮劈去 死了 人皮应声 被劈成了两半 但这两半的人皮疯狂扭动着 想要重新拼接成一张完整的人皮 但叶云和王超 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当即便是再度发起了疯狂进攻 直到将气碎尸万段 这下人皮 总算是彻底死翘翘了 变成了无数指甲盖大小的碎片 叶云为了安全起见 直接一把火 将气都给烧了 叮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四阶异类一头 异能点加二百点 听见系统发出的声音 叶云先是一愣 随即忍不住狂喜 他没想到击杀异类 竟然也能够获得异能点 而且比同等级的凶兽多了不少 这应该算是意外之喜吧 异类 系统 异类就是这种未知生物的名字吗 随即叶云反映了过来 好奇地询问道 他刚刚用全职之眼的时候 系统还显示为未知生物 等到他将其猎杀以后 系统奖励异能点时 称呼就变成了异类 定 是的 此命名来自于地心人族史老会谈 史老会谈 叶云闻言一经 这可是人族最高规格的会议 他若有所思的道 外面已经发现了这玩意 并且召开会议给出了定义吗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王超抱怨道 真是太倒霉了 我在那做得好好的 他忽然出现给了我一口 不知道 叶云摇了摇头 王超有些担心的道 这秘境里面会不会还有这玩意 我要是再被活生生咬掉几块肉怎么办 这话叶云一听就乐了 他笑道 有就有呗 就算有也不奇怪 我们后面只要加倍小心就可以了 这道也是 王超点了点头 叶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接着首页 我回帐篷里休息 等下半夜再来替换你 王超文言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刚刚那玩意 给我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要不我们一起首页 今晚不睡了 呃 叶云一愣 没好气的道 刚刚你干那人皮的时候 不是挺猛的吗 怎么现在反倒胆怯了 我那不是被咬了一口 正在气头上吗 王超轻声道 叶云上下看了他一眼 道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说完 他便静止 走进了帐筒中 王超 靠 老子蠢得好不 第二十七章 不小心误伤了 第二天清晨 王超从帐篷里钻了出来 哈欠连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叶云奇怪地看着他 道 你晚上没睡 没 王超摇了摇头 从空间球里面 掏出了一颗丹药 塞进了嘴里 顿时整个人再度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叶云本想都这家伙几句 但想了想 还是算了 他们收拾好东西 便是继续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结果他们没走多远 前面便传来了剧烈的灵力波动 叶云皱眉道 有强者在前面打斗 嗯 王超点了点头 道 根据这灵力波动判断 应该是武灵境的强者 我们绕道走吧 叶云轻声道 在秘境中这种闲事 还是少管为妙 好 王超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兜了一个圈子 绕开了前方交手的区域 继续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没走多久 他们便遭遇了一头凶兽 叶云二话不说 直接就是一发延丸将其秒杀 然后收获了十点异能点 杀 这时候 他们的身后忽然响起了破风声 叶云头也不回的 就是一发延丸招呼了过去 啊 延丸爆开以后 有着一声惨叫响起 叶云 什么鬼 这凶兽怎么还会叫 王超咳嗽两声道 叶哥 好像不是凶兽 你当当打中的是一个人 人 叶云转身看去 果然是 看见一名被炸得全身漆黑的女子 正一脸愤怒地盯着他 你为什么要偷袭我 女子咬牙道 叶云刚欲开口解释一下 女子便是倒在了地上 叶云 喂 不带你这么碰瓷的 王超看了一眼四周小声的道 该不会是死了吧 要不我们悄悄把他给烧了 就当作是没发生这件事 叶云 他没好气地瞪了王超一眼 然后来到女子的身前 摸了摸脖子上的脉搏 道 没死 哦 那就好 王超闻言松了一口气 丁 灵妙 武灵镜第五重 A级异能封灵剑 武灵镜 叶云皱起了眉头道 他应该就是刚刚我们遇到的 跟人交手的那位武灵镜强者 竟然这要巧 王超意外地道 叶哥 你说 这是不是就是缘分 缘你个头啊 有没有疗伤的丹药 给他吃两粒 不然 他就要真的凉凉了 叶云美好气地道 王超这小子 间歇性脑回路轻奇 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些什么 叶哥 你不也有疗伤丹药吗 王超一边从空间球里 掏出疗伤丹药 一边好奇地询问道 你不公子哥吗 公子哥比我富裕 叶云接过疗伤丹药 然后塞进了林妙的嘴里吧 片刻后 林妙清醒了过来 他一个药子翻身 从地上蹦起来 然后拿剑指着叶云他们 韩生道 你们想干什么 叶云耸了耸肩膀道 我们啥也不干 哼 人心险恶 我不得不防 林妙将长剑指着叶云道 尤其是你这家伙 趁我受伤偷袭我 能是什么好东西 扑痴 王超文言 没忍住笑了出来 叶云瞪了王超一眼 有些无奈地道 姑娘 刚刚确实是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 你是想要偷袭我们的凶兽呢 这才误伤了你 刚才你昏迷的时候 我们给你 为了疗伤丹药 也算是救了你 我们就此扯平了 好吧 林妙文言狐疑地看着王超道 他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王超点了点头 道 我可以以青龙学院的名义启示 青龙学院 林妙文言 神色缓和了下来 收回了自己的长剑 轻声道 我是朱雀学院的 叫林妙 哦 王超文言 立刻热情了起来 邀请道 林学姐 你也是来迷之密经历练的 要不我们一起 老王 你别瞎邀请 林学姐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怎么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呢 你说是吧 林学姐 林妙刚欲张口说话 便被叶云给截胡了 他看了叶云一眼 道 是 我还有事要忙 咱们有缘再见 说完 林妙便是静止转身离开了 等林妙走后 王超有些无语的道 叶哥 你这是干啥 有个武林镜的强者 跟着做免费打手不香吗 叶云白了他一眼 道 你懂个锤子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你真牛逼 王超竖起了大拇指 少废话 我们赶紧走吧 叶云率先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王超则是跟在了他的身后 一路上好奇的四处张望 就跟春游似的 反正紫禁石已经找到 他此行的目的已经顺利完成 现在跟着叶云 纯粹是为了几分朋友一起 一路上 两人遇到了不少凶兽和灵药 算是收获颇丰 转眼就到了中午时分 他们两个蹲在一颗大石头上面休息 顺便吃点东西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便是再度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没过多久 王超忽然指着一旁的小山坡道 那有两株灵药 说完 他便下意识地走过去 想要将其摘下 别动 叶云扭头一看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抱贺一声 想要阻止王超 却已经来不及了 王超将灵药摘下 奇怪地看着叶云道 怎么了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发现脚下的小山坡 剧烈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便开始长高 卧槽 这时候王超才发现 原本他站在了一头凶兽的背上 此时这头凶兽缓缓站了起来 叮 五阶凶兽暴力穿山兽 性格暴躁 防御力极其惊人 看着眼前全只只眼给出的信息 叶云嘴角抽了抽 让你压得手见 王超快速从暴力穿山兽的后背上跳了下来 道 叶哥 你早就看出来了 你怎么不早点通知我 叶云美好气地道 谁让你压得手快的 好吧 王超耸了耸肩膀道 叶哥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干吧 叶云深吸了一口气道 五阶凶兽应该能够兑换不少的积分 值得冒点血 好 王超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催动了麒麟之力 第28章 五阶凶兽 暴力穿山兽 去 叶云率先发起了进攻 数十发言玩向着暴力穿山兽射去 碰 碰 碰 言完禁术爆开 但暴力穿山兽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仅仅只是脱落了几块鳞片 好变态的防御猎 叶云忍不住感慨道 刷 暴力穿山兽一爪子对着叶云拍了过去 我来 王超极为装逼地挡在了叶云的身前 然后有耀眼的全光化作了麒麟 向着暴力穿山兽轰去 碰 一声轰鸣紧接着响起 全光轰然破碎 王超更是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撞在一棵参天大树上 就这 叶云忍不住嘴角抽出了两下 王超从地上爬了起来 嘴硬道 意外 这都是意外 呵呵 我信你个鬼 叶云白了他一眼 接连遭到叶云和王超的攻击 暴力穿山兽被彻底激怒 他怒吼一声 身躯瞬间变大了三四倍 看见这一幕 叶云和王超都忍不住面色凝重了起来 叶云深吸一口气 拿出了斩破刀 体内雄魂的灵力 尽数灌注到了斩破刀之中 顿时斩破刀上有耀眼的刀光闪烁 但这还没完 叶云左手抚过刀身 顿时刀身有附着了一层 浓郁至极的清廉地心火 下一刻 叶云对着暴力穿山兽 一刀狠狠劈下 顿时一到十米长的火焰刀光浮现 对着暴力穿山兽冲去 王超见状赶紧退后了一些 别到时候被波及进去了 好 似乎是察觉到危险 暴力穿山兽不安分地躁动了起来 有浓郁的金光从他体内涌现 然后游走到全身 在这道金光的加持下 他浑身如同披上了一层金甲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这个时候 叶云的刀光到了 狠狠地披在了暴力穿山兽的身上 砰 伴随着一声巨响 暴力穿山兽原本坚硬的鳞片 四分五裂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好 暴力穿山兽 发出阵阵痛苦的惨叫声 他的身躯疯狂摆动着 砰 叶云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暴力穿山兽的尾巴扫中 他倒飞了出去 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他从地上爬起来 揉了揉胸口 吐出一口血沫 这家伙的防御力 真是变态啊 叶云叹了口气 尽管他那一刀 已经破开了暴力穿山兽的防御 留下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但暴力穿山兽 却没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反倒是彻底激怒了对方 只见他 直接进入了暴走状态 不顾一切地 向着叶云二人冲了过去 不要硬踢 跟他好 尽量攻击他受伤的地方 叶云快速叮嘱道 好 王超点了点头 随即 两人便是采取了持久战术 不停地躲避暴力穿山兽的攻击 时不时地找准机会 给来上两下 在这种情况下 暴力穿山兽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 动作明显慢了下来 见笑了 继续 叶云健壮惊喜地道 好 王超见叶云的法子效果不错 也是越干越起劲 大约半个小时后 这头五阶凶兽成功 被两人给耗死 搞定了 王超松了口气道 幸好暴力穿山兽 刚刚已经被叶云大招所伤 不然的话 谁耗死 谁还真不一定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一头五阶凶兽 一能点加二百点 有点少啊 叶云撇了撇了嘴 之前斩杀那头四阶异类 都奖励了二百亿能点 这头可是五阶的 叶哥 你不是想研究练气吗 这头五阶凶兽身上 可有不少好宝贝 他的骨头 鳞片 都可以拿来练气 王超贴心地提醒道 这感情好 叶云文言笑了起来 要不是王超这小子提醒 他就真的将气给忽略了 随即他拿着斩破刀 用力向着暴力穿山兽砍去 结果火光四箭 震得他手臂发麻 卧槽 叶云梦了 这玩意这么硬 怎么弄下来啊 好在他机智的一批 决定从暴力穿山兽身上的伤口弄起 这样一来 就简单多了 费了半天劲 叶云总算是撬了一块鳞片下来 这鳞片沉重无比 摸着像是金属的质感 上面还隐隐泛着灵光 叶云看着一旁的王超 美好气得道 你压得不过来帮忙 还在那里傻站着干啥 嘿嘿 我这不是看你表演吗 王超笑呵呵地道 叶云文言翻了个白眼 随即两人便是忙活了起来 大概三个小时后 他们总算是将暴力穿山兽身上的鳞片 给全部弄了下来 两人都是累得够腔 额头上都是汗水 接下来就是骨头了 叶云稍微休息了一下 便是接着忙活了起来 大概三十分钟 一副完整的暴力穿山兽骨架 便是映入了眼帘 当然 分解下来的血肉也不能浪费 叶云将其全部收进了空间球中 我这手艺 还真是有点刨丁解牛的意思 叶云美滋滋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看够了以后 方才将其收了起来 王超轻声道 叶哥 我们该走了吧 嗯 叶云点点头 两人继续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他们没走多久 便是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成功地发现了迷雾草 这下任务算是完成了 叶云笑呵呵地道 嗯 王超点了点头 然后将这些迷雾草 全部采集了下来 烈 这个时候 天空中猛然响起一声凶兽的啼叫 叶云二人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只三阶的金雕 正朝着他们俯冲而来 那巨大的爪子 闪烁着金属光泽 如同黄金胶着而成一般 哟 你别以为你会飞 就能为飞作歹 叶云笑了笑 然后便是几发阎丸射出 金雕翅膀一震 轻而易举地便是躲开了 王超开玩笑道 叶哥 你这牛皮也不行啊 叶云轻声道 别急呀 看歌给你表演 说完 叶云大手一挥 便是近百枚阎丸爆射而出 数量如此众多的阎丸 当即便是将金雕的上下左右 全部封锁 碰 金雕不幸被两发阎丸命中 直接被炸死 从高空中落了下来 牛逼 王超竖起了大拇指 那必须的 叶云得意一笑 然后舔了舔嘴唇道 不知道金雕的味道怎么样 我还没吃过这么大的鸟呢 第29章 动荡的局势 夜幕降临 叶云和王超一人 拿着一只鸟腿吃得不亦乐乎 王超边吃边舔了舔嘴唇道 这金雕的肉感觉真不错 叶云笑道 赶紧吃 吃完了 还有暴力穿山兽的肉呢 嗯嗯 王超点点头 三下五除二将鸟腿给解决掉 然后吃起了暴力穿山兽的肉 一口五阶凶兽的肉下肚 王超整个人都开始浑身发烫 像是身体里面藏了一个火炉 忽然 周围的天地灵气 向着他体内涌去 叶哥 不行了 我要突破到大武士境界了 王超连忙钻进了帐篷里面 五阶凶兽的肉 这要牛逼 叶云看着这一幕 有些怀疑得到 随即他也拿起一块烤肉吃了起来 几口烤肉下肚 他的脸变得通红起来 浑身更是燥热无比 有种不顾一切想要发泄一番的冲动 卧槽 效果真这么好 叶云忍不住赞叹道 随即他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五十第九重 加 异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四百九十气血 加 精神 五百赫 加 战绩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异能点 两千一百四十五点 看着面板上的数据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几天在秘境中 每天都使用了大量的凶兽血肉 体魄和精神力都自然增长了不少 异能点也是收获颇风 叶云想了想 便是决定将境界还有体魄 精神力啥的来一次整体提升 系统 加点 叮 恭喜主人境界提升到大武师第二重 叮 恭喜主人体魄提升到六百气血 叮 恭喜主人精神力提升到七百赫 伴随着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 叶云露出了陶醉之色 他现在已然比之前强大了一大截 叶哥 我突破到大武师第一重了 这时候 王超兴冲冲地从帐篷里面跑了出来 是吗 叶云将系统面板关掉 然后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卧槽 刚才你不还是武师第九重吗 怎么转眼就大武师第二重了 王超一脸的猛逼 叶云破镜也就算了 怎么老是一下提升好几个小境界 这尼玛还怎么玩 叶云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容 道 可能这就是天才吧 王超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时间 叶云和王超总算是结束了秘境之行 他们这次进入迷之秘境 足足待了差不多二十天时间 可谓是收获满满 王超提议道 我们先找个饭店搓一顿再回去吧 听说洛城的啤酒鱼极其出名 可以 叶云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随即两人拦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来到了洛城最为出名的一家饭店 这家饭店据说用料极其烤焦 所用的鱼都是三街凶兽 一般除了舞者 很少会有普通人到这里消费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点好菜以后 叶云拿出手机准备刷一会儿 这时候却看见了铺天盖地的推送消息 号外 号外 地心多处出现未知生物 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 光明教趁机作乱 造成多地混乱 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 号外 号外 石老决定召开石老会谈 最新消息 石老会谈已将这种未知生物 正式命名为异类 多地出现动乱 镇邻局人手严重不足 已向军方发出协助请求 在镇邻局的强力干涉下 多地的动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大厦官方发出通知 要求所有普通民众 尽量待在城中 不要随意去往野外 根据粗略统计 本次混乱 共造成近十万人死亡 看着这一连串的消息 叶云面色凝重 他有种预感 那就是 这个世界要变了 见叶云脸色不对 王超询问道 叶哥 你怎么了 叶云轻声道 你看看手机上的消息 手机 王超掏出手机看了起来 看完以后 他顿时沉默了下来 片刻后 王超方才开口道 这玩意应该就是我们在秘境里遇到的那个吧 嗯 叶云点了点头 道 看来以后人族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了 哎 王超叹了口气道 我们人族还真是命运多舛啊 这时候 服务员端着饭菜走了上来 王超叮嘱道 你好 给我们上几瓶酒 要你们店里面最好的 好的 服务员点了点头 很快便将上好的白酒给送了上来 王超拿起一瓶道 叶哥 别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 这种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天塌下来 还有高个子顶着呢 嗯 叶云点了点头 随即两人便是将这件事给抛在了脑后 开始大口吃喝了起来 等到吃饱喝足以后 他们静止来到了车站 然后踏上了返回青龙学院的路程 大约六七个小时后 他们成功抵达了青龙学院 叶云笑道 咱们先去把任务给交了 然后去商场看看 这次的收获能兑换多少积分 好嘞 王超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随即二人来到了任务大厅 这个时间点里面的人并不多 他们很快便是交完了任务 然后他们来到了商场 叶云轻车熟路的来到二楼完成了交易 这次 他们一共获得了一万六的积分 可谓是大赚了一笔 叶云笑道 老王 你有没有后悔当初承诺所有收获都是我的 毕竟这趟咱们赚了这么多积分 没有 王超笑道 叶哥 你怕是不知道富家子弟的快乐 高级功法战绩 但要啥的我从来都不缺 你牛逼 叶云竖起了大拇指 王超轻声道 叶哥 那我就先走了 我要赶紧把紫金石交给我找的那个炼器师 好呢 叶云点了点头 随即王超便是风风火火地走了 等王超走后 叶云再度返回了商场中 他静止来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柜台道 你好 有没有关于炼器方面的 有的 工作人员脸上流露出一谋笑容 第三十章 炼器也能加点 最终 叶云揣着一本炼器大拳 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这本炼器大拳一共花费了他六千个积分 说起来倒是和玄阶战绩的价格差不多 叶云回到别墅以后 打开炼器大拳随意地翻动了两下 然后便是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大武师第二重 加 异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六百气血 加 精神 七百赫 加 战绩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炼器 未入门 加 异能点 12652点 看着面板上新出现的炼器一栏 叶云忍不住呼吸急促了起来 事情果真如同他猜想的那样 炼器也是可以进行加点的 系统 加点 他兴奋地搓了搓手掌 然后选择了加点 叮 恭喜主人成功提升到五阶炼器师 叶云向着异能点一栏看去 异能点 9652 将炼器等级提升到五阶炼器师 一共消耗了3000异能点 这个消耗不高 比提升境界划算多了 五阶炼器师 足够满足我目前的需求 先不继续提升了 提升一下我的整体实力吧 系统 加点 叶云想了想之后 做出了决定 叮 恭喜主人进阶提升到大武师第七重 叮 恭喜主人气血提升到1360卡 叮 恭喜主人精神力提升到1400和 伴随着系统的声音 叶云的实力再度迎来了一次大幅提升 还是开挂好啊 比自己苦哈哈修炼强太多了 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 叶云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 得想办法多存点异能点了 异能也该升级一下了 叶云自语道 根据他的推测 想要异能进行加点 应该至少需要2万的异能点 练气都能加点 那想必练丹也可以 我要不要再倒过一下练丹 叶云陷入了沉吟之中 这两样在地心可都是硬通货 只要掌握了这两门手艺中的异门 就压根不用担心 日后修行资源的问题 会有无数强者求着你好吧 算了 掌握一门练气 就足够解决我积分的问题了 毕竟高等级的战绩 也不用担心了 因此 我完全没有必要再浪费精力 去捣鼓链丹 获取异能点提升实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随即叶云摇了摇头 他将系统面板关掉 此时窗外的天色 已经逐渐暗淡了下来 叶云刷了会儿手机 便是洗漱休息了 明天他还有重要的事情做 今天得好好休息一下 一日 清晨 叶云一大早就起床了 然后他来到了食堂干饭 这次 他没有选择一 二楼的免费食物 而是来到了三楼用餐 在花费了五百积分以后 他成功得到了 满满一大盘的凶瘦肉 也不是很贵嘛 有种钱是揣着一万块 去吃肯德基的感觉 叶云笑了笑 然后大吃特吃了起来 等到吃饱喝足以后 他便是来到了商场 叶云对着柜台后 工作人员轻声道 你好 我要一尊炼气炉 以及一些炼气用的材料 好烈 工作人员文言 露出了一抹笑容道 炼气炉 今天刚倒了一尊新的 至于炼气的材料嘛 这个种类太多了 不知道你想要哪些 叶云想了想 然后道 我需要铁金 火岩石 他一口气 便是爆了数十种材料 工作人员轻声道 好的 这就为你准备 请稍等 大概二十分钟后 叶云需要的东西 都已经凑齐 工作人员轻声道 你好 一共九千五百六十二几分 好嘞 刷卡 叶云一脸肉痛地 将学生卡递给了对方 滴滴 一番操作之后 工作人员将学生卡 还给了他道 请收好你的学生卡和物品 叶云将东西给收好 然后便是 转身离开了商场 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中 回到别墅以后 他搓了搓手掌 迫不及待地从空间球里 将炼气炉给拿了出来 一尊庞然大物 赫然映入了眼帘中 那是一尊两米高的炉子 炉子通体漆黑 上面还雕刻着 许多独特的名文 这些名文 可以更好地帮助 炼气师掌控火候 提高炼气的成功率 叶云想了想 他决定先打造一件 三阶法宝是试水 毕竟是第一次炼气 得优着点才行 说干就干 将接下来需要用到的材料 准备好以后 叶云将清廉地心火 注入了炼气炉中 顿时整个炼气炉都亮了起来 散发出阵阵幽光 叶云随即将所有材料 都投入了炼气炉中 清廉地心火包裹而上 将这些材料 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呼 叶云深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变到了 最为关键的一步 他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精神力 将清廉地心火 凝聚成了一把火锤 然后开始在炼气炉中 敲打了起来 虽然是第一次炼气 但叶云的每个动作 都熟练得 像是有几十年经验的 老师傅一般 碰 碰 碰 伴随着阵阵敲击的声音 一把造型修长的长剑 缓缓成型 隐隐散发出一股锋利之气 大约一个小时后 伴随着一声轰鸣 一把长剑从炼气炉中飞出 稳稳地落在了叶云的手中 长剑长约三尺六寸两分 剑身修长 浑然天成 好似上天的杰作 不错 不错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把长剑 虽然只是三阶 但品质却是无限接近于四阶法宝了 欣赏了一会之后 叶云将长剑放在了一边 然后他拿出了自己的斩破刀 这把刀是三阶的 叶云打算将其给融化重铸成五阶法宝 这把斩破刀的样式有点老了 得修改一下才行 刀身刀壩可以加长一点 对了 得加些紫金石进去才行 紫金石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法宝的坚硬程度 叶云想了想之后 便是将斩破刀投入了炼气炉中 很快 这把三阶法宝便是化作了一滩液体 第31章 青龙学院的跳躁市场 大约三个小时后 一把崭新的斩破刀出现在了叶云的手中 叶云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这种亲自铸造而成的满足感 是谁也比不了的 经过他的重新铸造 斩破刀的刀身刀壩都加长了许多 这使得整把刀都变得极为的修长 更适合砍 劈等动作 并且在紫金石的加持下 这把刀虽然只是五阶 但却比大多数六阶法宝都还要坚硬许多 剩下的材料应该还够锻造两件四阶法宝 叶云自语一声 将斩破刀给收进了空间球里 然后他接着忙活了起来 碰 碰 碰 敲击声络绎不绝 幸好这别墅是隔音的 不然非得被旁边的别墅投诉不可 大概四五个小时后 叶云总算是停了下来 他的手上 已然是多出了两把灵气逼人的长剑 不错不错 叶云看着他 花费一天时间打造出来的三件法宝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三件法宝 若是换成积分的话 应该至少值四万 而他们的成本加起来 不过四五千积分而已 整整溢价了十倍左右 以后哪怕不修炼了 凭借着一手练器术 我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叶云自我调侃道 叮咚 这时候 他别墅的门铃响了起来 叶云将法宝随意地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去开门 王超安静地站在了门口 叶云看着他笑道 怎么 又要邀请我去秘境 不是 王超笑道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 来找你聊聊天吗 进来吧 叶云转身走进了屋子里面 王超跟着他走了进去 卧槽 结果王超刚进门 就看见了摆放在客厅中央的 那尊巨大炼器炉 他顿时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叶云在沙发上坐下 指了指茶几上的三件法宝 啊 这些都是我今天刚刚锻造出来的 你看看怎么样 都是你锻造的 王超闻言一惊 虽然在迷之秘境中叶云跟他说过 准备回来以后研究一下炼器 但这也太尼玛 夸张了吧 就一天时间 你就把法宝锻造出来了 炼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简单了 王超将茶几上的三件法宝拿起 然后仔细看了起来 片刻后 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叶云道 叶哥 这真的是你锻造的 叶云白了他一眼 道 不是我 难道还是你 你真是太牛逼了 这三件法宝的品质极高 在市面上很难遇到这么高品质的 肯定能卖不少钱 王超激动地道 看向叶云的眼神充满了崇拜 钱对我可没啥用 我准备用他们来换积分 叶云笑着说道 嗯 王超点了点头 压抑一下激动的心情道 叶哥 你应该是准备把他们卖给学院的商场吧 叶云点了点头 道 是 其实我并不建议你怎么做 卖给学院的商场虽然省市 但你其实是亏了 这么好品质的法宝 至少能比市场上的正常价格高出30% 积分也是如此 卖给商场的话 这三件法宝顶多卖4万多积分 但要是私下交易的话 至少能多卖1万积分 王超好心地提醒道 多这么多 叶云闻言一惊 要不是王超提醒他 岂不是亏大了 随即他皱眉道 那该怎么私下交易 嘿嘿 王超闻言笑了起来道 叶哥 你听说过跳蚤市场没有 听说过 叶云点了点头 王超道 其实我们青龙学院就有这样一处地方 就在学院的操场上 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 有不少摆摊交易的 叶云闻言一愣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这个时间点去过操场吗 王超询问道 没有 叶云摇了摇头 王超翻了个白眼 道 那不就得了 叶云好奇地询问道 那积分一般怎么交易的 王超文言一脸惊讶地看着叶云道 咱们学院有个app啊 上面可以转移积分 还有论坛呢 啊 叶云有些尴尬的道 这我还真不知道 那你赶紧下载一个吧 王超贴心地道 账号就是你的学生卡卡号 初始密码都是123456 好嘞 叶云点了点头 麻利地掏出手机 开始下载软件 登录以后 他便是研究了起来 果然是看见了积分转账的功能 只需要初始二维码扫一下就行 嘿嘿 叶哥 论坛里有不少找男票的好看妹子 你可以留意一下 王超有些猥琐地笑了起来 叶云白了他一眼 道 这软件方便是方便 但不会暴露身份吧 放心 学院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你把设置里的隐私模式打开 这样对方就看不到你的任何信息了 王超笑道 那就好 叶云点了点头 道 我等会儿带个头套去 王超 他嘴角抽出了一下道 叶哥 没这个必要吧 咋了 不行吗 叶云反问道 王超苦笑道 可以倒是可以 但基本没人会这么做 毕竟参加这个跳踏市场的 都是学院里的学生 又不是外面的黑市 你懂个锤子 我这是低调 叶云阵阵有词地道 好好好 王超无奈地点了点头 叶云有些纠结地道 我这三件法宝 该定价多少合适呢 万一卖不出去 就尴尬了 那件三件法宝 就卖一万五积分吧 剩下的两件四件法宝 就定在二万二积分吧 至于能不能卖出去的问题吗 你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市面上同等级的法宝 很少有你这么高的品质 更何况 这跳槽市场 可不止学生参加 学院的不少导师也会参加 他们可不缺积分 王超笑呵呵地给出了答案 看样子 是没少在这方面研究 那等会 咱们一起去跳踏市场吧 叶云笑道 作为报答 我日后亲自替你打造一件法宝 唉 王超叹了口气道 早知道叶哥你这么厉害 我那套法宝 就不该让别人打造的 套 叶云神色一鸣 是啊 王超点了点头道 我请人打造的是一整套法宝 还包括战衣靴子啥的 咦 我怎么没想到呢 看来我也得给自己安排上一套才行 叶云文言 眼睛亮了起来 第32章 引起哄抢 晚上9点多 叶云和王超离开了别墅 向着学院的广场走去 这人有病吧 估计是 我看不止有病 还病得不轻 王超实在受不了一路上的指指点点 他欲言又指得道 叶哥 要不你把头上的袜子拿下来吧 是的 因为没找到头套 叶云直接把自己的袜子掏了几个洞 然后戴在了头上 叶云白手道 不用了 这玩意戴着还挺舒服的 王超低声询问道 不喂吗 为什么喂 这双袜子我才穿了几天 叶云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可我已经闻到了 王超摇了摇头道 而且 你是汉角啊 叶云 好小子 其实你可以闭嘴的 两人很快便是来到了广场 此时的广场上 已经有不少人聚集 看上去十分热闹 叶哥 你自己看着发挥吧 我先去逛逛 王超如蒙大赦 连忙一溜烟地跑了 这家伙至于吗 叶云撇了撇嘴 然后他随意找了个地方 将自己打造的那三件法宝 给拿了出来 放在地上 他还贴心地放了一张白纸在旁边 白纸上写着价格 他刚刚摆摊不久 便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毕竟整个跳躁市场 就他一个戴头套的 实在是太显眼了 不过却并未有人过来厌货问价 这时候 王超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走了过来 叶云抬头疑惑地看着他 道 老王 你压得干啥呢 嘘 王超冲着他 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 然后低声道 叶哥 你别说话 看我表演 叶云 嗨嗨 王超咳嗽两声 拿起地上的其中一件法宝 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 片刻后 他的声音骤然提高了一大截 道 卧槽 这件好牛逼 比学院商场里的法宝品质好多了 不少人都是听见 王超的声音围拢了过来 然后打量起了 叶云售卖的几件法宝 加油 王超使劲冲着叶云眨了眨眼睛 然后溜出了人群 卧槽 老王这一手牛逼啊 见状 叶云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按理说 王超出自于王家 从小被保护得很好 应该不懂得这些势快的手段才对 但他偏偏 又是如此的接地气 这三把剑的品质真是不错 确实比学院商场里的好 可是有些贵啊 贵个锤子啊 物美价廉 在逻辑上来说是相悖的懂不懂 这把三接的我要了 正好我最近想要购买一件法宝 那这把四接的我要了 不行 我先来的 先来的又怎么样 你不是还没付钱吗 我愿意多给五百积分 卧槽 你不讲武德啊 众人立刻便是轰强了起来 叶云见状出声道 价高者得 老板 这你就不地道了吧 怎么能趁机涨价呢 就是 大家赚点积分都不容易 你这价格 本来就已经高出市场价了 听到叶云的话 顿时就有一部分人不干了 滚滚滚 穷逼就别在这里凑热闹了 老子就愿意多给点钱怎么了 就是 这么好品质的法宝 可不多见 也有一部分财大气粗的 丝毫不在意这点 叶云赞赏地看了两眼 愿意多给积分的几位土豪 轻声道 我的话不说第二遍 价高者得 切 第一次见卖东西这么拽的 就是 我们走 一听这话 大部分人顿时都离开了 只留下了几个愿意出价的土豪 叶云笑呵呵地道 你们几个竞争一下吧 我愿意多出500积分 600 1000 最终 这三件法宝成功出手 比叶云原本定的价格 足足多卖了3000积分 这次真的是赚大了 叶云站起来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广场 这可比在任务大厅 接任务爽多了 以后他再也不用 为了积分发愁了 叶哥 我这个方法不错吧 只要东西好 压根不用愁怎么出手 有的是人抢着要 王超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他一脸得意地说道 确实是不错 叶云点了点头 诚恳地道 这次多亏你了 嗨 咱俩谁跟谁啊 王超大咧咧地 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随即他笑道 叶哥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叶云点点头 道 再见 再见 王超摆了摆手 只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 叶云则是像做贼一样 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人注意到自己之后 他才闪电般地 将头上的袜子给取了下来 然后他装作没事人一样 缓缓向着自己别墅走去 回到别墅以后 叶云立刻便是冲进卫生间 洗了一个澡 至于为什么吗 你猜 男儿啊 浑身上下 就只有嘴最硬 洗完澡以后 叶云来到客厅的沙发坐下 开始合计了起来 他准备明天再去商场购买些材料 然后再打造出几件法宝 等这些法宝出手以后 他准备再购买一部战绩 然后再给自己打造一套战甲啥的 敲定好接下来的计划以后 叶云便开始了躺诗 一直到很晚 方才进入梦乡 与此同时 校长办公室的大门 响起了敲门声 静 云木放下手中的书籍 揉了揉太阳穴道 可知 大门打开 一名荣耀导师走了进来 云木见状笑道 老杨啊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副院长 你尽管放心 这两天 我一直亲自盯着夜园 这小家伙可不一般 我亲眼见他 昨天下午才在商场购买了一本练器大拳 结果你猜怎么着 才一天时间 这小子就锻造出了三件法宝 并且拿到了学院的跳躁市场上出售 那三件法宝我看了 品质都极高 市场面很难见到这种品质的 这小子如此短的时间 便能将练器术提升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老杨汇报了起来 云木闻眼眼中 也忍不住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练器这玩意 可不是谁都能导过明白的 而且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他沉吟了一会儿道 老杨啊 从现在开始你 不用再盯着他了 好 老杨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问便是转身离开了 这就叫专业 云木低声喃喃道 叶云啊叶云 你是我唯一一个 推演不出命格的人 第三十三章 被人悬赏了 咚咚咚 第二天一大早 叶云家就响起了疯狂的敲门声 卧槽 谁啊 这么没有道德 叶云一脸烦躁地来到楼下开门 大门打开 王超的身影映入眼帘 叶云一脸不爽地道 咋了 王超着急地道 叶哥不好了 你马上就要被人给揍了 叶云 见王超不像是戏弄自己的样子 叶云转身走进了屋子里面 道 进来说吧 说完之后 叶云便是来到了可听的沙发坐下 王超跟着走进屋子里面 坐下道 叶哥 你看看学院的论坛 论坛 叶云眉头一皱 拿出手机看了起来 悬赏贴 谁若能将一心愿的叶云狠狠教训一顿 可找我领取三千的积分 发帖人 三心愿 柳木白 呃 看完以后 叶云一脸猛逼的道 这个柳木白是干啥的 我不认识他 叶哥 来的时候 我都打听清楚了 这柳木白入学后 便一直想要让副院长做他的导师 为此他努力了很多次 但都被副院长拒绝 后来无奈之下 他才选择了另外一位荣耀导师 王超快速地说道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叶云还是一脸的疑惑 关系可大了 你不是在新生大笔上 拒绝了副院长吗 柳木白一直求而不得的东西 却被你轻易地拒绝 那不是等于 打他柳木白的脸吗 听说柳木白前些日子 一直在闭关修炼 昨天才刚出关 他出关以后 知道了 你拒绝副院长的事 然后就深夜 在论坛上发布了悬赏帖 王超叹了口气说道 卧槽 这也行 叶云文言瞪大了双眼 万万没想到 他只不过拒绝了副院长 做他导师而已 竟然会因此遭人嫉妒 是啊 王超低声道 这事儿我也觉得离谱 唉 叶云摇了摇头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这帖子昨晚发布的晚 没多少人看见 但早上肯定有很多人都看见了 我估计那些人 正在往你这里来呢 叶哥 你要不要躲躲 王超随即好心地提议道 那个柳木白 是什么境界 叶云皱眉询问道 他闭关前 好像是五王第八重 现在应该是五王第九重吧 王超猜测道 这要牛逼 叶云文言一脸的惊讶 那他这么不直接来找我 我现在肯定打不过他 人家要脸呗 要是直接来找你 肯定会被人说是世强凌弱 他发的这条帖子 我估计三 四心院的人都拉不下脸来找你 因此来找你的 应该都是二心院的 王超替叶云给分析了起来 二心院 叶云文言笑了起来 那怕个锤子 看我怎么碾压他们 王超 叶云 给我们滚出来 叶云 出来 这时候 叶云的别墅外 传来了阵阵喊声 王超文言面色未变道 那些想揍你的人来了 走 我邀请 你看一出好线 叶云笑着起身站了起来 然后他便来到了别墅外面 此时已经有着十多道人影聚集 并且有着越来越多的迹象 叶云 我们要向你发起挑战 对 我们要挑战你 见叶云出来 这些人连忙出声道 王超站在叶云身后不远处 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观众 他相信叶云不是那种无敌放食的人 他既然说了会碾压对手 那就一定会 你们这么多人 我怎么跟你们打 你们挑个代表出来吧 叶云掏了掏耳朵 一脸轻松地道 好 这小子说的有道理 很快 在他们的推举下 便是有着一道干瘦的身影 站了出来 丁 陈东 武林境第五重 A级异能领列之兵 青龙学院二星院学生 陈东阴侧侧地看着叶云道 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揍你了 叶云文言点了点头 道 你先出手吧 我让着你点 找死 陈东文言目光一冷 叶云这话 分明是在侮辱他 他抱贺一声 体内有着惊人的寒气弥漫 在这股寒气下 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低了一大截 别墅前的花花草草 更是被直接冻住了 冰封牵连 一道数米长的寒冰 洪流涌现 向着叶云碾压而去 叶云深吸一口气 取出了自己的斩破刀 汹涌的青莲地心火缭绕而上 周围的温度瞬间恢复了正常 甚至于还提升了许多 八荒刀法 纵横八荒 下一刻 一道耀眼的刀光暴射而出 刀光锁过之处 地面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沟壑 碰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两者轰然相撞 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 在僵持了一会儿之后 那道寒冰洪流轰然破碎 化作了无数灵光消散 陈东闷哼一声 被残余的刀光斩中 肩膀上多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这怎么可能 不是吧 陈东竟然败了 这叶云明明才大武士进检 怎么这么强 这真是见鬼了 在场众人看着这一幕惊讶不已 我恐怕这辈子都追不上叶哥了 王超见状 心底叹息一声道 叶云将斩破刀收好 沉声道 就凭你们还想揍我 差得远呢 说完 他便是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中 众人面面相去 然后一窝蜂地散了 叶哥 刚才那家伙在二星院中 只能算是中等 为了那三千积分 我觉得 等会儿还会有其他人找你 要不要我动用一下关系 警告一下柳木白 王超皱着眉头道 不用 叶云微笑道 我自有办法对付那个柳木白 王超疑惑地看着他道 什么办法 叶云轻声道 那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啊 王超还是一脸的不明所以 你真是笨啊 叶云白了他一眼 柳木白不是喜欢装逼 在学院论坛悬赏我吗 是啊 王超皱眉道 那怎么了 叶云无语地道 我也可以悬赏他啊 反正 我现在学会了练气 别的不多就积分多 这办法好 叶哥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 王超文言 眼睛一亮 他刚才怎么就脑子短路没想到呢 第34章 接到大单了 哎 没办法 我也时常因为自己太过优秀而烦恼 叶云叹了口气 随即便是在学院论坛发布了悬赏贴 谁能替他将柳木白教训一顿 奖励积分5000 另外一边 柳木白很快便得知了消息 他嘴角一抽 当即便是将自己悬赏叶云的价格提升到了6000积分 叶哥你快看 柳木白提高悬赏价格了 王超拿着手机 有些意外的道 没事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少积分 叶云咧嘴一笑 将自己的价格加到了7000积分 每两分钟 柳木白再度提高了价格 叶云也随之提高了价格 当叶云把奖励提高到1万积分的时候 柳木白彻底歇菜了 马上我就要 开始准备冲击五皇境了 需要用到大量的积分 购买修炼资源 为了一个叶云 完全不值得我浪费这么多的积分 此事就这样吧 跟冲击五皇境相比 丢点小面子不算什么 柳木白权衡立毙了之后 难难道 随即 他将自己的帖子删掉 并且在叶云的帖子下面评论道 叶学弟不好意思 悬赏的事情是个误会 叶云有些意外地看着王超道 柳木白删掉帖子了 并且在我的帖子下面评论了 我看看他评论了什么 王超看完以后道 叶哥 既然是柳木白主动示弱 那丢面子的是他 咱们就泼下驴呗 反正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行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然后把自己的帖子给隐藏了 王超笑着道 早上在论坛看到悬赏贴的时候 我还挺担心的 立刻就跑过来了 现在看来 其实我来不来 结果都一样 不管怎么说 你的这份心意 我领了 叶云轻声道 多谢了 自从两人熟悉以后 王超可谓是帮了他不少忙 哈哈 叶哥你不用客气 我王超很少有福气的人 你算一个 王超笑着起身道 既然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你吃早饭没有 叶云道 没吃的话 我们一起去食堂吃个早饭呗 我请你 好嘞 王超点了点头 随即两人来到了食堂干饭 叶云特意邀请王超上了四楼 吃饱喝足以后 两人便是分道扬镳 叶云静止来到了学院商场 他再度采购了一批炼器材料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别墅中 然后开始锻造了起来 碰 碰 碰 敲击声络绎不绝 如同一首美妙的乐章 时间飞逝 很快便到了傍晚时分 叶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将练起炉中的清廉地心火熄灭 今天他足足打造了六件法宝 其中三把剑三把刀 这是因为刀剑是最常见的法宝 除此之外 他还用鞭脚料打造了一副恶鬼的面具 这样就不用再在头上掏袜子了 在家休息了一会之后 叶云来到了食堂干饭 吃饱喝足以后 时间也差不多了 他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然后把恶鬼面具戴在了脸上 向着学院广场走去 卧槽 这家伙有病啊 戴一个这么吓人的面具 差点把老子吓死 妈的 大晚上的 我还以为自己见到了太奶了 这是什么新的行为艺术吗 不知道 可能纯粹是脑子有病啊 一路上 叶云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很快 他便是来到了广场 然后在昨天的位置开始摆摊 每两分钟 便有不少人围拢了过来 毕竟昨天叶云摆摊时 那超高的品质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法宝的品质好高啊 虽然价格高了点 但不是不能接受 我来一件吧 正好手里的法宝不合适了 仅仅只是过了二十分钟 叶云的六件法宝便是销售一空 可谓是抢手至极 可惜没有像昨天一样的土豪 叶云略微有些遗憾的道 今天的法宝 都是按照他标注的价格出售的 并没有丝毫的一家 就当叶云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突然被人给拦了下来 那是一个长相绝美的女子 女子穿着简单的短袖短裤 一头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脑后 但却有一股犹如出水芙蓉般的绝佳气质 其实是那双霸道修长的眉腿 更是光洁无瑕 那是三星院的欧阳晴 听说欧阳晴在学院中追求者甚多 就连四星院的几位学长都对其动心 欧阳晴把那个鬼灭人拦住干啥 不知道 可能是想要购买一件法宝吧 欧阳晴的出现 立刻便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干啥 他并不是很喜欢这种被人突然拦下的感觉 察觉到了对方语气中的不耐 欧阳晴神色微宁 他轻声道 不好意思 我是想请问一下 在你这里可以定做法宝吗 可以 叶云点了点头 道 你想要做几节的法宝 欧阳晴轻声道 五节吧 叶云道 我这里的价格要比学院商场里同等级的法宝 高出50% 并且我只要积分 你同意就做 不同意就算了 不是吧 这么贵 学院商场里 五节法宝的价格是三万积分 高出50%就是四万五 我怎么觉得 这家伙好坑啊 我倒是觉得 他打造出来的法宝品质值这个价 这家伙是谁啊 戴个面具鬼鬼祟祟 像是见不得人一样 不知道 这么高品质的法宝学院里 没几个人能造出来 价格这么高 也算正常 更何况这是定制 众人文言议论了起来 同时对叶云的真实身份感到了好奇 我做 欧阳琴犹豫了片刻 道 那 这是我要做的法宝样式 说完 他便是拿出一张纸张 交给了叶云 纸张上画着一把栩栩如生的长枪 旁边还标注着尺寸等细节 叶云仅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便是将其给塞进了空间球里 道 明晚来这里取枪 好 欧阳琴点点了头 叶云则是直接转身离去了 看着叶云转身离去的身影 欧阳琴忽然笑了起来 他轻声道 真是个挺有个性的人呢 第35章 玄武学院来访 第二天上午 青龙学院外 缓缓驶来了一艘巨大的飞船 飞船上有着一面巨大的旗帜 上面隐隐可以看见 一头巨大猙獰的玄规 这面旗帜代表的正是赫赫有名的 四大学院中的玄武学院 此时这艘飞船上 有着两道身影 一名留着长发的青年 以及一位不苟言笑的中年人 青年看着眼前巍峨的青龙学院笑道 张老师 这青龙学院还真是气派啊 嗯 张不正点了点头 此战你有信心吗 当然了 青年笑着道 今日肯定让青龙学院延变尽尸 那就好 张不正文言彻底放下心来 叶云难得睡了一个懒觉 一直到上午十一点 她才从床上爬起来 刷牙洗脸以后 她便是静止来到了学院的商场 购买炼器材料 然后开始了马不停蹄的锻造 既然接了别人的单 那自然得用心对待才行 大概三个小时后 一把造型古朴的长枪便是出炉 长枪雪白 布满了梅花状的印记 看上去十分的精美 刷 刷 叶云拿着长枪 在房间中挥舞了两下 顿时响起阵阵破风声 不错 相信欧阳晴一定会满意 叶云笑了笑 然后将长枪放进了空间球里 稍微歇了口气以后 叶云再度忙活了起来 她准备再铸造几件法宝 晚上拿去跳到市场售卖 碰 碰 碰 就当叶云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房间中突然多出了一道身影 正是之前主持新生大笔的荣耀导师 骆千山 卧槽 叶云手一抖 差点把材料给捶报废了 骆千山见叶云竟然在练气 而且手法这么高超 顿时瞪大了双眼 你会练气 骆千山疑惑地道 是啊 叶云点了点头 骆老师 你先等一会儿 我忙完了再说 嗯 骆千山点了点头 然后在一旁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被人一直这么盯着 叶云老不自在了 无奈她只得加快了速度 大概二十多分钟后 一把四接的长剑缓缓成型 最后落入了叶云的手中 过来 骆千山手掌一挥 顿时叶云手中的长剑 便是飞到了她的手中 好高的品质 材料里的杂质 去除得极为干净 哪怕以骆千山的眼光 也忍不住赞叹了起来 叶云笑道 骆老师 你要再夸我的话 我就要不好意思了 骆千山文言白了叶云一眼 然后他将长剑还给了叶云 道 跟我走吧 办正事要紧 等等 叶云皱眉道 骆老师 你这突然擅闯明宅地来找我 什么事都还没说清楚吗 咱们院长和玄武学院的院长 一直不太对付 所以导致两院之间 经常有些摩擦 玄武学院 今年受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天才 这不今天就跑来 咱们学院嘚瑟了 刚刚吃完午饭以后 他们就要求双方比试一番 我来的时候 王超正在跟对方交手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王超不是对手 所以 副院长就让我赶紧来找你了 骆千山快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说了一遍 那关我啥事 我还要继续练气呢 叶云耸了耸肩膀无语地道 此事可是事关我们青龙学院的荣耀 若是玄武学院那边胜了 回去以后 肯定会大肆宣传 骆千山沉声道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骆千山轻声道 这样吧 若是你帮学院保住了面子 学院特批奖励 给你三千积分 三千 叶云笑道 若是以前推的话 我可能还会心动 但现在嘛 完全没感觉 就凭我这练气的手艺 压根不用位 积分发愁 骆千山文言 嘴角抽出了两下 他没好气地道 你这臭小子 没有一点学院荣誉感 油盐不尽是吧 一般般啊 叶云笑道 哼 骆千山一把抓住了叶云的肩膀 拖着他向外走去 道 今天你不去也得去 卧槽 叶云拼命地挣扎着 奈何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他毫无还手之力 另外一边 学院的体育馆中 王超鼻青脸肿地从地上爬起来 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那种压迫感 他只在叶云的身上感受到过 副院长云木 带着几位荣耀导师 和玄武学院 此次前来的荣耀导师张不正 安静地矗立在一旁 张不正笑呵呵地道 看来贵院今年的新生质量不太行啊 轻易就被我院的学生碾压了 云木面色平静地道 不急 我院最强新生还没来呢 哦 是吗 张不正不以为然地道 口中的最强新生到底有多优秀 呸 林凡不屑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道 青龙学院也不过如此吗 这小子说什么呢 大胆 好想揍他 这小子竟然如此侮辱我们青龙学院 妈的 气死我了 林凡的话 立刻便是引起了在场围观学生的不满 一个个摩拳擦掌 恨不得立刻冲上去 将其暴打一顿 我有说错吗 见众人愤怒的样子 林凡笑道 有本事 你们就找一个能打败我的人 出来 云木皱眉看向张不正道 贵院难道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云副院长 不好意思了 可能是因为贵院今年的心声 实在是太弱了吧 这才导致林凡一时口不择言 毕竟 他还没有过瘾呢 张不正轻声道 话语中丝毫没有抱歉的意思 反而是顺带着将青龙学院给贬低了一番 你 青龙学院这边的导师 立刻便不干了 有一种想要揍压的冲动 云木看了他们一眼 他们顿时老实了起来 要真是动手了 那面子丢得更大了 林凡打了一个哈欠道 青龙学院到底还还有没有人啊 没人就算了 我还急着返回玄武学院呢 这时 突然有着一道极其嘹亮的声音响起 哪里来的野狗 竟然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第36章 就这 我还没过瘾呢 这声音我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啊 能不耳熟吗 这是叶云的声音 哈 别的不说 这声野狗是真的对我的胃口 卧槽 叶云来了 那他应该可以碾压对方吧 哎 未必 林凡可是SSS极易能黑水明龙 众人文言都是议论了起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叶云和洛千山 缓缓走进了体育馆中 林凡面色阴沉地盯着叶云道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出言不逊 我骂你了吗 叶云掏了掏耳朵道 我骂的是野狗啊 难不成你承认自己是野狗 你 林凡顿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论嘴皮子 他还真是说不过叶云 哈哈 好爽啊 我觉得叶云骂得挺贴切的 这家伙确实像是一只 跑到别人地盘撒野的野狗 我也这么觉得 大伙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王 就是这家伙把你打成这样的 叶云看到了站在一旁 鼻青脸肿的王超 嗯 王超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放心 哥给你报仇 叶云拍了拍王超的肩膀 随即他看向林凡 启动了全知之眼 丁 林凡 武林镜第三重 SSS级艺能黑水明龙 玄武学院艺兴院学生 艺能倒是不错 只是这境界弱了点 我还以为有多牛逼呢 叶云见状 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他走到林凡的身前道 我也是一心愿的新生 赶紧动手吧 我还有事呢 找死 被辱骂之后 一直憋着一股气的林凡 一听这话还客气什么 当即便是 向着叶云一掌拍去 碰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叶云不闪不避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掌 叶云咧嘴笑道 没吃饭吗 要不吃完饭再打 见状林凡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围观的其他学生 或许看不出来 但他自己可是知道 这一掌他未必留守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叶云直接就要被打哭了 好强大的体魄啊 叶云到底是什么实力 我怎么觉得他深不可测呢 众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随即林凡深吸一口气 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倾巢而出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道 巨大无比的黑色龙鹰 黑色龙鹰仰天咆哮 释放出惊人的龙威 让在场众人都是忍不住变色 这就是来自于 SS技能的压迫感吗 黑水灭世 林凡低喝一声 双手结印飞快地变动着 黑龙虚影张嘴吐出了一条黑色河流 向着叶云镇压而去 黑河出现以后 就连周围的空间 都是剧烈颤抖了起来 仿佛是承受不住 那股巨大的力量 就连副院长云木 和其他荣耀导师 都是忍不住面色变化了起来 该说不说 林凡确实是难得的绝世妖念 叶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是他的身体 在遇到危险时 做出的本能反应 八荒刀法 纵横天下 他随即深吸一口气 拿出了斩破刀 体内灵力如同火山一般爆发 尽数涌入刀身中 斩破刀散发出耀眼的刀光 有浓郁的清廉地心火 附着在上面 这使得斩破刀的威力增强了许多 下一刻 叶云灰刀向着黑河劈去 顿时一道十米多长的刀光成形 刀光所过之处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漆黑的痕迹 这是空间被撕裂的迹象 碰 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 两者轰然相撞 黑河仅仅只是坚持了几秒钟 便被刀光一分为二 化作灵光消散 将黑河解决掉以后 刀光暗淡了一些 但依旧蕴含着磅礴的力量 向着灵凡斩去 灵凡见状面色大变 若是被那道刀光斩中的话 他丝毫不怀疑 自己会当场去世 结果已出 够了 云目轻声道 随即一股庞大无比的力量 瞬间出现 将叶云的攻击 瞬间抹去 叶云将斩破刀 收好一脸的不屑 就这 我还没过瘾呢 哦耶 叶云赢了 哈哈哈哈 这下 我看玄武学院 嚣张不起来了吧 哼 这下知道我们 青龙学院的厉害了吧 众人欢呼了起来 我竟然败了 灵凡失魂落魄的 有些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自从他觉醒 SSS极异能以后 便一路顺风顺水 没想到今日 竟然败在了这里 他苦涩地看向叶云道 你的异能是什么等级的 叶云笑道 必急 这不可能 灵凡猛然变得激动了起来 道 必急异能怎么可能击败我 叶云有些怜悯地看着他道 可事实就是如此 扑痴 灵凡喷出一口鲜血 直接晕倒了过去 呃 叶云连忙退后了几步 摆了摆手道 不关我事啊 是这家伙想要碰瓷 众人 这么多人看着 也没人说是你干的呀 云木笑着道 看来你们玄武学院的学生心理 承受能力不太行啊 要不要我推荐一个 不错的心理咨询师给你们 不用了 张不正嘴角抽出了一下 然后道 云副院长 告辞了 说完以后 他便是像拎着小鸡仔一般 拎着灵凡走了 在场众人再度发出了欢呼声 他们冲上去 将叶云给举了起来 然后往空中抛去 这便是那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吗 叶云也是忍不住 被气氛所感染 原本他有些孤僻的心 此时仿佛松动了许多 等众人将他放下来以后 叶云轻声道 副院长还有各位老师 我还有事要忙 就先走了 嗯 云木点了点头 叶云转身向着体育馆外走去 准备回去以后 接着锻造法宝 洛千山这时候道 副院长 你是不知道这家伙 刚开始他死活不肯来 还是我硬要他来的 哦 真的 云木闻言 眉头皱了起来 洛千山点了点头 道 当然是真的 我知道了 云木轻声道 看来这小家伙 心里面装着的 只有他自己 几位导师文言顿时一愣 他们显然是听懂了 云木话语中的意思 只有自己 那就是没有学院 没有人族 对于现在这种乱世来说 人族需要的是 能够挺身而出的舞者 而不是时刻想着明哲保身之人 云木见他们的样子笑道 没事 好好调教一番就行了 第37章 东海省文献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过去了七天的时间 在这七天时间里面 叶云一直沉浸在练气中 经过这七天的努力 他学生卡里的积分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50万 这个数字 哪怕是很多入学两三年的老生 都未必能积攒这么多 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是贫穷 叶云双手插进牛仔裤里 慢悠悠地向着学院商场走去 他从未像此刻这么富有过 叶云早啊 叶哥吃饭没有 一路上有不少同学跟他打招呼 或许是因为他替青龙学院 击败玄武学院保住了面子的原因 现在他走到哪里 都有人打招呼 没过多久 叶云便是来到了学院商场 他站在柜台前 认真地挑选了起来 很快 他便是挑选了两本战绩 分别是天阶低级的战绩 天灾灭世 以及地阶高级身法战绩 神行百变 工作人员轻声道 你好 一共30万积分 嗯 刷卡 叶云点了点头 将学生卡交给了对方 弟弟 等到工作人员操作完以后 他又转身来到了旁边 售卖丹药的柜台 购买了不少快速恢复灵力 和治疗伤势的丹药 采购完以后 他离开了商场 向着自己的别墅走去 咚 咚 咚 这个时候 整个青龙学院 突然响起了 阵阵急促的钟声 听到这钟声以后 所有学生 都是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事情 向着学院广场跑去 看着突然跑起来 向着广场聚集的人群 夜云一脸的猛逼 这是咋了 当即他便是随机拦下了一个靓仔询问道 你好 你们都去广场 是有什么事吗 这钟声是学院紧急集合所有人的信号 一般只有发生大事 才会启用 靓仔一脸凝重地回答道 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大事 夜云皱眉 然后转身也向着广场走去 此时的广场上 人声鼎沸 只要是在学院里的学生 不管是己心院的 禁书到齐 唉 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事情 竟然让学院将钟声给敲响了 肯定是没好事 据说上次敲响终声 还是在三年前 那次是因为发生了寿巢屠城的事件 这次该不会还有寿巢吧 唉 这个很难说 众人热火朝天地议论着 每个人脸上都是有些担忧 夜哥 这时候 王朝冒了出来 夜云皱眉道 老王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知道一些 王朝看了一眼四周 低声道 异类和光明教的人狼狈为奸 攻占了大半个东海省 据说已经死了上千万人 东海省 夜云眼瞳一缩 那他妈不是他老家吗 王朝沉声道 夜哥 我知道你也是东海省的 但你可千万别冲动 一切听从学院的指挥 嗯 夜云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平复下激动的内心 他想了想 掏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道 老夜 你和老妈还活着吧 过了几分钟 夜彭天回复了短信 滚 老子活得好好的 肯定比你命长 夜云 他顿时彻底放下心来 还能还嘴没事就好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副院长云木 带着诸位导师现身了 刚刚收到消息 东海省遭到了 异类和光明教的袭击 现在大半个东海省 都已经沦陷 初步估计 现在已经有近千万普通人死亡 云木沉声道 什么 竟然死了这么多人 这可比受潮屠城厉害多了 该死的光明教 人族早就该想办法 彻底灭掉这些畜生 天哪 云木话音落下以后 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青龙学院身为人族四大学院之一 每年都享受着大量的资源 这些资源 是无数舞者用鲜血换回来的 面对这种事情 我被当义不容辞勇敢地站出来 无心不灭 无备长存 云木将右手握拳 放在了心脏的位置 沉声道 无心不灭 无备长存 诸位导师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无心不灭 无备长存 所有学生 也都是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这八个字 响彻整个青龙学院 即便是隔着老远也能听见 一股热血 肃穆的气氛悄然弥漫 夜云也不禁 被这股气氛所感染 出发 云木暴喝道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半空中便是传来阵阵轰鸣 紧接着数十艘战船出现 是的 这次出现的 不是平常用来运人赶路的飞船 而是这八经的战船 每一艘战船上 都充满了岁月沧桑的痕迹 上面都是伤痕 甚至于还有着不少斑驳的血迹 这些血迹 尽管已经干枯 变成了深褐色 但依旧不难想象出 这些战船 曾经经历了何等的大战 数位导师飞出了在广场上 开始指挥登船 等到所有学生都登船以后 战船缓缓启动 快速向着东海省冲去 看着这些战船上离去的身影 云木叹息了一声 眼中闪过一些不忍 此次一去 恐怕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回不来 但这就是乱世 唉 这次一去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呸 呸 呸 你个乌鸦嘴瞎说什么呢 就是 我们一定能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 哼 自己骗自己 有意思吗 还是接受现实吧 我们都知道 自己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可我家救我一个孩子 我不想死 不想死就不用死吗 一群人在这里瞎比比什么呢 有这功夫不如写写遗书 对 遗书还没写呢 船上的众人议论到 都是抱着极其悲观的态度 叶云则是静静地站在船边 看着脚下飞尸的警雾 没有说话 船头带队的几位导师健壮 忍不住摇了摇头 但也没有出言制止 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 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想东想西地惧怕死亡都能理解 但不管如何 今天他们为了人族站出来了 明知此次一去 生死难料 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不想去的 有这一点 那便够了 第38章 艰难的局面 五个小时后 战船开始进入东海省上空 微风吹过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袭来 让得不少人都是眉头紧重 这得死多少人 才有这么夸张的血腥味啊 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 这便是东海省的现状 有导师陈生道 随即战船在刻意控制下 下降了许多高度 这可以让众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景 所有人都是自觉地靠拢在了船边 看着下面的废墟和惨状 每个人心情都是沉重无比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 战船来到了海城上方 开始缓缓降落 作为东海省南边 靠近省界线的海城 十分幸运地没有沦陷 所以 我这是回家了 夜云有些意外地道 战船缓缓降落在了城中心的广场上 此时这里已经被封锁 到处都是军方的士兵 以及阵灵局的人 所有学生都是下船 然后原地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大概过了几分钟 便有一行人来到了广场 这些人基本都是军方以及镇灵局的人 你好 我是东海省镇灵局的总负责人 赵空城 一名脸上有着淡淡伤痕的中年男子 轻声道 你好 骆千山客气地道 此次的任务 青龙学院这边主要由骆千山负责 副院长云木则是带着几位荣耀导师 坐镇学院 咱们走吧 去镇灵局说话 商议一下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赵空城笑道 嗯 骆千山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两位荣耀导师和对方一行人离开了 叶云他们则是被安排了在了广场原地休息 等待具体的执行计划 镇灵局的工作人员贴心地给他们准备了茶水和糕点 服务那叫一个周到 臭小子 这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老叶 叶云闻言一喜 连忙转身看去 只见叶鹏天正笑嘻嘻地大步向着他走来 等靠近以后 父子二人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叶鹏天笑道 臭小子不错嘛 才两个月不见长高了 也长壮了 那可不 叶云得意地道 你儿子现在在青龙学院可是名人 强的一批 说完 叶云指了指旁边的王超道 这个就是我新收的小弟 他是王家的独喵喵 王家 叶鹏天文言一惊 道 石老中的那个王家 那呢 叶云点了点头 牛逼啊 叶鹏天竖起了大拇指 王超放下手中的糕点 有些腼腆的道 叶叔叔好 我是叶云的哥们 不用客气 叶鹏天摆了摆手道 既然你是我儿子的朋友 那我也会把你当儿子对待的 王超 叶云好奇地询问道 老叶 老叶 老妈去哪里了 他带了几个人 去亲自收集情报了 叶鹏天笑道 叶云文言吃惊地道 老妈 不是一直不愿意 跟着你在镇林局混吗 怎么突然想通了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他也想为了人族出典礼 叶鹏天重重 拍了拍叶云的肩膀道 好了 老子还有事要忙 好好干 要是不幸死了 我亲自给你收尸 叶云 他美好气地道 老叶你放心 我肯定死你后面 那感情好 叶鹏天大笑几声 后转身便是离开了 王超凑过来笑道 叶哥 我怎么觉得 你老爸有点虎吗 是有点 叶云笑道 随即两人便是闲聊了起来 反正闲着也没事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 骆天山才回来 回来以后 他便是开始了讲话 下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此次行动的相关信息 大约在一天前 东海省突然出现了 大量的异类 这些异类和光明叫勾结 对着各座城市 发起了进攻 东海省原本有108座城市 现在已经有着98座城市沦陷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异类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 那便是勾动人体内的恶念 一旦被恶念侵蚀 将会彻底沦为 只知道杀戮的怪物 所以 在面对异类时 所有人一定要千万小心 绝对不能让异类控制 另外 根据我们掌控的相关情况 异类和光明叫 正在东海省各处建造祭坛 这种祭坛 一旦建造成功连成一片 就会释放出大量的恶念之气 这种恶念之气 能够污染腐蚀一切 到时候 整个东海省都将变得 不适合生物存活 彻底沦为异类的净土 而这种祭坛 足足有着两万多个 此次行动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便是破坏祭坛 阻止异类和光明叫的阴谋 因为某些原因 人族的许多强者 都被牵制住了 无法过来及时支援 而军方和镇灵局 忙着封锁东海省 防止异类扩散 也没办法帮助你们 因此 此次行动 你们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落千山面色凝重的沉生道 在场众人文言以后 都是忍不住面色凝重了起来 这次的情况 真是太糟糕了 基本就是孤立无援 稍后你们每个人都会 得到一块卫星手表 上面有你们每个人 活动的区域 以及该区域内的祭坛 分布情况 你们要做的 就是找到祭坛 然后摧毁他们 下面开始分发卫星手表 落千山沉生道 他话音落下以后 学院的导师 和镇灵局的工作人员 便开始了分发卫星手表 我给你们三十分钟的时间 熟悉卫星手表的功能 三十分钟后出发 等卫星手表发放完以后 落千山沉生道 叶云手指 在卫星手表上拨弄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玩意看起来 还真是挺炫苦的 王超笑道 叶哥 希望你能平安地回来 你也是 叶云笑了笑 随即他有些疑惑地道 这次 只有我们青龙学院的学生 参加行动吗 当然不是 王超摇了摇头道 还有朱雀学院 和玄武学院的学生参加 只不过 他们并未降落在海城 而是降落在了 另外没有沦陷的城市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原来如此 第39章 路上遭遇截杀 很快三十分钟便是过去 叶云他们离开了海城 向着东海省各处而去 在叶蓬天的照顾下 叶云搞到了一辆 大马力的越野车 这使得他方便了许多 根据卫星手表上的标注 叶云行动的区域 位于东海省西部的金刚城 那里 因为在灵气复苏前 盛产一种名叫做 金刚石的石料而得名 金刚城是小城 人口不过刚刚过百万 但距离海城距离却是极远 足足有着将近一千公里的路程 叶云一路上将油门轰到了最大 最快时速接近了一百六十公里每小时 他刚刚开了两个多小时 周围的天色便是逐渐暗淡了下来 这使得叶云为了安全起见 不得不放慢了一些速度 突然 前方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几道身影 他们双手抱胸 细血地看着叶云 光明叫 叶云眼瞳一缩 这个时候 在高速上蹦跋出来 阻拦他的人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光明骄的 叶云将车停下 然后二话不说 便是几发盐丸招呼了过去 碰 碰 碰 盐丸爆开 化作了火海 将这几人笼罩 刷 火海中有一道 剑气冲销而起 将火海熄灭 然后向着叶云斩去 叶云面色微凝 然后拿出了斩破刀 向着对方冲去 耀眼的刀光闪烁 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朵美丽的泄花绽放 其中一人 直接被叶云拦腰 劈成了两半 鲜血直流 对付这些光明叫的畜生 叶云不会有丝毫的留守 卧槽 见叶云战斗力如此变态 剩下的几人 立刻有些慌了神 现在四大学院的学生 都是这么变态吗 拼了 几人爆喝一声 都是发起了大招 哼 叶云冷哼一声 同样是发起了大招 碰 伴随着一声巨响 这几人都死在了叶云的刀下 痛快 叶云咧嘴笑道 刷 这时候 忽然有着一道黑影 向着叶云的脑袋 快速冲去 叶云反应极快 他反手就是一刀砍了过去 将其给砍成了两截 这时叶云方才看清 原来偷袭他的是 一只古怪的鸟 此鸟血肉干枯 一副死去多时的模样 但极为诡异的是 他的翅膀 竟然是人类的植骨 一泪 叶云眉头皱了起来 可以预见的是 他这一路 肯定还会遭到不少异类 和光明教之人的截杀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 一头一阶异类 异能点加三十点 果然猎杀异类 比猎杀凶兽的异能点多 叶云听见系统的提示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现在才刚离开海城没多久 就遇到了光明教的人 以及异类 往后的路 肯定更加凶险 他冷静地思考到 随即叶云从空间球里 拿出了一整套的 五阶法宝给穿上 穿着一身战衣 总感觉怪怪的 把面具也给戴上吧 叶云自语一声 取出鬼面具 戴在了脑袋上 然后拿出手机 打开了摄像头 不错 不错 非常的拉风 叶云对自己的造型 十分满意 然后他再度开始了赶路 越野车在高速路上 不断驰骋着 中间他又遭遇了 数次的袭击 但好在都是有惊无险 在距离金刚城 一百公里的地方 叶云无奈地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 前面的高速公路 竟然被人给破坏了 车辆压根过不去 尤可 看来光明叫的人 还是有点脑子骂 叶云笑了笑 这点小问题 压根拦不住他 只见他下车之后 一把将车给举了起来 然后向着前方走去 以他的体魄 举起一辆三吨多重 经过改装加固的越野车 还不是轻轻松松 成功通过这段 被破坏的路面以后 叶云将越野车 扔在了地上 好小子 这种方法也能想得出来 这时 忽然有着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叶云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个 身穿皮衣皮裤的女人 女人手拿一根长鞭 一脸意外地看着叶云 你是光明叫的 叶云握着斩破刀询问道 这还用问吗 女人笑道 小弟弟 你若是现在掉头回去的话 姐姐可以不难为你哦 可惜了 叶云没有回答他的建议 只是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女子皱眉道 可惜什么 叶云咧嘴笑道 可惜你长得还挺好看的 但马上就要死在我手里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叶云便是对着对方暴冲而去 斩破刀在半空划过 闪烁着耀眼的刀光 找死 女子目光一寒 手中的长鞭 如同灵蛇一般 出窍对着叶云劈去 碰 长鞭紧紧地缠绕在了斩破刀上面 女子猛地一抽 想要将其夺走 让叶云失去法宝 但他惊讶地发现 叶云的体魄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压根扯不动 叶云嘲笑道 怎么了 没吃饭吗 说完 叶云低笑一声 顿时有无数的清廉地心火 从他体内窜出 顺着长鞭向着女子蔓延而去 卧槽 女子见状连忙手腕一抖 操控着长鞭 松开了叶云的斩破刀 这才避免被清廉地心火波及 万蛇乱舞 他随即爆喝一声 手中长鞭 如同千万条毒蛇 在凌空飞舞 向着叶云冲去 懒得陪你玩了 叶云摇了摇头 手中斩破刀 骤然光芒大胜 一道十多米长的刀光成形 向着女子劈去 碰 女子的长鞭 瞬间断裂 成了无数节 被刀光狠狠地斩中 满是不甘之色 随即她的身体 直接从中间分成了两节 死得不能再死了 放着好好的人不坐 非要去做光明教的畜生 何必呢 叶云叹了口气 随即她重新开着越野车 向着金刚城赶去 大概一个小时后 叶云成功赶到了金刚城 但她却是在城外停了下来 因为城门口 聚集着数十道身影 正在冷冷地看着她 除此之外 周围的空气中 还漂浮着大量的异类 散发出一股诡异的气息 在这股诡异气息的牵动下 叶云忍不住心情暴躁了起来 有一种想要杀戮的冲动 第四十章 黑色祭坛 不好 叶云第一时间 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 若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她恐怕会彻底变成 被异类支配的奴隶 温温 这个时候 叶云体内的青莲地心火 忽然颤抖了两下 紧接着一缕火星 快速在她体内游走了一圈 顿时叶云整个人都恢复了清明 脑海中那股被勾动的恶念 原来青莲地心火 还有这种妙用 叶云心中一喜 随即她的目光便是冷冰了下来 手中浮现出了斩破刀 然后二话不说 冲着城门口冲了过去 聚集在城门口的数十道身影 剑状也是朝着叶云冲了过去 大战一触即发 叶云勇猛无比 每次斩破刀闪烁 都会带起一片血花 滚烫的鲜血 建设在她脸上的恶鬼面具上 使得叶云整个人看起来 如同一尊恶魔一般 死了 叶云一刀将身前的一个光明教教徒 给劈成了两半 然后大笑了两声 痛快 随即她再度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对面的光明教教徒 可谓是损失惨重 甚至于有人萌生了退役 叶云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连斩杀树人 让叶云亢奋无比 手中刀光越来越快 死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时候 天空中飘荡的那些异类 也加入了战局中 他们连同剩余的光明教教徒 一起向着叶云攻去 纵横天下 叶云健壮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灵力尽数灌注到了斩破刀之中 斩破刀不安分地跳动了起来 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 下一刻 叶云往前猛地一刀挥出 一道十多米长的刀光浮现 刀光锁过之处 地面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壑 简直恐怖如斯 砰 伴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炸出了一个直径二三十米的大坑 激起了无数的尘土 等到尘埃落定以后 对面哪里还有什么光明教教徒的身影 直接就是来了一波团面 呼 叶云长舒了一口气 他掏出几颗快速恢复灵力的丹药 塞进了嘴里 随即 他便是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大武师第七重 加 亦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1460气血 加 精神 1420盒 加 战技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神形百变 未入门 加 天灾灭世 未入门 加 练器 五阶练器师 加 异能点 2652点 叶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数据陷入了沉吟中 神形百变 和天灾灭世 这两个战技是在学院出发前购买 一个地阶一个天阶 并且由于缺少异能点的原因 一直没能进行加点 先提升神形百变 这门身法战技吧 天灾灭世 属于天阶战技 加点的话需要的异能点太多了 现有的异能点 顶多将其提升到精通的层次 但神形百变却不一样 可以直接将其提升到圆满层次 叶云很快便是做出了取舍 系统 加点 定 恭喜主人将战技神形百变 提升到圆满层次 看着只剩下一百多的异能点 叶云摇了摇头 将系统面板关掉 随即 他向着一旁的越野车看去 只见经过改装加固的越野车 在刚刚的大战中 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 无奈叶云 只得选择步行进入城中 他一步踏出 身影便是出现在了十多米外 看上去颇为的奇异 进入金刚城以后 叶云明显感觉里面的恶念之气 浓郁了许多 空气中如同蒙上了一层雾霾一般 他将手腕上的卫星手表打开 顿时卫星手表折射出一片光幕 光幕中标注着数个红点 这些红点便是祭坛所在的位置 叶云朝着距离最近的一个祭坛冲去 大概十分钟后 叶云停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那所谓的祭坛 那是一个三米多高的 直径大概五米的圆形黑色祭坛 祭坛用某种不知名的材料建造而成 上面用鲜血歪歪曲曲地画满了符文 而在祭坛的下方 则是层层叠叠地摆放着人类的头颅 残忍 血腥 这是叶云的第一反应 他自认为是个相对比较薄良的人 但看到如此残忍的一幕 也忍不住愤怒起来 而在祭坛的上方 则是盘坐着一道 身穿雪袍的身影 他有着人类的身躯 但诡异的没有面容 因为他的整张脸 都是一颗巨大的眼球 眼球中的眼瞳 呈现出血红色 滴溜溜地旋转着 不时有着一道血光闪过 叶云启动了全知之眼 向着对方看去 丁 四街人眼一类 极为擅长操控人心 四街 叶云目光一宁 他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无数的青莲地心火 从他浑身的毛孔中涌出 将其尽数覆盖 远远看去 叶云如同一个火人一般 人眼一泪 那颗巨大的眼球 对准了叶云 下一刻 一股无形的波动弥漫出 叶云出现了瞬间的尸神 但好在 他有青莲地心火护身 对方那蛊惑人心的手段 对他没用 咕噜咕噜 随即人眼一泪 发出阵阵古怪的叫声 向着叶云飘了过去 他干枯的皮肤中 有无数的人脸在挣扎 去 叶云心念一动 顿时几百颗炎丸成形 向着人眼一泪冲去 天空中如同下起了一场火流星 小半个金刚成兜 随之亮了起来 人眼一泪大手一挥 顿时他身上的血袍 散发出无穷的血光 这些血光中 充斥着极为浓郁的恶念 当他们出现以后 周围的天地灵气纷纷逃逸 仿佛极为惧怕一般 血光在半空中 形成一张血色大网 无数的阎丸 尽数落在了血色大网上面 碰 碰 碰 血色大网被炸得四分五裂 化作血光 重新缩回了人眼一泪的身体里面 就当阎丸彻底消散的时候 叶云拿着斩破刀也到了 他狠狠一刀 对着人眼一泪的脑袋 劈去 咳吱 斩破刀成功地斩在了 人眼一泪的脑袋上 但却像是砍在枯木上一般 发出咯吱的声音 第41章 不讲武德的叶云 好诡异的玩意 叶云目光一宁 这些异类实在是太诡异了 这个时候 人眼一泪那颗硕大的眼球 突然眨动了一下 紧接着一道血光 向着叶云闪电般的射去 叶云面色一变 连忙抽刀回身 向着血光劈去 碰 他的身影瞬间倒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地上 叶云从地上爬起来 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身躯 得益于全套的五阶法宝 一点卵室都没有 咕噜咕噜 人眼一泪 浑身散发着浓郁的血光 向着叶云闪电般地冲了过去 他身上的血袍之上 更是出现了无数的眼球 这些眼球不停地眨动着 看上去诡异异常 给我死 叶云爆喝一声 手中刀光大胜 向着人眼一泪狠狠地劈去 死了 人眼一泪 直接被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节 化作一股血光消散 叮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四阶一类 一能点加二百点 系统提示音 响起 叶云向着黑色祭坛走去 越是靠近祭坛 他越觉得不舒服 那是一种本能的排斥 唉 尘归尘土归土吧 叶云看着祭坛前 摆放的大量头颅叹了口气 随即他释放出青莲地心火 将气给全部烧成了飞灰 这也算是火化了 然后他便是对着祭坛发起了攻击 无数颗岩玩向着祭坛射去 碰 碰 碰 祭坛很快便被炸得四分五裂 但祭坛破碎的那一刻 忽然有着大量的异类 从祭坛中冲了出去 叶云用全只只眼看了一下 还好都是二三阶的 问题不大 他冷笑一声 对着这些异类展开了进攻 大概半个小时后 这些异类被叶云全部消灭干净 叶云随即打开了卫星手表 只见他现在所在位置的红点已经熄灭 这意味着 他成功破坏了此处的祭坛 稍微泄了一口气之后 叶云向着下一处祭坛赶去 根据卫星手表上的信息 在金刚城中这样的祭坛 还足足有着四个 碰 叶云刚离开不久 便是遭到了攻击 攻击他的 是一个大副翩翩的死胖子 胖子脸上刻满了诡异的符文 看上去一脸的邪气 你是四大学院中哪一院的 胖子盯着叶云沉声道 由于叶云戴着恶鬼面具的原因 胖子压根连叶云的长相都看不清 关你屁事 叶云冷哼一声向着胖子冲了过去 根据全只只眼的提示 这死胖子的实力在武林境第七重 应付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胖子发出了一声冷笑 他脸上的那些符文扭动了起来 远远看上去 竟然像是一张张扭动的人脸 看着这一幕 叶云皱起了眉头 这诡异的场景 他只在异类的身上看到过 莫非此人获得了异类的部分能力 叶云大胆地猜测到 并且越想越觉得靠谱 不然光明教不会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和异类攻占东海上 伴随着脸上符文的蠕动 胖子的身体瞬间膨胀了起来 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座三米高的肉山 碰 叶云狠狠地一刀斩在了胖子身上 但却是火光四剑 仿佛是斩在了坚硬的合金上面 嘿嘿 胖子咧嘴一笑 然后大手向着叶云横扫而去 叶云提刀挡在身前 不料直接被扫飞了五六十米 卧槽 他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这家伙的体魄简直强到吓人 动 动 动 胖子大踏步向着叶云冲去 周围的地面都是忍不住轻微颤抖了起来 叶云见状目光前所未有的凝重 得到了一类能力加强的胖子 实在是不好对付 有了 叶云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然是来到了胖子身前 只见叶云高高跃起 持刀向着胖子的眼睛横扫而去 我就不信你全身都那么硬 碰 胖子双手合十将斩破刀牢牢地夹在了手中 叶云见状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的法宝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住的 啊 果不其然 胖子很快便是发出了惨叫 只见他的双手被烧得漆黑一片 显然 这是青莲地心火的灼烧所造成的 他早已融入了叶云的灵力之中 找死 胖子眼中涌现出怒气 他抱喝一声 脸上的符纹快速闪烁了起来 这次符纹的变化极为明显 直接就是变成了一张张的人脸 这些人脸发出阵阵尖锐的叫声 一股浓郁的黑光从胖子体内弥漫出 向着叶云一拳轰去 漆黑的全光在夜色中犹如一轮黑色的太阳 周围的光线似乎都尽数消失不见 见状 叶云全身的汗毛都忍不住竖了起来 他深吸了口气 体内灵力没有丝毫保留地注入了斩破刀中 斩破刀顿时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化作一道二十多米长的磅礴火焰刀光 向着对方斩去 在这道火焰刀光下 周围的光线重新明亮了起来 碰 地面上炸出了一个几十米直径的大坑 黑色全光仅仅只是坚持了瞬间 便是轰然破碎 火焰刀光狠狠地斩在了胖子的胸膛上 胖子一连退后了好几步 浓郁的黑光在他胸膛前涌现 将火焰刀光尽数湮灭 哈哈 你是伤不了我的 胖子得意地笑了起来 似乎是没有注意到 叶云已经消失不见 噗哧 胖子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不可置信地低头向着脚下看去 但因为实在是太过肥胖的原因 他只能看到他自己的肚子 叶云在胖子的身后出现 刚才他凭借身法战绩的优势 来到了胖子的脚下 然后朝着他的屁股 狠狠捅了进去 直插腹枪 胖子庞大的身躯 轰然倒塌在了地上 然后恢复了正常大小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是这种死法 简直不讲武德 胖子死后 他脸上那些人脸 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然后胖子的身体 瞬间干扁了下去 只剩下了一张人皮 瘦个异类钻出 向着远处逃去 叶云哪里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直接就是一波炎丸招呼了过去 将其全部灭掉 收获了一波异能点 第四十二章 简直爽翻了 将这死胖子解决掉以后 叶云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第二个祭坛的位置 然后将其摧毁 这金刚城中 一共存在着五个祭坛 叶云已经灭掉了两个 还剩下三个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放亮 即将迎来新的一天 稍失休息之后 叶云便是向着第三个祭坛赶了过去 在第三个祭坛 他遭遇了大量的异类 和光明教教徒的攻击 经过一番血战之后 叶云好不容易才将其摧毁 然后他赶到了第四个祭坛所在的位置 跟前面几个祭坛相比 这里倒是显得有些冷清 只有一个四阶的异类 但叶云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沉甸甸的压迫感 显然对方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那是一个巨大的肉球 肉球上面藏满了各种各样的瘤子 不停往外渗着血水 极为的恶心 幸好叶云没有吃饭 不然非得吐出来不可 杀 叶云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便是发起了进攻 斩破刀闪烁着耀眼的刀光 向着肉球异类静直劈去 肉球异类抖动了两下 忽然体内爆射出了两根血肉长边 向着叶云抽去 叶云健壮凭借着身法战绩的优势果断避开 然后成功地一刀劈中了肉球 然而 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诞生了 只见肉球中伸出了无数鲜血淋漓的小手 一把将斩破刀给握住 子子 这些小手顿时被叶云灵力中所携带的青莲地心火烤焦 散发出一股好闻的烤肉香气 但尽管这样 还是有大量的小手冒出来 前扑后继地将叶云的斩破刀握住 与此同时 那两根巨大的长边也向着叶云缠绕而来 长边之上伸出了无数的细小须子 极为的诡异 哼 叶云冷哼一声 青莲地心火疯狂涌出 瞬间将整个肉球异类都包裹住 在恐怖的高温下 肉球异类滋滋冒游 体积开始了迅速萎缩 那两根血肉长边也闪电般地缩了回去 然后那些小手松开了斩破刀 整个肉球异类向着后面退去 叶云抽刀而回 体内灵力尽数灌注其中 然后发起了大招 一到二十多米的火焰刀光成形 向着肉球异类冲去 肉球异类似乎是察觉到了危险 它快速地抖动了起来 然后长出了一只白皙的手臂 手臂上又冒出了一条手臂 如此循环 很快它便化作了一头千手怪物 向着叶云发出的刀光冲去 碰 伴随着一声轰鸣 无数的刀光闪烁 将这些手臂消灭了大半 但最为粗壮的那只手臂 依旧完好无损 它闪电般地出现在了叶云的身前 然后一把将叶云脖子给握住 疯狂用力 叶云强忍着不适 手中斩破刀刀光闪烁 将这条手臂也给砍了下来 然后一脚将肉球异类给踢开 滋滋 肉球异类发出阵阵尖锐的叫声 开始原地蹦跌了起来 伴随着它的蹦跌 它的体型也开始了膨胀 有粘稠的血光涌现 真是麻烦啊 叶云见状皱起了眉头 眼前这头异类 明显比它之前遇到的异类 难缠了很多 碰 碰 碰 肉球异类跟个跳跳球似的 膨胀到了直径三米左右 然后向着叶云碾压而去 叶云一个闪烁便是避开了 然后肉球异类狠狠地撞到了 旁边倒塌的房屋上 激起了漫天尘土 然后它又蹦跌了出来 接着向叶云冲去 拼了 叶云咬了咬牙 顿时它身前有着数百颗延弯浮现 向着肉球异类冲去 但这还不够 紧接着叶云抬起了左掌 掌心有着一缕耀眼无比的青色火光浮现 呼 叶云张嘴一吹 顿时这缕青色火光 从它掌心飞出 直奔肉球异类而去 接连发起了两刀攻击 但叶云还是觉得不够 他深吸一口气 将体内灵力尽数注入到了斩破刀中 顿时斩破刀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明亮色彩 斩出了一道耀眼无比的刀光 碰 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 叶云往嘴里塞了两颗快速恢复灵力的丹药 持刀死死盯着肉球异类所在的地方 等到灵力波动渐渐停歇 终于是露出了里面的情景 肉球异类的模样 那叫一个凄惨 浑身被烧焦得不成样子 正中间位置更是有着一道 几乎贯穿他整个肉球的刀伤 碰 随即肉球异类爆开 化作了无数的血肉散落在地上 叶云见状松了口气 总算是把这难缠的玩意给解决了 但叶云很快便是发现了不对 因为系统的奖励声没有响起 莫非这恶心的玩意还没死 他皱眉猜测到 随即叶云便是看见那些碎掉的血肉 快速蠕动了起来 化作一个个篮球大小的肉球 但比较庆幸的是 这些肉球散发出的气息大多只有三阶 甚至于还有不少二阶的 没完了是吧 叶云气得冷哼了一声 然后便是接着对这些小肉球发起了进攻 这次他改变了攻击策略 主要攻击手段便成了延丸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三阶异类 异能点加100点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三阶异类 异能点加100点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二阶异类 异能点加50点 系统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让叶云乐开了花 原本斩杀一头四阶异类奖励的异能点 只有200 但这头四阶异类 却是分裂成了数十头三阶和二阶异类 这不是给他送分吗 心情大好的叶云甚至于哼起了小曲 心情一下子就美丽了起来 这种不断收割异能点的感觉 简直爽翻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 叶云成功将所有肉球异类都给解决掉 他长舒了一口气 此刻天色已经完全大亮 一轮金色的骄阳 触离天空给众生带来光明 刚刚这一波足足收获了4000多的异能点 叶云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开心地道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像肉球异类这样懂事的异类 能够多来一打 第43章 被胁迫了 调整了一下之后 叶云向着位于城中心的最后一个祭坛赶去 大约40分钟后 叶云成功地抵达了目的地 这里的祭坛明显比他之前遇到的几个祭坛大了许多 直径达到了差不多6米左右 而在祭坛的上方 则是飘荡着数以百计的异类 他们阴冷地盯着叶云 犹如一条条正欲要责人而适得毒蛇 叶云皱起了眉头 这里的恶念之气十分浓郁 让他极为的不舒服 看来要打仗硬仗了 他沉声道 然后握紧了手中的斩破刀 子子 对面的无数异类 发出了阵阵尖锐的叫声 向着叶云冲了过去 叶云当即便是凝聚出了数百颗炎丸 献来了一波火力覆盖 带走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异类 然后他持刀冲进了异类中 开始了酣畅淋漓的战斗 刀光不断闪烁 不少异类都随着刀光化作了飞灰 叶云越战越勇 杀的那叫一个尽性 没过多久 大部分实力弱小的异类 便是被他给杀了得干净 只有几头较为强大的异类流了下来 其中有着两头四接异类 面对着最后几头异类 叶云可谓是手段进出 打得极为的吃力 有喝 我就不信了 但这也激发了他骨子里的那股狠镜 跟异类进行了死磕 异类终究是异类 自古以来便是邪不胜正 双方缠斗了大约半个小时后 总算是让叶云抓住了机会 他一下便带走了三头异类 顿时 场上只剩下了最后一头四接异类 这只异类的模样极为的奇特 如同一只巨大的八爪鱼一般 但诡异的是 他并没有八条触手 而是八条人类的大腿 叶云往嘴里塞了两颗恢复灵力的丹药 然后便是向着对方冲了过去 八条腿异类 亦是向着叶云冲了过去 他的八条腿 极为规律地摆动着 闪烁着耀眼的血光 向着叶云不断踩去 噗哧 叶云一个划铲 来到了八条腿异类的脚下 然后一刀便是将其大腿给砍掉了一根 大量粘稠的黑血流出 建设到了叶云身上的战衣上面 死了 原本十分坚硬的战衣 立刻被这些黑血 腐蚀出了一个个细小的孔洞 威力大将 叶云脸上闪过肉痛之色 没想到对方的血液 竟然还有着这种效果 妈的 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叶云美好气得到 随即他对着这头异类发起了疯狂进攻 很快 这头异类剩余的七条大腿 也都被叶云给砍下 见差不多了 叶云一刀狠狠捅进了他的脑袋里面 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将全部异类解决掉以后 叶云心痛地摸了摸身上的战衣 这些该死的异类 叶哥 这时候 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叶云扭头一看 只见王超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此时的王超模样有些凄惨 衣服破破烂烂的 身上一眼看去 到处都是伤势 叶云皱眉道 老王 你怎么在这里 王超笑道 我分配到的区域就在这附近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轻声道 你身上的伤怎么回事 哎 别提了 王超苦着脸道 我的运气太差了 遇到了一个五王镜的光明教教徒 差点就死了 叶云道 那真是挺惊险的 是啊 王超点了点头 将目光看向叶云前方的祭坛道 叶哥 这祭坛 你怎么不把他给毁了 马上 叶云应了一声 然后转身向着祭坛走去 王超见状诡异地笑了起来 他的嘴开始变大 然后里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尖牙 噗哧 这个时候 却有一道刀光亮起 斩破刀狠狠地插进了王超的肚子里 啊 王超发出痛苦的惨叫 然后他快速变成了一个浑身皮肉干枯 口烈的一脸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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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云面无表情地 将斩破刀抽出 然后不断地插进了王超的身体里面 王超不可置信地看着叶云道 你是怎么识破我的 很简单 叶云咧嘴笑道 样貌 语气 你可以模仿 甚至于连王超是我的好朋友你都知道 但你身上那股异类的气息 却是怎么都掩盖不掉的 而且 我有系统啊 花音落下以后 大量的清廉地心火顺着斩破刀涌进了王超的身体里面 将其烧成了飞灰 叮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四阶异类 异能点加二百点 系统提示音响起 更加证明了 叶云的判断没有错 不愧是四大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 果然不凡 一声轻笑响起 紧接着 叶云便是看到 三四个光明教的邪教徒压着 十多个普通人从祭坛后面走了出来 叶云眼瞳一缩 他隐隐猜到了 对方想要做什么 一名领头地走出 他来到了叶云的面前 那是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 额头十分突出 下巴尖尖的 秃顶男人沉声道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所学院的 能否把面具摘下 让我们看看真容 叶云摇了摇头 道 不能 开玩笑 我又不是傻逼 被叶云拒绝 秃顶男人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十分真挚得道 我看你是个人才 不如加入我们光明教吧 咱们共同打造一个新的世界 我很像一个傻逼吗 叶云像是白痴一样的看着对方 那就是没得谈了 秃顶男人叹气道 当然 叶云点了点头 好 秃顶男人点了点头 然后向着自己身后的手下 使了一个眼色 嘿嘿 那名手下 立刻便是心领神会 拿出了一把长刀 向着人质中的一名老人抹去 咕噜 老人的脑袋滚到了叶云的面前 叶云见状 额头上的青筋跳动了起来 当即便是想要出手 将此人除掉 别动 秃顶男人警告道 如果你乱动的话 这些人会死得非常惨 叶云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压抑一下心中的杀意 道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秃顶男人文言笑了起来 道 很简单 你转身离开这里就行 这些人等我们大事办完以后 自会将气给放了 第四十四章 为了人足 这不可能 叶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跟光明教的人做交易 那不是脑子有病吗 但话说回来 叶云他虽不是圣母 不至于在这种时候 分不清轻重 但这些人质 毕竟只是普通老百姓 真要是都在他的面前惨死了 那叶云绝对会愧疚一辈子 这件事 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 看来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秃顶男人文言 面色阴冷了下来 叶云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 从现在开始 每隔五分钟 我就杀一个人质 我倒看看你到底就不救他们 秃顶男人寒声道 开始计时 大伙不用怕 死就死呗 二十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就是 休想用我们威胁 这个小兄弟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祭坛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看这帮畜生的重视程度 应该极为的重要 我们不能 让这些畜生的阴谋得逞啊 说得对 小兄弟 你尽管放手将他们杀了吧 不用管我们 一切都是 为了人足 我相信我们死后 大厦官方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家人的 为了人足 为了人足 那些被扣押的人质 此刻见秃顶男人威胁叶云 都是忍不住发声 随即 他们便是拼命地发起了反抗 普通人对着舞者发起反抗 那下场可想而知 叶云见状 连忙向着他们冲了过去 耀眼的刀光闪烁 带起大片的血光 他快速将看守人质的锦铃邪教徒杀死 但还是有着一半的人质 不幸惨遭毒手 杀 叶云怒吼一声 向着秃顶男人冲去 碰 秃顶男人被他一刀劈飞了出去 口喷鲜血 然后转身就跑 但叶云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快速追了上去 将其碎尸万段 滚烫的鲜血 喷射到了叶云的身上 然后顺着他身上的战衣 滴落在地上 汇聚成了一个小水袜 叶云回到祭坛面前 看着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质 内心被狠狠触动了一下 为了人足 这四个字 不断地在他脑海中响起 犹如具备某种特殊的魔力一般 唉 随即他深深叹了口气 要是他的实力 能够再强一些就好了 孩子 你不必难过 这时候 一名幸存的老者 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他出声安慰到 叶云有些愧疚的道 不好意思 我没能将所有人都救下来 孩子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也不欠我们什么 反倒是 我们欠你的 若是没有像你这样的好孩子的话 光明教还指不定要害死多少人呢 老者从裤兜里 掏出了一个白色手帕 然后颤巍巍地举手 擦拭起了叶云面具上的血迹 叶云默默站在原地 任由老者替他将面具擦拭干净 这一刻 他心中的某些想法和观念 悄然发生了改变 叶云从情感上 开始真正地融入这一方世界 将面具上的血迹擦拭干净以后 老者默默地转身走到了一旁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 将一名老玉的尸体抱在怀里 替他擦拭着身上的血污 呼 叶云深吸了一口气 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随即他将祭坛给摧毁 然后把这里的情况 通过卫星手表传了回去 叶云走到剩下的几名幸存者身前 道 我已经把这里的情况 传递给了镇灵局那边了 你们就在这里不要离开 很快就会有人来接应你们 处理完这件事以后 叶云便是自顾自地走到了一边 然后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大武师第七重 加 义能 清廉地心火 必急 体魄 1460气血 加 精神 1420盒 加 战技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神行百变 圆满 天灾灭世 未入门 加 炼器 五阶炼器师 加 异能点 8631点 异能点的收获倒是不错 叶云笑了笑 系统 加点 叮 恭喜主人成功将境界提升到武林境第一重 叮 恭喜主人成功将战技天灾灭世 提升到圆满层次 看看空空如也的异能点 叶云摇了摇头 真是辛辛苦苦大半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啊 随即 他打开卫星手表查看了起来 只见地图上原本密密麻麻的红点 已经熄灭了许多 这代表着有不少的祭坛被摧毁 但还是有着近半的祭坛存在着 叶云的目光在地图上寻找了起来 他准备就近挑选一个祭坛 接着干活 滴滴 距离金刚城一百公里的山谷中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异类 请在附近的学员前往查看 这个时候 卫星手表发出了示警 一百公里 叶云文言皱起了眉头 这个距离算是比较近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幸存者们 然后转身离开了金刚城 向着卫星手表中标注的地点赶去 得益于身法战绩的优势 叶云仅仅只是过了半个小时 便抵达了目的地 然后他便是看到了山谷中的情景 只见山谷的正中央 矗立着一座庞大的祭坛 祭坛的正中央 摆放着一颗巨大的黑色的蛋 无数的异类飘荡在山谷中 他们的手中拿着新鲜的人族血肉 不断地投入到了祭坛中 每当有新鲜血肉投入祭坛中 祭坛里面便会有一缕血光出现 没入那颗巨大的黑蛋中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叶云皱起了眉头 如此诡异的一幕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随即他便是启动了全知之眼 向着黑蛋看去 叮 一类皇族后裔 尚未降生 须以无数新鲜血肉炼化出的气血 浇灌孕育 看着眼前的信息 叶云面色一变 他没有想到 这黑蛋中竟然孕育着 一类皇族的血脉 那我把这玩意给弄死 系统奖励的异能点 会不会多些 叶云舔了舔嘴唇 大胆地猜想了起来 第四十五章 天阶战绩的威力 刷 刷 这时候 突然响起了破风声 紧接着两名男子出现 卧槽 他们看到叶云的瞬间 便是忍不住面色一变 浑身凌厉闪烁 欲要出手 我是青龙学院的 叶云连忙道 青龙学院 他好像还真是个人 妈的 我还以为是一类呢 听到叶云的声音 两人这才停了下来 呀的 你没事 带个恶鬼面具 干啥真是吓死人了 他们没好气地吐槽道 叶云笑道 这不是比较拉风吗 好吧 其中一人道 我们都是玄武学院的 哦 叶云耸了耸肩膀 这时候 另外一人站了出来 道 青龙学院一心院 有个叫叶云的 你认不认识 叶云反问道 认识 怎么了 那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这家伙击败了我们学院的天骄灵反 我们正准备顺手教训他一下 此人轻声道 不知道 叶云摇了摇头 不知道就算了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另外一人提议道 我叫王大龙 我叫李冰 两人自我介绍道 随即王大龙笑道 这位兄台你呢 我叫王超 叶云笑道 原来是王超兄弟 王大龙客套的道 王哥 你看山谷里是什么鬼玩意 这时候 李冰突然惊呼道 王大龙文言赶紧向着山谷里面看去 然后脸色也跟着变化了起来 好大一颗大啊 随即李冰看向叶云道 王超兄弟 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吗 里面应该是在孵化某种异类 叶云装傻道 不管了 先将这里的情况传回镇灵局再说 王大龙皱着眉头道 来不及了 叶云目光死死盯着黑弹 只见此时的黑弹上面出现了一条条的裂缝 那怎么办 王大龙问声问气地道 还能咋办 上啊 叶云有些无语地道 话音落下以后 他便是朝着山谷中的黑弹冲了上去 嗡嗡 察觉到有人靠近 山谷里飘荡的异类像是疯了一般朝着叶云冲了过去 叶云直接便是发出了数百颗烟丸 将其炸开一条通道 卧槽 好猛啊 王大龙和李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还愣着干啥 赶紧去帮忙 随即二人反应了过来 向着山谷中冲去 叶云这时候 已经凭借着身法战绩的优势来到了黑弹的面前 他宁笑一声掏出了斩破刀 向其狠狠一刀劈去 似乎是察觉到了危险 黑弹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弹壳上的裂纹快速开始了脱落 但这时候 叶云的刀光已然是到了 弹壳硬声被分成了两半 露出了里面一个类似于人类的胚胎 胚胎不停地跳动着 散发着滔天的恶念之气 好恶心 叶云皱起了眉头 然后朝着这枚胚胎 发出了数十发炎碗 砰 砰 砰 伴随着一声声轰鸣 胚胎彻底化作了飞灰消散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一类皇族后裔 一能点加三千点 卧槽 这么多 叶云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吓了一大跳 随即忍不住狂喜 王朝兄弟 快来帮帮我们 快扛不住了 这时候王大龙的声音响起 叶云扭头看去 他这才注意到 这两人替自己抵挡住了异类的攻击 但眼下也快撑不住了 这异类有些多啊 叶云皱起了眉头 道 看来是时候试试大招了 天灾灭世 他轻语一声 随即体内的青莲地心火窜出 在其头顶形成了一片数百米大小的火海 将整个山谷笼罩 火海中青色火焰摇曳着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 在这股威压下宛若蔑视 叶云目光冰冷 面无表情的双手结印 开始闪电般地变化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灵力也开始了飞速流逝 那片磅礴的火海中 响起阵阵轰鸣 然后无数脑袋大小的火球 从天而降 向着山谷中的无数一列冲去 王大龙和李斌 果断地闪到了一边 避免被波及进去 他们一脸呆滞的道 这是天接战绩 碰 碰 整个山谷中都是火光 无数的异类化作了飞灰 这一切 只不过几秒钟时间而已 天接战绩的威力 竟然恐怖如斯 叮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 三百头二接异类 异能点加15000点 叮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 五十头三接异类 异能点加5000点 叶云听到系统提示音 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 这一波就收获了两万多异能点 简直赚风了好吧 随即 他便是一头向着地面栽去 卧槽 王超兄弟 王大龙和李冰二人 赶紧冲过去 将他给扶起来 叶云脸色苍白的道 没事 我只是被榨干了 说完 他便从空间球中 取出了几颗快速恢复灵力的丹药 塞进嘴里 脸色顿时好了不少 王大龙二人健壮 这才放心了下来 李冰笑呵呵的道 王超兄弟可真猛啊 竟然能在武林境 便将天机战绩施展出来 而且威力这么大 想必你已经将其修炼到了精通层次吧 叶云笑了笑不置可否 有些事情自己知道就行了 没必要告诉别人太多 难道我会告诉你 我已经将其加点 提升到了圆满层次 随即双方便是相互吹捧了起来 王大龙和李冰都是客气了不少 甚至于隐隐有着一些巴结之意 毕竟能够在武林境时 就弄到天机战绩 并且将其修炼到这个地步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 这样的人不用想 也知道背景肯定不一般 客套得差不多了以后 叶云轻声道 你们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传回镇灵局吧 我们就此分别了 我准备去破坏下一个祭坛 嗯嗯 好嘞 王大龙和李冰点了点头 然后冲着叶云拱了拱手 何人竟敢坏我光明叫大事 这时候 突然有着一道强横无比的威压降临 紧接着 一个面容阴翼的青年男子 撕裂空间而来 静止出现在了山谷中 第四十六章 来人当如夜彭天 武皇静 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三人没有任何的犹豫 转身就跑 呵呵 殷义男子轻笑一声 眼中满是不屑 三个武林镜的蝼蚁 竟然妄想 在他眼皮下底下逃跑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只见他屈指一弹 顿时一道上百米长的剑光浮现 向着夜云三人斩去 拼了 三人见状 都是被吓得不轻 他们咬牙 向着剑光发起了攻击 碰 伴随着一声轰鸣 王大龙和李冰 直接便是抱成了一团血舞 尸骨无存 夜云的情况 要比他们两个好得多 他没有死 但伤势也十分严重 肋骨基本全断了 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不错 你这蝼蚁竟然能勉强接住我一击 殷义男子笑了笑 屈指一弹 顿时再度有着一缕剑光浮现 向着夜云斩去 这次真的是要玩完了 夜云躺在地上 绝望地看着这一幕 谁他妈敢动我儿子 这时候 一声爆合响起 紧接着夜彭天的身影出现 他挡在了夜云的身前 然后手中浮现出一把长剑 一剑对着剑光刺去 两者接触的瞬间 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 夜彭天的身影 一连退后了好几步 踩到了夜云的腿上 夜云 泽泽 有意思 殷义男子见夜彭天出现 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 他看向地上的夜云道 这小东西是你儿子 也好 今日就让你们父子 一同在地府相聚 话音落下的瞬间 雄魂至极的灵力 从殷义男子的体内迷慢出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漆黑的长剑 下一刻 殷义男子 一剑对着夜彭天挥去 有恐怖无比的剑光浮现 儿子 你赶紧跑 我不是他的对手 夜彭天转身往夜云嘴里 塞了一颗高级疗伤丹药 沉声道 夜云道 老夜 咱们一起跑 不行 夜彭天固执地摇了摇头道 我是海城镇邻居的副局长 对付光明教的畜生 维护人族安宁是我的责任 我怎么能跑 夜云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在这一刻 他想起了之前在金刚城时 慷慨赴死的那些人质 那便是为了人族 保重 夜云从地上爬起来 转身往着山谷外跑去 见夜云已经逐渐远去 夜彭天深吸了一口气 他手中的长剑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有一股磅礴至极的战役 从他体内弥骂出 君子见诀 浩然正气荡九天 夜彭天低语一声 手中剑光大胜 一道几百米长的剑光成形 向着对方劈去 砰 两者发出的攻击 在半空中轰然相撞 将整个山谷移为屏蔽 夜彭天一个亮呛 一连退后了好几步 肩膀上已然多出了一道 巨大的伤口 几乎将他的整个手臂切下 阴翼男子笑道 以你的实力 压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又何必自寻死路呢 夜彭天冷哼道 你们这些阴险歹毒 无恶不作的畜生 自然不会明白 何为责任 何为信念 何为正义 正义 阴翼男子文言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看着夜彭天道 真是幼稚 你放心 等你死了以后 我会找到你儿子 然后让他来陪你 说完 阴翼男子便是一步步 向着夜彭天走了过去 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 但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夜彭天沉声道 哦 阴翼男子笑道 现在的你 拿什么跟我说这种话 拿我的命 夜彭天冷哼一声 随即 他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与此同时 他的气息开始了暴涨 啊 为什么镇灵局的人都是这样 疯子 都他妈是一群疯子 见此情景 阴翼男子仿佛破防了一般 破口大骂了起来 嗨嗨 像你这样的畜生 是永远都不会懂的 夜彭天刻出了几口鲜血冷笑道 随即他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举起了手中之剑 这把剑从未像现在这样明亮过 下一刻 一道近千里长的磅礴剑光成形 向着阴翼男子无情地斩去 疯子 阴翼男子目光怨毒地死死盯着夜彭天 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 灌注到了手中之剑里面 下一刻 他同样是一剑挥出 一道磅礴无比的剑光浮现 向着夜彭天斩去 老夜 夜云察觉到了 身后传来的剧烈灵力波动 他猛地转身 然后便是看见了 那两道可怕的剑光 一股强烈的不祥感 在他心头涌现 然后他转身向着夜彭天 快速冲去 碰 两道可怕无比的剑光 在半空中轰然相撞 隐格周围的虚空塌陷 出现了大量的真空地带 双方僵持了片刻之后 阴翼男子发出的剑光轰然破碎 他面色大变 转身就跑 不怕横的 就怕不要命的 想走 想得美 夜彭天冷笑一声 他一掌拍在了自己的胸口 然后一口精血 落在了剑光之上 得到这口精血的滋养以后 剑光猛然大胜 向着阴翼男子斩去 碰 阴翼男子的身影 在这道剑光之下 彻底化作了飞灰 嗨嗨 叶彭天咳嗽几声 咳出了大量的鲜血 然后他的气息开始了回落 老叶 这个时候 叶云跑了回来 他一把将叶彭天给扶住 叶彭天皱眉道 臭小子你跑回来单傻 不是让你赶紧跑吗 我担心你 叶云沉声道 好孩子 叶彭天文言脸上 挤出一抹笑容 然后晕倒了过去 老叶 叶云见状面色大变 他连忙将自己身上的疗伤丹药 都给拿了出来 然后一股脑地 塞进了叶彭天的嘴里面 可叶彭天的脸色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好转 这使得叶云急得像是 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不知道如何是好 刷 这时候 白素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了 叶云父子二人的身前 叶云赶紧道 老妈 你赶紧救救老叶 白素面色凝重没有说话 他手中出现了一根白色权杖 当这根权杖出现以后 有一股惊人的寒气开始弥漫 第47章 镇灵局的边外名额 凤 白素手中的权杖发出一道 灵光冲进了叶彭天的身体中 叶彭天整个人顿时被冰封了起来 叶云不解地看向白素道 老妈 这是 这样可以将他的伤势控制住 白素轻声道 镇灵局中有觉醒治疗系异能的强者 我们得赶紧回去才行 嗯 叶云点了点头 原本他是计划多赚些异能点再回去的 但现在也没了这个心思 走 白素轻语一声 带着叶彭天父子二人撕裂空间回到了海城的镇灵局 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他交代了一句 然后便是抱着叶彭天走进了镇灵局身处 叶云则是无奈地在原地等待了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他能插手的 大约半个小时后 白素重新回来了 叶云连忙道 老妈 怎么样了 放心吧 你老爸的性命无忧 只是修为 估计很难保住了 白素叹了口气道 为了对付光明教的人 他使用了镇灵局的秘法 强行燃烧自己的修为 以此来短暂获得巨大的力量 叶云文言沉默了下来 片刻之后他方才道 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吗 看命吧 白素轻声道 运气好的话 没准能保住大部分实力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以后就是个废人了 要是我能再强大一些就好了 这样老爷就不用为了保护 我变成这副样子了 叶云有些自责的道 小云 话不能这么说 你老爸伤成这样 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保护你 但更多的 其实是他的职责所在 自从加入镇灵局的那一天起 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镇灵局的宗旨是四个字 那便是为了人族 这四个字 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镇灵局的无数人 都在用生命去践行他 自从他加入镇灵局的那天起 我也早就做好了 失去老公的心理准备 白素叹了口气悠悠地道 叶云文言有些愤慨地道 你们就不能自私点吗 不能 覆巢之下安有婉卵 若是人人都为了自己着想 那人族早就灭亡了 也正是因为 有千千万万像你老爸这样的人 人族才有今天 白素目光柔和地看着叶云道 叶云文言沉默了下来 他实在是不知道说些什么 白素伸手揉了揉叶云的脑袋道 小云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而大多数舞者的选择 都是守护人族安宁 嗯 叶云重重点了点头 叶副局长醒了 这时候 一名镇灵局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嗯 白素拉着叶云站了起来 道 走 我们去见老叶 高兴点 知道了 叶云点了点头 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很快 叶云便是在一间僻静的房间里面 见到了叶鹏天 叶鹏天脸色有些苍白地靠在床头 正笑呵呵地看着他们母子二人 他轻声道 自从这臭小子去了青龙学院 这还是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聚在一起 叶云低声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情愿不要这样的团聚 白素文言冲着叶鹏天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容 然后两人在叶鹏天身前坐下 叶云担心的道 老叶 你的伤势 挺重的 估计得养不少时间 修为也没保住 现在我的实力只有武林静了 整整跌了一个大境界 不过还好 等伤好了以后 还可以把实力修炼回去 就是有些浪费时间 叶鹏天笑道 这已经很幸运了 以往镇灵局那些使用秘法燃烧修为的人 要不就是死了 要不就是废了 白素安慰道 叶鹏天 老婆 你真会说话 确实是幸运 叶鹏天笑了笑 然后看向叶云道 臭小子 这次的行动 你表现不错 叶云一愣 老叶 嘿嘿 叶鹏天笑道 你们这些学员可能还不知道 你们手腕上的卫星手表 会自动记录一些数据 比如击杀了多少头一类之类的 我靠 老叶你们镇灵局这么阴啊 叶云文言瞪大了双眼 怎么说话呢 叶鹏天文言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道 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们 要不是因为这个的话 我未必来得及救你 呵呵 叶云冷笑了两声 动 动 动 这个时候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叶鹏天轻声道 进 随即大门打开 一位面向淳朴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海城镇灵局的局长孙长海 叶云曾见过两次 老叶啊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孙长海关心地询问道 还算是比较幸运 比那些死去的同僚好多了 叶鹏天笑呵呵地道 这倒是 孙长海点了点头 将目光看向叶云道 真是虎腹无犬子啊 听说小云拿了今年的东海省高考状元 现在在青龙学院 在这次的行动中表现也很不错 孙叔叔过奖了 叶云轻声道 我可没有过奖 你这次行动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加入镇灵局啊 孙长海笑咪咪的道 啊 叶云一愣 要是以前的话 他肯定是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但现在却是有些不一样 嗨嗨 叶鹏天咳嗽了两声道 老孙 这孩子刚入青龙学院不久呢 你要是真的看中他的话 不妨给他个边外名额 孙长海文言有些犹豫的道 每个镇灵局的边外名额可不多啊 咋的 叶鹏天挑了挑眉头道 我儿子不配啊 他可是有五弟之姿 文言叶云笑道 老叶你眼光可真准 孙长海耸了耸肩膀道 好吧 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 我就给小云一个边外名额 谢了 叶鹏天文言心中悄悄松了口气 那你们一家人慢慢聊 我就先走了 等会相关手续办好了 我让人送过来 孙长海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道 好嘞 叶鹏天摆了摆手道 赶紧走吧 记得把我那些活都给干了 我现在可是商员 好 孙长海文言笑了笑 然后转身离去 第48章 正式获得名额 等孙长海走后 叶云方才询问道 老叶 这所谓的边外名额是干啥的 好像很珍贵的样子 镇灵局这些年 一直在大肆吸纳人族的天骄 但却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许多的天骄 他们虽然愿意加入镇灵局 但却不太享受到镇灵局的约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镇灵局特意为他们创建了边外制度 获得边外名额的人 不用在镇灵局打卡上班 处于半自由状态 他们可以自行挑选镇灵局的任务 并且确定是否前往 同时 他们享受着比镇灵局员工 还略高一些的待遇 叶鹏天贴心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 叶云恍然地点了点头 如此一来 这所谓的边外名额 确实是极为适合他 他不是个喜欢被约束的人 叶鹏天笑道 好好干 以后咱们父子就是同事了 切 叶云不懈地挪了挪嘴 这个时候 房间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镇灵局的工作人员 把叶云的手续给送过来了 一套工作制服 一枚象征身份的特质弊彰 一本镇灵局员工手册 叶鹏天轻声道 你把手机拿出来 下载一个镇灵局的软件 你们这种边外人员和 正式员工不一样 软件上会直接发布任务 你们可以视情况自由领取 叶云轻声道 那不和在学院里做任务 换取积分一样吗 嗯 叶鹏天点了点头道 可以这么说 只不过在镇灵局不叫积分 而是叫做功勋点 好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然后拿出手机操作了起来 他登录以后 便是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点开头像一看 叶云嘴角抽出了两下道 老叶 你网名叫孤独的狼 原来你是这样的老叶 是啊 叶鹏天点了点头道 你赶紧同意我的好友申请 我拉你进咱们东海省边外人员的群 嗯 叶云同意了好友申请 然后他便被拉进了一个 近千人的大群里面 独孤的狼 欢迎新进群的小伙伴 以后咱们 就是一家人了 狠狠地吻我 欢迎新人 勿望我 欢迎欢迎 蓝色的眼泪 新人抱个照呗 叶云看着这些沙马特风格的名字 一阵无语 随后他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那一夜的风情 那一夜的风情 欣然冒泡 请大家多多关注 扣完字以后 叶云便是开始了潜水 叶鹏天笑呵呵地道 儿子 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不用管我 这 叶云文言 有些犹豫了起来 白素也柔声道 小云 你去吧 这里有我呢 好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然后离开了镇灵局 他回到了海城的广场上 此时已经有不少学员完成了行动 返回这里 我跟你们说 这次我遇到了一头四阶异类 那叫一个凶残 把我吓惨了 你这算啥 我本来以为遇到个咱们学院的美女 结果是个异类伪装的口猎女 卧槽 这也能忍 当然不能忍了 我把他狠狠折磨了一番 才将气给杀了 众人热火朝天的议论道 叶哥 这时候 王超冒了出来 他轻声道 怎么样 这次行动顺利吗 还算是顺利吧 叶云笑着道 哦 王超点了点头道 那就好 咱们哥俩的运气不错 活着回来了 嗯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跟王超闲聊了起来 我靠 那该死的异类 竟然敢变成我的样子 王超听叶云说完 架王超的事情以后 顿时无比的激动 异类的能力千变万化 确实有些防不胜防 叶云无奈地道 这倒是 王超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 骆千山的身影出现了 他目光看向众人 众人立刻嘘声 很高兴你们能活着回来 那些回不来的镇灵局 和青龙学院 会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后事 本次行动 大家的表现都很不错 学院决定 凡是参加此次行动的学生 奖励五千几分 接下来 你们有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间 明天早上七点 准时返回这里 咱们启程返回青龙学院 骆千山沉声道 哦耶 文言众人都是 欢呼了起来 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就是不知道 海城有没有什么攒劲的项目 叶云立刻便是跑回了镇灵局 不料他打开房门 却正好看到叶鹏天和白素 依偎在一起 你们老两口 还真逆味 叶云无语地道 白素见状有些意外地道 小云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对 叶鹏天帮腔道 你才刚离开一个小时左右 怎么这么快 叶云 好家伙 你俩才是真爱 我是意外吧 叶云美好气地道 学院给了我们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间 明天一早返回青龙学院 这么爽 叶鹏天瞪大了双眼道 老婆收拾一下 咱们回家 好 白素点了点头 然后三人便是离开了镇灵局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还是自己家里舒服啊 叶鹏天感叹道 随即他将目光看向白素道 老婆 你去买点菜呗 今晚我亲自给这臭小子下厨 老叶 你都半残了 还下厨啊 叶云打句道 滚犊子 信不信我揍你 叶鹏天美好气地道 不信 叶云认真的道 现在你肯定跑不过我 老婆 这臭小子落井下石 欺负我怎么办 叶鹏天可怜巴巴地望着白素道 两半呗 白素笑道 我去买菜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 一大桌香喷喷的饭菜便是做好了 叶鹏天轻声道 老婆 把我珍藏的灵酒拿出来 好 白素点点头 然后拿出灵酒 并且给三人都是满上 叶鹏天端起酒杯 脸上露出唏嘘之色道 今天咱爷俩也算是鬼门关走一趟了 来 咱们一家三口干一杯 干杯 三人拿起酒杯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第四十九章 亦能提升 古灵冷火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半天时间很快便过去了 第二天中午一点左右 叶云他们顺利地返回了青龙学院 他们回到学院以后 便是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副院长云牧 亲自出面主持了欢迎仪式 学院的巨大广场上 更是摆满了酒席 大家一起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好不快在 王超端着酒杯醉醺醺的道 叶哥 我敬你一杯 敬我酒可以 但你得说清楚 为什么敬我 叶云笑呵呵的道 啊 王超挠了脑脑袋 敬酒还需要理由吗 叶云白了他一眼道 当然需要了 那就敬我们得有益 王超沉声道 好 叶云点了点头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这时候 骆千山走了过来 王超极为拾躯地走开了 他轻声道 这次行动 感觉怎么样 还行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骆千山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父亲的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若不是他及时出手的话 你可能已经死了 嗯 叶云点了点头 骆千山道 听说你成了海城镇邻居的边外人员 叶云吃惊地看着他道 骆老师 你怎么知道 呵呵 骆千山笑道 四大学院和镇邻居的关系十分密切 甚至于很多资源情报都是共享的 好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原本以你的性子 就算你父亲是海城镇邻居的副局长 你应该也不会加入镇邻居的 可你偏偏同意了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骆千山盯着叶云轻声道 文言 叶云嘴角抽出了两下 道 我在你们眼里 有那么自私吗 有的 骆千山认真地点了点头 叶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道 为了人足 这个理由够吗 哈哈 够了 骆千山大笑了几声道 真不敢相信 这话是你小子说出来 说完 他便是转身离开 来到了云木的身前 道 副院长 那小子竟然真的转性了 竟然能说出 为了人足这种话 那可不 云木笑道 他遇到的那名武皇进强者 是我安排的 卧槽 饶氏落千山都忍不住一脸的震惊 他咽了咽口水道 副院长 你就不怕把他给玩死了吗 放心 他死不了 云木有些愧疚的道 只是没想到叶鹏天会出现 你去和赵空城说一声吧 过些日子 把叶鹏天升为海城镇邻居的局长 算是弥补他了 嗯 洛千山点了点头 等到欢迎仪式结束以后 叶云便马不停蹄地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然后他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林第一重 加 异能 清廉地心火 必及加 体魄 1460气血 加 精神 1420核 加 战技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神形百变 圆满 天灾灭世 圆满 炼器 五阶炼器师 加 异能点 29866点 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数据 叶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次行动的收获 实在是太多了 我倒要看看 升级后的异能是什么样子 叶云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 导 系统 加点 叮 恭喜主人的B级异能清廉地心火 成功提升到A级古灵冷火 系统化音落下的瞬间 便有森白色的火焰 从叶云浑身的毛孔中钻出 这火焰极为的奇异 忽冷忽热 仿佛冰火两重天一般 叶云操控着古灵冷火 重新回到了他的体内 得益于对异能控制能力的加强 这次异能加点 并未像上次一般 把屋子都给点燃了 好独特的火焰 他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对下次异能加点期待了起来 随即叶云便是陷入了陈银中 剩下的九千多异能点 该怎么用了 他想了想 便是决定先把炼器等阶给加满 原本他以为五阶炼器师就够用了 没成想完全就是扯淡 那名武皇进强者 一剑就给他干费掉了 说起来 那件五阶战衣 我只用了一次便报废了 还真是有些心痛 叶云一脸惋惜地道 随即他便是选择了加点 叮 恭喜主人成功提升到九阶炼器师 看着少了两千的异能点 叶云心中松了口气 还好这狗系统比较懂事 炼器加点需要的异能点比较少 看来 我得重新为自己打造一套装备了 这次多准备一些 以备不时之需 叶云自语道 随即他便是决定 将剩下的异能点用完 叶 恭喜主人成功将境界提升到五陵第四重 伴随着系统的声音 叶云的气息迎来了暴涨 他再度向着系统面板看去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五陵第四重 异能 古灵冷火 A级 体魄 2032气线 精神 1986核 战技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神行百变 圆满 天灾灭世 圆满 练气 九阶练气师 异能点 23点 不错 境界提高以后 体魄和精神力也跟着提高了一大截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系统面板关掉 今天先休息了 明天开始练气 他自语一声 然后开始了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 叶云便是起床来到了学院的商场 来到商场以后 他将自己存的积分花的干干净净 购买了一大批练气材料 回到别墅以后 叶云便是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练气 碰 碰 碰 阵阵金属敲击声 络绎不绝 火星四溅 中午十分 一件崭新的白色战衣出炉 这件战衣的品质达到了七阶 强的一批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打造更高品质的战衣 则是因为材料的问题 打造八 九阶法宝需要的材料珍贵无比 是极其难以凑齐的 剩下的材料拿来打造几件四五阶的法宝吧 晚上可以拿去跳到市场卖掉 说完就干 叶云接着忙活了起来 第五十章 发起声怨战 一眨眼便是十天时间过去了 这十天时间里面 叶云疯狂沉迷练气 给自己打造了全套的装备 甚至于还积攒了不少的积分 这天 叶云总算是结束了练气 是时候干点正事了 房间里的叶云自语一声 随即便是拨通了王超的电话 嘟嘟嘟嘟 叶哥 老王啊 你有没有二星院老上的资料 这个倒是没有 不过叶哥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弄到 你要这个干啥 没啥 就是我准备发起声怨战了 卧槽 叶哥你这么忙 一般般吧 好 我现在就去弄资料 等会给你送过去 嘟嘟嘟 变化挂断以后 叶云嘴角流露出了一抹笑容 有这么一个贴心的小弟还真不错 他加入青龙学院 无非是看中青龙学院所掌握的高级战绩 但自从他学会了练气以后 积分已不是问题 想要兑换那些高级战绩 变成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 所以 现在的叶云并不想在青龙学院待四年那么久 而青龙学院的规则 恰恰又是允许学院提前毕业的 因此 叶云这才萌生了 发起升院站 晋升二星院的想法 等晋升二星院以后 他就能安心离开青龙学院 去外面搞一能点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 王超便是来到了叶云的家中 他拿出一份名单递给叶云道 叶哥 这就是你需要的资料 叶云有些意外地道 这么快就弄到了 其实 要弄到这些资料并不难 只是叶哥可能没关注过 学院里私下有一个学生排名 不少人都知道 王超笑呵呵地道 叶云文言来了几分兴致 他询问道 那这上面有我吗 有啊 王超笑道 一星院站立第一 自然是非叶哥莫属了 好吧 叶云耸了耸肩膀 然后他便是拿起手中的名单 看了起来 很快 他的目光便锁定在了三个名字上面 分别是 陈天凡 古墓 李星河 这三人在二星院的排名中等 是不错的目标 因为按照青龙学院的规矩 帝院的学生若是想要晋升高院 只需对该院的学生发起挑战 并连胜三场即可 叶云手指在这三个名字上划过 道 就这三个姓院吧 这三个人的实力 不过在武林近七八重左右 叶哥 你要不要试试挑战更高排名的学长 以你的实力 相信问题不大 王超皱眉道 不用啊 排名不排名的 对我没啥意义 我只是想要晋升二星院而已 叶云笑道 那好吧 王超点了点头 道 叶哥 按照学院规矩 你需要先向他们发出挑战书 然后等他们接受挑战才行 叶云皱眉道 那他们不会拒绝接受挑战吧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 毕竟拒绝了低心院学弟学妹的挑战 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因为那样会显得自己怕了 王超笑着说道 那就好 叶云文言松了口气 然后他拿出了纸笔 开始写起了挑战书 十分钟后 叶云将写好的三份挑战书 递给了王超道 你帮我看看 格式啥的有没有错误 好 王超接过挑战书看了起来 脸上露出吃惊之色 道 叶哥 你要同时挑战他们三个 怎么 不行吗 叶云疑惑地道 行倒是行 只是基本没有这么做的 王超笑道 这次叶哥的挑战 估计要轰动整个学院了 我只是觉得 一个个挑战太浪费时间了 叶云耸了耸肩绑道 随即他起身站了起来 道 走 陪我去送挑战书 好烈 王超点了点头 屁颠屁颠地跟在了叶云的身后 学院的广场上 此时有着不少男男女女汇聚 大都在谈情说爱亲亲我我 叶云和王超 在询问了几个二心院的学长以后 找到了这里 王超指了指 一名头发灰白 穿着短裤短袖的青年道 叶哥 那就是李星河 旁边的估计是他的女朋友 嗯 叶云点了点头 然后大步走了过去 道 你就是李星河理学长吗 李星河皱起了眉头道 你是 我是一心院的叶云 准备提前晋升二心院 因此向你发起升院战 这是我的挑战书 叶云沉声道 随即拿出了挑战书 递给了对方 李星河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眼中有着一缕怒气浮现 以往那些想要升院的人 发起挑战 都会挑战上一愣掉车尾的人 可这叶云确实要挑战自己 这不是摆明 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吗 见对方没有接挑战书的意思 王超顿时助攻道 你到底接不接挑战书啊 该不是怕了吧 咦 那不是一心院的叶云吗 他要发起升院战了 好快啊 他加入学院 也就两三个月时间吧 嗯 不过以他的实力倒是正常 看见他身边的小弟了没有 那可是王家继承人 据说在心生大比之后 他就心甘情愿地成了叶云的小弟 每天屁颠屁颠地跟在人家身后 嘿嘿 上次三心院的柳木白 发起悬赏 要针对叶云 有一个二心院的家伙 不知死活去找叶云麻烦 据说被叶云一招就秒了 后来柳木白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主动删掉了帖子 并且说是误会 卧槽 这叶云这么强呢 那可不 李星河该不会是真的是怕了 不敢接下挑战吧 有可能 王超的讥讽声 立刻便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聚拢了过来 李星河的女朋友见状 掐了掐李星河的手臂 李星河回过神来 现场这么多人看着 这个挑战 他说什么也要接下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道 这挑战我接了 说完他 便是接过挑战书看了起来 看完以后他面色一变 不可思议地道 你要同时 挑战我还有古墓 陈天凡 这样效率比较高 叶云露出了一个腼腆的笑容 第五十一章 以一条三 实现碾压 卧槽 这叶云竟然要一次性挑战三个 这小子 未免有些太狂妄了吧 李星河和陈天凡 古墓三人 在二星院中 虽说排名中等 但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嘿嘿 看样子又有好戏看了 听闻此话 众人都是有些吃惊的一轮道 好好好 李星河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道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同时挑战我们三个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叶云笑了笑 看向众人道 你们哪位好心人 知道陈天凡和古墓在哪里 我还要给他们送挑战书呢 我知道 这时候 还真有一位好心人站了出来 叶云热情地迎了上去 道 这个世界上 还是好心人多啊 这位学长怎么称呼 我叫 寒暄了两句之后 叶云成功得知了 陈天凡和古墓在哪里 幸好他们两个都没有接任务 还在学院里 随即叶云二人 便是给他们送去了挑战书 送完以后 他们便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回到别墅以后 叶云无聊地刷起了手机 另外一边 叶云发起声院站 同时挑战三名二性院学长的消息 不进而走 叶云发起声院站 这是本身没啥 青龙学院每个月都有不少人发起 但一次性同时挑战三人 那可就太罕见了 甚至于在青龙学院的整个历史上 都不多见 无数人津津乐道 甚至于将其发到了学院的论坛上 更有好事者开了赌盘 以积分为赌注 赌叶云能否赢得本次挑战 在家无聊刷手机的叶云 也在论坛上得知了这个消息 然后他将自己的全部积分都压了进去 当然 他压的是他自己 时间流逝 转眼就来到了第二天 叶云不紧不慢地起床洗漱 然后来到了学院的体育馆 一般声院站都会在这里进行 而且会有一名黄金导师在旁见证 此时的体育馆中 早已是挤满了人 大家纷纷想要知道 叶云究竟哪里来的底气 想要一条三 当然 更多的是参与了赌局的人 想要借此大赚一笔 不管这些观众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但他们总归是来了 哇 真是热闹啊 叶云走进体育馆 有些意外的道 当他走进体育馆的瞬间 三道充满敌意的目光 便是望了过来 叶云如有所感 他露出了一口灿烂的大白牙 冲着他们笑了笑 然后来到了擂台上面 这时候 一名黄金导师冒了出来 他轻声道 本次由叶云发起的声愿战 由我主持 现在挑战正式开始 杀 黄金导师话音落下的瞬间 李星和三人 便是向着叶云冲了过去 李星和手中 多出了一个巨大的流星锤 每次挥洞间 都会引得虚空震荡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陈天凡则是手持一根长枪 每次长枪刺出 都会将虚空洞穿 威力不可小觑 古木则是浑身闪烁着碧绿色的灵力 手掌挥洞间 有点点绿光飞出落在了擂台上 顿时一颗颗近十米高的大树 拔地而起 无数的枝鸭向着叶云缠绕而去 面对三人的攻击 叶云面色平淡 他缓缓张开了手掌 掌心一团森白色的火焰浮现 这团火焰浮现的瞬间 场馆中的温度便是快速降低 就当众人正要开口骂娘的时候 周围的温度又诡异快速升高 甚至于让众人额头渗出了汗水 卧槽 这温度什么情况 妈的 这忽冷忽热的 非得被弄感冒不可 应该是叶云手中的火焰造成的 可听说叶云的异能 是一种青色的火焰啊 场中的众人议论道 叶哥的实力提升得好快啊 已经武灵精第四重了 而且他的异能净化了 擂台下的王超 一脸的凝重之色 去 叶云轻语一声 顿时手中的古灵冷火 便成了树发炎 玩向着对方三人暴射而去 暴炎术虽然只是玄阶战技 但在叶云的手中却是不凡 这是因为 他的异能极为特殊 远比大多数A级异能强悍 砰 砰 砰 炎丸爆开 无数的古灵冷火 向着三人席卷去 让得三人恼火不已 这火焰忽冷忽热的 就跟冰火二重天一样 极难对付 好不容易将这一波炎丸接下 却又有数十发炎丸冲来 李星河和陈天凡还好说一点 但古墓却不一样 因为他的异能是木属性 火焰天生 便是克制他的 呃 我怎么觉得 有种猫捉老鼠的戏血感 还真是 叶云仿佛在戏弄他们一般 是啊 没想到这叶云这么强 他那种忽冷忽热的火焰 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话说 这叶云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之前的新生大比我看了 当时他的异能 是一种青色火焰 似乎是B级的 卧槽 我知道了 他的异能净化了 要真是这样 那这叶云的天资 实在是太可怕了 要知道 异能净化这种事情 基本发生在五王境以后 并且还是可遇不可求 真是恐怖如斯啊 众人议论道 见时候差不多了 叶云摇了摇头 道 懒得跟你们玩了 他话音落下以后 身前便是出现了数百颗烟丸 向着李星和三人冲去 碰 碰 碰 数百颗烟丸同时爆开 那场面可谓是壮观无比 无数的古灵冷火 将整个擂台覆盖 待到古灵冷火消散以后 只见李星和三人 全身是伤的躺在了地上 眼神中满是绝望 他怎么会这么强 见状 一旁的黄金导师出声道 我宣布 一星院学员叶云 成功通过升院战 晋升二星院 天哪 李星和三人败得也太惨了 这叶云的实力 真是恐怖 我感觉 以他的实力 都可以挑战二星院 排名第一的白双双了 唉 我押了叶云书 这次真的是亏大了 哈哈 毒狗是没有好下场的 叶云耸了耸肩膀 走下擂台 离开了体育馆 准备回自己的别墅 这时候 王超跟了上来 他好奇地道 叶哥 你的异能进化了 是啊 叶云点了点头 得到叶云的亲口确认 王超呆若目击地 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兄弟们 这几天开始上推荐了 是吃香 还是吃香的喝辣的 就看这几天了 大家看完书以后 记得点点催羹 给个五星好评啊 第五十二章 这玩意境好大 第二天一早 叶云便离开了青龙学院 那种按部就班 老老实实修炼的日子 并不适合他 还是外出自意纵横 猎杀凶兽和异类 获取异能点 比较适合他 异类暂时不知道 哪里有大规模聚集的 所以 叶云这次的目标 还是秘境 他准备前往的 秘境名为冰雪秘境 据说里面的温度 常年在零下百度左右 十分的寒冷 而他之所以吸引叶云 则是因为 里面主要生活着一种 名为冰原狼的凶兽 这种凶兽 属于群居性凶兽 十分适合收割异能点 从青龙学院离开以后 叶云坐了 大约四个小时的高铁 然后他 便是抵达了冰雪秘境 所在了天书城 到达天书城以后 他直接打车 来到了秘境入口 然后进入了秘境中 进入秘境以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无处不在的厚厚积雪 远远看去 就是一个白色的海洋 其次 便是那股刻骨的寒意 仿佛要将你的整个身体 都冻僵一般 没有感觉到一丝寒意 反而极为的舒服 反倒是另外那些 进入秘境的人 一进来就忙着预寒 走了 叶云自语一声 便是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呃 那家伙穿的短袖就走了 这里面的寒气 可不是一般的寒气 它能够直接侵入人的肺腑之中 让你由内而外地 感觉到寒了 这人一看就不是傻逼 估计是身怀活属性 或者冰属性的异能吧 应该是 妈的 老子足足穿了三层 还是感觉冷 众人有些羡慕地看着叶云道 叶云这一走就是四个小时 在这四个小时里面 他一无所获 不过这是正常状态 一般秘境外围 都经过了多番搜挂 很难找到什么凶手 他稍微歇了口气之后 便是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干粮 准备凑合着对付一口 吃完以后 叶云便是继续向着秘境深处走去 这一走又是三个小时 叶云这次总算是有了收获 在他的前方 出现了一小群冰原狼 大概有着三十头左右 干 叶云自语一声 抬手间便是数十发炎丸 招呼了过去 碰 碰 碰 伴随着炎丸的爆开 这些冰原狼 纷纷结束了自己的狼声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 二十头三阶凶兽 亦能点加一千点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 十头二阶凶兽 亦能点加二百点 今天总算是开张了 叶云摇了摇头 取下了这些冰原狼的狼牙 这玩意算是不错的炼器材料 不能浪费 若是以往的话 他会把这些冰原狼 整头装进空间球里 毕竟凶兽血肉 也是能够兑换积分的 但现在嘛 叶云并不缺积分 主打一个财大起粗 天色逐渐暗下来了 先安营扎寨吧 顺手烤两头冰原狼吃 叶云自语一声 随即便是忙活了起来 没过多久 帐篷便是搭建好了 他挑选了两头 比较肥美的冰原狼 然后开膛破肚清理干净 做起了烧烤 很快便有浓烈的烤肉香气 开始弥漫 叶云开始大快躲移了起来 那叫一个得进 吃饱喝足以后 他便是钻进帐篷里 开始了休息 一夜无事 第二天清晨 叶云收拾好东西 接着向秘境深处走去 大约两个小时后 他便是停了下来 只见前方的雪坡上 生长着一株株 晶莹剔透的灵药 二接灵药冰霜草 叶云走上前去 将其尽数采集下来 然后随手塞进了嘴里面 冰霜草下肚之后 便是化作一股暖流 流进了他的全身 然后注入了丹田汽海中 变成了精纯的灵力 还行 冰冰凉凉的 还挺好吃 叶云笑了笑 随即继续开始赶路 这一走又是三四个小时 在这三四个小时里面 他毫无所获 除了找到几株低级灵药以外 连根凶兽的毛都没看见 这都第二天了 按理说不应该啊 叶云皱起了眉头 他见前方有块大石头 便走了过去 准备靠在上面休息一会儿 刷 不要叶云刚刚走过去 那块所谓的大石头 便是动了起来 叶云这才看清 那哪里是什么石头啊 分明是一颗巨大的舌头 只不过 舌身都覆盖在了积雪下面而已 叮 四街凶兽雪莽 喜欢牺牲凶兽血液 原来是条雪莽 叶云露出恍然之色 他舔了舔嘴唇 听说这玩意的舌胆 是大补之物 还没试过呢 刷 这个时候 雪莽那根硕大的蛇尾 已经抽了过来 就像跟鞭子似的 叶云一个闪烁避开了 舌尾重重地抽打在雪地上 激起大片的雪花 哟 你这小玩意 下手还挺毒辣的 叶云笑了笑 然后手中便是有着上百颗 岩丸凝聚 下一刻 这些岩丸尽数朝着雪莽 冲了过去 碰 碰 碰 伴随着一声声轰鸣 雪莽痛苦地在地上不断挣扎着 庞大的身躯上 更是皮开肉绽 挣扎了一会儿之后 雪莽便是完全不动弹了 看样子是挂了 你这畜生 跟我玩心眼子 叶云冷笑一声 手中出现了斩破刀 向着舌头砍去 刷 这时候 一只装死的雪莽 突然动了起来 然后快速向着远处游去 看样子是想要逃跑 不过早就洞悉了 她是撞死的叶云 哪里会给她逃跑的机会 只见一道耀眼的刀光闪过 雪莽便失手分离 庞大的舌头掉落在地上 嘴巴眼睛依旧不停地眨动着 似乎是在召唤已经断成两节的身躯 定 恭喜主人成功斩杀一头四阶凶兽 亦能点加一百点 叶云搓了个响指 顿时一缕森白色的火星 飞出落在了舌头上 将其烧成灰烬 随即 她划开雪莽的肚子 将舌胆取了出来 然后一口吞下 舌胆下肚以后 叶云整个人都燥热了起来 浑身散发着热气 身体里就像是有个小火炉一般 卧槽 这玩意竟这么大 不行 得发泄一下 叶云面色一变 然后她便是向着秘境深处冲去 跑得老快了 第53章 天书成周家 一个小时后 发泄完的叶云结束了奔跑 她接着往秘境深处走去 刷 这时候 突然有一道黑影 从旁边的积雪中窜出 叶云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发炎丸招呼了过去 碰 黑影被烧焦 直接掉落在了地上 叶云扭头看去 原来是一只冰鼠 这种凶兽 以其他凶兽的腐肉为食 十分的恶心 随手解决掉这只冰鼠以后 叶云接着往秘境深处走去 这次她没走多远 便是感觉地面的积雪 轻微颤抖了起来 她凝神向着远处看去 只见几头四肩的冰原狼 正在向着这边跑来 运气不错 叶云笑了笑 抬手间便是上百发炎丸招呼了过去 然后她的手中出现了斩破刀 向着对方暴冲而去 刷 刷 刷 伴随着道道刀光闪烁 这几头冰原狼 都是成为了刀下亡魂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五头四阶凶兽 一能点加五百点 还算是不错 叶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刷 刷 刷 这时候 接连响起了几道破风声 紧接着七八道身影出现 他们目光看向地上的冰原狼尸体 脸色都是有些难看 其中一人站了出来 他染着一头绿色的头发 道 你为什么要抢我们的猎物 额 叶云一愣 随即忍不住笑了起来道 什么时候秘境里的凶兽 成了有主之物了 哼 我们刚刚正在追赶他们 若不是你突然跑出来插一脚的话 这几头冰原狼早就被我们拿下了 绿毛冷哼了一声道 那是你们无能 就这么几头冰原狼 还用得着追赶半天 叶云摇了摇头 随即便是准备动手 将这几头冰原狼的狼牙取下来 别动 绿毛健壮 直接一掌便是对着叶云拍了过去 嗯 叶云目光一凝 发出了一发言丸 碰 绿光一连退后了十几步 脸庞变成了黑蛋 一头绿毛更是被烧没了 叶云寒声道 再敢惹我 别怪我不客气 好小子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刚刚被你打伤的这位 可是天书城周家的少爷 周大海 这时候绿毛的几名同伴说话了 语气中充满了嚣张的味道 周家 叶云皱起了眉头 没错 周大海得意的道 现在知道怕了吧 若是识相的话 赶紧把这几头冰原狼乖乖献上 再给本少爷赔礼道歉 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有病吧你 什么狗屁周家 叶云美好气的道 这都灵气复苏了 怎么还有这种没脑子家伙 你竟然侮辱我周家 大家一起上 跟我狠狠地教训他 周大海指着叶云叫嚣道 刷 然而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有一道耀眼的刀光闪过 然后周大海的脖子便是被划开 你 滚烫的鲜血迸射而出 周大海死死地捂住自己的脖子 但却只说出了一个字 然后便是倒在地上死翘翘了 你竟敢杀了周少爷 其余几人目光惊恐地看着叶云 他们没想到 叶云竟然真的敢杀人 叶云目光淡漠地看了他们一眼 道 怎么 你们也不想活了 我们走 几人带着周大海的尸体 快速转身离去 切 我还以为多有种呢 叶云不懈地挪了挪嘴 随即 他便是将冰原狼尸体上的狼牙 给撬了下来 放进空间球里 继续开始赶路 估摸着安全了以后 这伙人停了下来 个个都是满脸的愁容 这下完了 周家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几个的家族 肯定是难逃被清算了 谁知道那小子那么狠 竟然连周家的面子都不给 真敢下杀手 唉 这下该怎么办啊 有了 我们先呼嗷一顿 把自己身上弄得全身是伤 然后再出去 出去以后我们就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那小子身上 说那小子故意抢夺我们的猎物 然后双方打了起来 周大海不幸被对方所杀 对 最好再添油加醋一番 说那小子一直辱骂周家 没把周家放在眼里 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能安全不守 应该能够逃过周家的责难 这办法 你确定能行吗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 那不就行了 我们就这么干吧 咱们轮流殴打对方马 记住下手一定要狠 最好打的 他妈都认不出来 我先来吧 哎呦 痛死我了 没过多久 几人便是浑身是伤的 带着周大海的尸体 往秘境出口走去 咦 走了两个小时后 叶云停了下来 在他的正前方不远处 有着很大一群冰原狼 粗略估计 足足有着近百头 此时 这些冰原狼 正在联手 猎杀一头血缘 血缘的实力 极其强横 达到了五阶凶兽的范畴 但架不住冰原狼的数量多 而且配合得十分默契 很快那头血缘 便是奄奄一息 快要挂了 看来 我的运气不错 叶云笑了笑 这么一群冰原狼 外加一头快挂了的五阶血缘 可是能够贡献不少的异能点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眼神猛然凌厉了起来 随即他的身前 便是出现了数百发的烟丸 如同流星一般 向着冰原狼狼群冲去 碰 碰 碰 无数的烟丸爆开 直接就让冰原狼损失惨重 啊 剩下的冰原狼 很快便是发现了叶云的身影 他们向着叶云疯狂冲了上来 来得好 叶云大笑几声 手中斩破刀浮现 向着冰原狼冲了过去 刷 刷 刷 随着刀光闪烁 无数的冰原狼 成为了刀下之魂 没过多久 这一大群冰原狼 便是被全部消灭干净 宝贝 我帮你结束痛苦吧 叶云走到奄奄一息的血缘面前 结束了他的生命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一头五阶凶兽 亦能点加200点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30头四阶凶兽 亦能点加3000点 定 恭喜主人成功猎杀50点三阶凶兽 亦能点加2500点 定 恭喜主人 系统悦尔的声音响起 叶云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这波转大了 他擦了擦斩破刀 上面的血迹 开始收集这些冰原狼的狼牙 就在叶云忙着干活的时候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浮现 他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叶云的身后 然后发起了袭击 第54章 来自于光明教的追杀 碰 耀眼的掌光亮起 结结实实地拍在了叶云的后背 卧槽 叶云一个亮呛栽倒在了地上 然后他一个鲤鱼打挺 快速站了起来 偷袭他的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人 此时这中年人脸上有着惊讶之色 真是没想到 你身上竟然穿着战衣 中年人有些意外的道 出门在外部防医手怎么行 叶云笑道 还好他机智的一批炼制的战衣 是可以随意变换样式的 比如现在他身上的短袖 其实就是战衣 丁 赵坤伦 光明教堂主 王靖第二重实力 你竟然是光明教的 叶云看着眼前浮现出的信息 目光凝重了起来 原本他以为 对方是秘境中那些 想要杀人越后的歹徒 没想到 竟然会是光明教的人 嗯 赵坤伦点了点头 有些意外的道 你是怎么知识破我身份的 猜的 叶云随口道 呵呵 赵坤伦笑了笑 一步步向着叶云走去 五王靖的强大气息 破体而出 向着叶云镇压而去 叶云体内凌厉运转 面色平静地站在原地 将对方的威压化解 见叶云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应 赵坤伦感叹道 难怪能够 坏我光明教在东海省的大事 果真不凡 原来 是因为东海省的事情 叶云眼瞳一缩 总算是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在东海省时 他杀了那颗黑弹中的 所谓异类皇族后裔 没想到会因此被盯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轻易去死的 我会将你带回光明教 然后慢慢地折磨 赵坤伦冷笑一声 然后一把对着叶云抓了过去 他的双手灵光闪烁 化作了琥珀之色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干 叶云深吸了一口气 向着赵坤伦冲了过去 虽然对方是武王进第二重的强者 但舞者的强弱之分可不光 是看异能等级和实力境界 还有体魄 精神力 战技等综合因素 叶云自信 拿下对方应该问题不大 碰 碰 碰 叶云冲过去的途中 手中有着数百发炎丸浮现 与此同时 他拿出了斩破刀 耀眼的刀光闪烁 向着赵坤伦劈去 赵坤伦见状 原本向着叶云抓去的双手 向前一推 顿时在身前形成了一堵灵力屏障 无数的炎丸落在了上面 灵力屏障泛起阵阵液 但却始终完好无损 炎丸爆开以后 叶云的刀光也到了 这次灵力屏障 被一刀划成了两半 碰 赵坤伦一把将斩破刀给握住 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是看到斩破刀上面 有着森白色的火焰涌现 向着他的手臂攀爬上 这火焰忽冷忽热 诡异无比 赵坤伦眉头一皱 松开了斩破刀 强悍的灵力 强行将手臂上的火焰驱逐干净 然后向着叶云拍去 叶云不躲不闪 任由这一掌拍在了他的胸口 碰 随着一声巨响 叶云一连退后了十几步 身上的短袖 散发着阵阵灵光 将这一掌接下 你打不动我 叶云笑了笑 他打造的这件战衣 品质达到了七阶 压根不是五王进强者能够破坏的 说完 叶云便是再度向着赵坤伦冲了过去 该死的小子 赵坤伦见状 眼中闪过一抹狠辣之色 他怒吓一声 浑身凌厉疯狂涌动 化作一只数百米长的巨掌 向着叶云拍去 碰 叶云直接被拍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地上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呸 叶云从坑里爬出来 吐出了一口吐沫子 浑身上下一点伤势都没有 这件战衣不错 赵坤伦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他再度向着叶云冲了过去 只不过 这次他变换了攻击套路 近往叶云的脑袋招呼 但叶云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凭借着身法战绩的优势 开始了疯狂走位 这让得赵坤伦极为恼火 没想到 一个区区武林镜的小子 这么难缠 见识后差不多了 叶云和赵坤伦拉开了距离 然后他沉生到 天灾灭世 随即叶云体内的古灵冷火 疯狂窜出 然后化作一片磅礴至极的火海 将周围百米的范围覆盖 这是天阶战绩 赵坤伦见状面色大变 为什么情报中没有提及 叶云掌握了天阶战绩的事情 莫非较内有人要故意坑我 下一刻 无数颗火球从天空倾线下 向着赵坤伦狠狠杂去 我就不信了 赵坤伦咬了咬牙 他怒吼一声 双手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玄玉兽 断魂掌 一到五六百米大小的掌印成形 掌印手心充满了各种古老的纹路 散发出一股沧桑荒凉的气息 掌印跟他漫天的火球轰然相撞 结果却是很快便分崩离析 化作了灵光消散 无数的火球击中了赵坤伦 赵坤伦的身体 直接变成了无数的碎片 呼 叶云长舒了一口气 身子一个亮枪 差点栽倒在地上 幸好最近提升了几个小境界 还算是 能够支撑的起天阶战绩的消耗 不然像上次一样 直接就栽倒在地上了 刷 这时候 一名带着袖章的大妈 撕裂空间出现在了这里 这大妈叶云见过 正是她进入秘境时 负责在门口检票那位 刚才那动静 是你弄出来的 发生了什么 大妈眼神锐利地盯着叶云道 是我弄出的 有一个光明觉的人想要杀我 但被我给反杀了 叶云取出两枚快速恢复灵力的丹药 塞进了嘴里面 是吗 大妈闻言 目光审视地盯着叶云 是 叶云坦然地点了点头 道 我是青龙学院的学生 以及镇灵局的边外人员 说完 她便是拿出了青龙学院的学生证 以及镇灵局给她的弊章 大妈仔细检查了一下之后 便是将两样东西还给叶云 然后转身离去 等大妈走后 叶云方才悄悄松了口气 五皇进抢者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强了 还别说 这两个身份挺好使的 叶云自顾自地傻笑了起来 若不是及时亮出这两个身份 她还真有被对方带走审问的可能 第五十五章 神秘的山洞 看样子 光明教已经注意到我了 以后得小心一些 毕竟 我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随即叶云收拾好心情 摇了摇头自语道 她接着 往秘境深处走去 没过多久 天色便是暗淡了下来 叶云开始安营扎债准备食物 吃饱喝足以后 她便是开始了休息 一夜无事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清晨 叶云收拾好东西了 接着向秘境深处走去 嗯 六品的造化灵芝草 没走多久 叶云便是有了可喜的发现 只见前方的雪地上 有着一株十分不起眼的小草 小草通体雪白 呈现出半透明状态 每一片叶子的形状 都跟灵芝极为的相似 叶云当即便是将其摘下 然后塞进了嘴里面 若是被其他人看到的话 肯定会大骂她 抱殖天物 哪有这种吃法呀 拿来炼制成丹药 使其中蕴含的药力 得到充分的利用不香吗 哼 叶云体内传出了一声轰鸣 紧接着 她的气息便是暴涨到了 武林境第五重 没想到我竟然突破了 叶云有些意外地道 随即 她便是 接着向秘境深处走去 随着不断深入秘境 她的收获也越来越多 遇到了好几个比较大的 冰原狼狼群 狠狠地收割了一波异能点 很快 便是夜幕降临 叶云吃饱喝足以后 窝在帐篷里打开了系统面板 姓名 叶云 天赋 全知之眼 境界 武林第五重 加 异能 古灵冷火 A级 体魄 2032气血 加 精神 1986盒 加 战绩 火焰刀 圆满 爆炎术 圆满 八荒刀法 圆满 神形百变 圆满 天灾灭世 圆满 练气九阶练气师 异能点 19963点 这几天的收获不错 是时候提升一波实力了 叶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数据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轻声到 系统 加点 叮 恭喜主人的境界成功提升到武林境第七重 叮 恭喜主人的体魄成功提升到3637血 叮 恭喜主人的精神力成功提升到3500和 伴随着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 叶云的实力迎来了一波整体提升 这次 他将大部分的异能点都用到了提升体魄和精神力上面 随即 他向着系统面板异能点一栏看去 异能点 103点 这倒是应了那句话 赚钱如真挑土 花钱如水冲杀 叶云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便是将系统面板关掉 开始了休息 第二天一早 他起床开始收拾东西 正收拾了一半 地面突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莫非是有大量的凶兽靠近 叶云皱眉道 但很快他便发现不是 原来是不远处的一座高山发生了雪崩 滚滚积雪从山坡上俯冲而下 形成一道巨大的白色洪流 等到雪崩结束 叶云也把东西给收拾好了 但他这个时候却注意到 发生雪崩的高山上出现了一个洞口 看样子 原本这个洞口是被隐藏在厚厚的冰雪下面的 但因为雪崩的原因给漏了出来 按照常见的小说套路 里面必有一番奇遇 叶云自语一声 随即便是决定去看看 反正看看又不吃亏 就算是一无所获也无所谓 反正自己没啥损失 说干就干 叶云向着山洞走去 真是望山跑死马 看着这座山挺近的 但实际上 叶云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才赶到 来到山洞洞口以后 叶云小心地向着里面望去 却见里面有着一条狭长的通道 向着山腹深处蔓延 这通道明显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莫非里面真有什么奇遇不成 叶云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然后便是向着里面走去 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通道两侧便是出现了壁画 这些壁画上的内容 是一群先民在祭祀神奇 叶云对这些玩意不太感兴趣 仅仅只是看了两眼便是作罢 他顺着通道继续往里面走去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 叶云总算是走到了通道的尽头 却被一扇巨大的石门挡住了去路 石门上刻满了各种符文 显然是上面留有静置一类的东西 叶云目光一凝 然后便是两发延丸招呼了过去 碰 碰 石门发出一声轰鸣 形成一道光幕将石门包裹起来 有喝 我就不信了 叶云见状 抬手间又是凝聚出了数十发延丸 然后向着石门射去 碰 碰 碰 光幕泛起剧烈的波澜 犹如平静的湖面中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 有戏 叶云眼睛一亮 接着又是一波延丸招呼了过去 这次石门总算是承受不住 直接爆裂成数块露出了里面的情景 叶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进去以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巨大的石室 石室中石桌 石以石凳等生活物品 一应俱全 一看就是 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 有意思 谁会在秘境中挖个石室 并且长期居住呢 莫非是在这里面躲避仇敌 叶云皱着眉头自语道 随即他便在石室中转悠了起来 可一无所获 这地方藏得这么隐灭 我就不信 什么都没有 叶云咬牙道 随即他便在墙壁上妈撒了起来 希望能够找到机关之类的 你别说还真就让他给找到了 在按下了一块有些凸起的石头以后 一侧的墙壁上打开了一道门 叶云见状大喜赶紧钻了进去 进去以后他便是看见一张宽大的石床 石床上盘坐着一具白骨 这具白骨晶体 剔透闪烁着荧光 显然死前的实力不低 叶云的目光锁定在了白骨的掌心 那里有着一枚银色的空间球 先试探一下 万一有危险呢 叶云想了想 没有贸然行动 他从地上捡了几颗小石子 然后向着白骨扔了过去 只见白骨不为所动 没有任何的变化 叶云这才安心了一些 他小心翼翼地伸手 将空间球给取了出来 然后奋出一缕神石 探入其中查看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